第一章月子中心的电话 龙国江都市 八月份的天气依旧炎热 但是高温也阻止不了烧烤摊带来的吸引力 这是江都传媒大学302宿舍 自毕业后十个月来第一次聚会 嘶哈 真爽 二胖灌下一杯冰啤酒后发出满足的声音 陆王不喜欢大口喝酒 只是拿杯子小抿了一口 我说老三 你还是一点没变 喝酒也太小家子气了 宿舍老大零号嘲讽道 我天生不喜欢喝酒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陆王淡笑说道 这话一出口 立刻引来宿舍三个兄弟口诛笔伐 我呸 你只是不愿意跟我们喝吧 十个月前毕业酒会 你可没少喝 那是自然 那次毕竟是高冷笑话 顾思宁主动找老三喝的酒 顾思宁那么高冷的一个女神 偏偏只对你一个人不同 你们没点啥事 我是不信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天还是你把笑话送回家的吧 笑话配笑草多合适啊 怎么后来你们就没联系了 对啊 说起来都毕业十个月了 完全没听到关于笑话的任何消息呢 我记得他毕业前好像就签了一家唱片公司 难道是混得不好吗 听到这里 洛王表情有些不自然的 喝了一口酒 说实话那晚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本来他是送笑话回家的 结果不知道怎么 第二天早上在酒店的床上醒过来 而顾思宁根本没见到任影 反正到现在都没联系上他 洛王到现在也没放弃找他 主要是因为 那天早上醒过来 床单上那抹烟红 虽然喝多了 啥都不记得 他也想弄清楚 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只好敷衍到 爸爸的事你们小孩子少打听 QA而贼 爸爸们关心才问的 滚滚滚 就在他们还要继续追问时 洛王手机响了起来 这可真是救了命了 洛王赶紧拿出手机 按下接听见 喂你好 啥月子中心 你们不会弄错了吧 会不会是和我同名啊 故 WOC 我现在过去 这可真是要了命了 洛王挂断电话后 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震惊 蹭的站起来就准备走 爱老三大妈去了 什么月子中心 出啥事了 兄弟们立刻关切的询问起来 洛王现在也没搞清楚状况 所以也没办法和他们解释 直接抓起二胖的电瓶车钥匙说道 胖儿子 车我骑走了 回头再给你们解释 扔下这句话后 洛王骑着电瓶车 飞速赶往电话里提起的地点 十几分钟后 洛王停下电瓶车 抬头看去 将都爱保月子中心 他深吸一口气 来缓解心中的紧张 然后走了进去 你好 我是洛王 来到前台后他主动交代道 前台妹子听到洛王两个字 竟然朝他翻了个白眼 十分笔的说道 你就是洛王啊 长这么帅 没想到是个渣男 洛王 啪 妹子突然用力 把一张缴费单拍在桌子上 冷冷盯着洛王吐出两个字 缴费 洛王拿起单子一看 应补欠款 九万七千三百十四元 六角三分 妈了 洛王彻底麻了 拿着单子 脑子一片空白 整个人就愣在原地 怎么不想负这个责任啊 宝妈这么辛苦 给你生下那么可爱的三胞胎女儿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哄 听到前台妹子的话 本来就脑子荡机的洛王 犹如惊慰当头 三 三胞胎 女儿 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起来 老子嗡嗡想 妹子后面的话 他压根就没听进去 好几分钟后 洛王终于缓过神来 这样你先带我去看看行吗 洛王自知理亏 小心地问道 前台妹子不懈地哼一声 冷声道 跟我走 洛王被带到一间 VIP病房门口 前台妹子白了他一眼离开了 咕噜 洛王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然后推开了房门 这是一个装修奢华的单人间 中间的床上 看起来躺着一个人 背对着他 看不到长相 只能看到 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头黑发 似乎是听到动静 床上的人有些吃力地翻转身体 但同时拉起被子戴在脸上 只留出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洛王 被子里 响起沉闷又有些虚弱的声音 对 对不起 本来没想通知你的 但是我实在没钱了 洛王呆住了 虽然只看到 他一双眼睛 但是一眼就认出来 他就是消失十个多月的 笑花顾思宁 再联想到十个月前 酒店那记忆模糊的一晚 洛王如何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但是这个真相 对他来说 冲击太大了 笑花竟然怀上了他的孩子 还是三胞胎 一时间迷茫 愧疚 激动等情绪 充斥在他心里 不不不 是 是我对不起你 我 我完全不知道 你怎么也不联系我呀 反应过来后的洛王 歉意地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 顾思宁直接把眼神飘向一边 表示不想回答 洛王也不好追问 这种事 还是以后再慢慢了解吧 现在当务之急 是他和宝宝 对了 宝宝呢 他在病房四处张望 却没看到有小宝宝在 宝宝们送去洗澡了 你 你先把歉的 好好 我现在就去 不等顾思宁说完洛王 就立刻主动说道 这是他必须败出的钱 出了病房后 洛王轻轻带上门来到前台 然后在前台妹子的白眼中 掏出了银行卡 刷卡 爹 余额不足 场面顿时尬住了 洛王急忙打开手机银行查看 余额只有五万多 还差整整四万 您好 能不能先交五万 剩下的我会尽快补上的 似乎是看到洛王的态度 还比较真诚 前台妹子语气 也终于缓和了一些 没问题 钱可以后面交 但是宝妈你可要照顾好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比明星还好看的老婆 不知道心疼 交完欠款后 洛王再次回到了病房 一进来就愣在了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这时 病房里已经多了 三个白嫩嫩长得 一模一样的猛宝宝 他紧张万分地搓了搓手 然后看向顾思宁 你 不喜欢他们吗 顾思宁见洛王驻足不前 一脸慌乱地问道 不不不 我只是有些紧张 洛王赶紧答道 然后走到了婴儿床前 洛王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却不知道该抱哪个宝宝 不管了 就从最左边开始吧 刚刚接触到宝宝的身体 洛王脑海中 突然响起一道电子音 叮 神级猛宝系统激活 第二章 宝宝饿了怎么办 洛王的眼前 赫然出现一个虚拟的界面 初次激活系统 奖励猛宝值1000点 刚打开界面 上面就弹出一条信息 系统界面有五个技能分类 奶爸 艺术 武力 医术 科技 洛王现在刚晋升奶爸 当然是第一个 就点开了奶爸这个分类 打开后 是一个类似于商城的界面 排在首位的 就是带娃精通这个技能 兑换需要200萌宝值 洛王毫不犹豫 就点击了兑换 1000萌宝值 瞬间被扣出了200点 与此同时 他感觉一阵莫名的能量 涌入他脑子里 持续几秒后 洛王发现自己 已经完全学会了 所有的带娃技能 他接下往下看 发现还有很多 其他跟宝宝相关的东西 宝宝营养奶粉 100萌宝值分 超级吸收尿布 200萌宝值包 人工催奶按摩术 500萌宝值 看到这里 洛王嘴角抽了一下 这技能 他能用得上吗 继续往下看去 宝妈身材恢复指导 700萌宝值 任成文消除业 1000萌宝值 疤痕去除树叶 1000萌宝值 宝宝抚育补给金 10万元500萌宝值 每月限兑换一次 洛王眼神大亮 萌宝值竟然还能 直接兑换成钱 虽然一个月 才能兑换一次 但是现在也算解 他的燃威至极了 欠款还差4万 他原来是打算 跟兄弟们开口借的 看来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他直接选择了兑换现金 几乎下一秒 他的手机就收到了提示 拿出来一看银行卡 果然到账10万块 于是 洛王也不着急 去看系统中的 其他选项了 现在当然是 先照顾好宝宝 三个宝宝刚洗完澡 此刻还光溜溜地躺着呢 本来这些都是 月子中心的护工做的 现在洛王来了 这些工作 理所应当就由他来了 那个 宝宝的衣服有吗 他回头 看向顾思宁问道 在柜子里 顾思宁小声答道 洛王转身打开柜子 从里面拿了三套衣服出来 每一件竟然只比巴掌大一点 他觉得很神奇 刚出生的宝宝 竟然只有这么一丁点大 主要也是因为三胞胎 所以每个宝宝出生时 才不到五金 但幸运的是 每个宝宝都很健康 因为从系统兑换了带娃精通 人生第一次 给照顾起宝宝的洛王 一点也不心虚 甚至无比娴熟 穿衣服前 得先给宝宝们换上纸尿裤 洛王很想在系统里兑换 因为系统出品的 肯定比外面的要好 不但穿起来舒服 吸收快 而且超级透气 但是现在突然兑换拿出来 显得有些奇怪 毕竟系统这东西 还是只有自己知道就行 洛王很快就熟练的 给三个宝宝 换上了纸尿裤 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看得病床上的顾思宁 一愣一愣的 他有些不敢置信的问道 你以前生过孩子 啊 洛王有些没反应过来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会生孩子 我的意思 是你以前结过婚生过孩子 不然怎么这么熟练 洛王就算再傻也听出来了 顾思宁这语气里 似乎带着一丝丝质疑啊 我拿人的担保 我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洛王拍着胸口说道 欧顾思宁轻轻地应了一声 整个人网被子里划了一截 又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 但是眼角明显带着弯弯的笑意 换好尿布后 洛王又娴熟地给三个宝宝 分别穿好了衣服 宝宝们也特别乖 不管洛王怎么折腾都不吭声 只是把手指放在嘴里瞬息着 成功给宝宝换纸尿裤 萌宝直加100 成功给宝宝换衣服 萌宝直加100 本来之前兑换了技能和现金 萌宝直就剩下300点 这下子又变成了500 看到宝宝在吸手指 洛王知道三个小家伙 这是饿了 他想给宝宝充奶粉 但是刚获得的带娃精通告诉他 即使系统出品的奶粉很好 那也比不过母乳的营养价值 更别提母乳喂养 还能增进感情之类的 那个宝宝吗 好像饿了 洛王说道 顾思宁闻言 把被子往下扒拉两下 露出一根手指 指着房间里的桌子说道 那里有奶粉 洛王有些意外 他第一反应就是充奶粉 难道之前一次母乳都没喂过 宝宝出生多久了 洛王问的时候有些心虚 他一个当爹的 连宝宝最基本的信息也不知道 嗯 今天应该是第九天了吧 顾思宁想了想说道 那宝宝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喂的奶粉吗 洛王再问 话刚落音 然后马上拉起被子盖住半张脸 我 我也想喂母乳 可是不够吗 听到被子里传来委屈中 又带着羞涩的声音 洛王挠了挠后脑勺 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原来是因为母乳不够 也是 毕竟是三个宝宝呢 有时候 就算只有一个宝宝母乳 都不一定够 这完全是看个人体质的 这时 一个护工阿姨走了进来 见到洛王后 略带不爽地瞥了他两眼 洛王有些无语 看来他的渣男大名 已经在这家月子中心传开了 顾小姐 宝宝到了喂奶时间了 护工阿姨进来后提醒道 嗯 我已经让他冲奶粉了 顾思宁诺诺说道 阿姨眉头一皱 这样可不行 刚出生的宝宝 最好还是尽量吃母乳 我知道你母乳量有些少 但是有多少 尽量喂多少吧 说完后 他朝洛王说道 你也来帮忙 这些事 你个当爹的 本来就应该亲自来做 哦好的 洛王有些慌张 虽说他有带娃精通 但是喂奶这事 可不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洛王在阿姨的指导下 抱起一个宝宝 然后走到病床前 俯下身 准备递给顾思宁 结果发现 他这会儿 已经整个人蒙进了被子里 啊这 洛王用无助的眼神看向阿姨 这孩子 娃都生了还害羞呢 他是孩子 他爹又不是别人 阿姨细血的说道 洛王也有些尴尬 说起来 他们确实生了娃 但是那晚他喝多了 完全失去了记忆 想必顾思宁也差不多 所以现在让顾思宁 当着他的面给宝宝喂奶 他不害羞才怪呢 哇 哇 就在这时 洛王抱着的宝宝 似乎是恶极了 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另外两个小家伙听到 也跟着哭了起来 听到宝宝哭声后 顾思宁也顾不上害羞了 一颗脑袋钻住被子撬脸 通通说道 你 你把宝宝给我吧 第三章 娃都生了 别害羞 洛王也是第一次经历宝宝哭 见顾思宁同意喂奶后 连忙小心地把宝宝递了过去 顾思宁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 看上去有些吃力 就在他的手刚接过宝宝时 突然撕的一声 露出痛苦的表情 怎么了 是扯到伤口了吗 洛王急忙重新抱起宝宝 顾思宁忍痛点了点头 现在他还在恢复期 刚才用力之下扯到了伤口 导致现在连举手都会疼 一旁阿姨见状说道 你们都是 夫妻了还见外 小伙子 你帮他把衣服解开 再把宝宝放好事了 顾思宁一听 整个人都不好了 本来就红着的脸 越来越烫 可是宝宝的哭声越来越大 他心一横 干脆直接躺平两眼一闭 长长的睫毛轻轻颤抖 显示着他内心的慌乱 还愣着干嘛呀 阿姨催促道 然后先接过了洛王手里的宝宝 哦 洛王也有些慌 然后拉着被子准备掀开 别 别先 你 你手伸进来 顾思宁闭着眼睛 细弱闻声地说道 洛王轻轻嗡了一声 心脏狂跳不止 两只手从裤子边边摸了进去 马上就触及到一片极具弹性的地方 从他躺的位置判断 这里应该是腰部 洛王稳住心神 然后把手抬起来 向前摸索着 此时的顾思宁 脸蛋已经羞红到娇艳欲滴的程度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终于 洛王摸到了扣子 然后哆嗦着解开了最下面的一颗 两颗 三颗 解到第四颗的时候 顾思宁的身体突然一颤 因为洛王的手已经碰到了那两处地方 洛王也是凭着呼吸 额头都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尽量悬空着手 把剩下的扣子解完了 呼 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床上的顾思宁也是同样的动作 但是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阿姨看着两人都害羞的样子 抿着嘴让自己没有笑出声来 把宝宝递给洛王后说道 你把宝宝放到他壁弯里 他会自己找到的 洛王闻言把宝宝送到被子里 然后小心的放进顾思宁的壁弯里 果然宝宝一到妈妈怀里 小脑袋就拱啊拱 小嘴BIAG着四处寻找 很快就准确地含住了目标 开心地吃了起来 但是阿姨却皱起了眉头 用责怪的语气说道 你们小两口 是打算把宝宝闷死在被子里吗 啊 洛王这才反应过来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总觉得掀开被子 是不是不太礼貌 反倒是顾思宁 脸上露出挣扎犹豫的神色后 另一只手伸出来 把被子掀开一脚 让宝宝的头露在外面 当然 宝宝的粮仓也漏了一大半出来 洛王急忙转过头 看向其他地方 还好阿姨帮忙 把第二个宝宝送到了另一边 两个宝宝同时开吃 至于第三个宝宝 就只能洛王先抱着安抚 他抽空在系统里寻找起来 果然发现有奶嘴 三个奶嘴只用了三十点萌保值 把奶嘴放进宝宝嘴里后 他马上就用力地吸了起来 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 洛王看得心都要化了 阿姨在帮完忙后 叮嘱几句就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宝宝们瞬息的声音 还有两人尴尬的呼吸声 洛王决定找些话题聊聊 对了 我还不知道宝宝的名字呢 听到洛王的声音 顾思宁终于睁开了眼睛 余光看去见洛王 正背对着病床坐着 看到这一幕 他嘴角轻轻勾起一抹糊度 还没正式取名字呢 因为连户口都没办法上 顾思宁脸上露出一丝愁容 他和洛王毕竟连结婚证都没领 别说户口了 连出生证明都还没有 但是给宝宝上户口 就得先领结婚证 当初他们那一晚完全是个意外 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洛王索性先插开这个问题 那要不就先取个乳名吧 我还不知道 他们到底谁大谁小呢 我左边的是老大 右边是老二 你手里的是老三 洛王点点头 脑子里开始思考起来 片刻后开口道 那就叫堂堂 果果 甜甜吧 嗯 听你的 身后传来顾思宁温柔的声音 洛王不由得心房颤动 本来喝酒喝得好好的 结果转眼间 自己竟然成了三个萌宝的爸爸 还多了一个女神级的老 嗯 现在还算不上 想到这个问题 洛王开始有些头疼起来 但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 不然宝宝没户口以后 连上学半身份证都是难题 于是他硬着头皮问道 关于宝宝的户口问题 你有什么意见没 你问我吗 那当然是必须要上户口呀 总不能让宝宝当黑户吧 顾思宁都没有思考 直接说道 那 那咱们是不是要先领证啊 洛王心跳疯狂加速 同时也很期待 哦 那就领呗 洛王一愣 没想到顾思宁回答的如此干脆 心中惊喜的同时 也不免有些担忧 领证的话 就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了 而是直接上升到两个家庭 他这边 如果爸妈知道 突然多了三个孙女 应该会是惊喜多过于惊吓吧 只是他那边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通知家里 洛王小心问道 结果顾思宁听到这个问题 直接沉默了 洛王久久等不到回答心急之下 准备转身时 顾思宁终于说话了 通知你家里就行了 我这边暂时不急 洛王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能理解 他生宝宝 大概家里都不知道吧 这可是个大难题 只能以后再想办法解决了 哎呀 顾思宁突然叫了一声 快把甜甜抱过来啊 母乳本来就不多 都快让姐姐们吃完了 洛王一听急忙转身 然后两人四目相对 虽然洛王不是故意的 但看见了就是看见了 顾思宁刚刚恢复的脸 又刷的一下 变得通红起来 他想用手挡脸 但是两只手都抱着宝宝 根本抽不出来 于是只能任命地 闭上了眼睛羞涩道 你动作快点 哦 洛王赶紧把骨骼爆开 然后把甜甜换了上去 叮 成功辅助喂养母乳 萌宝直加三百 第四章 笑花的真实身份 在吃完后母乳后 洛王又亲手帮顾思宁 扣上了衣服扣子 当然还是在一阵尴尬的 气氛中完成的 完了 洛王又开始充奶粉 虽然宝宝们现在的饭量不大 但本来就不多的母乳 显然是不够他们吃饱的 这次洛王直接用了 从系统中兑换的奶粉 冲好后 一次喂了三个宝宝 但是洛王很明显能看出来 宝宝对奶粉的热情 完全比不上母乳 如果不是恶极了 他们可能压根就不愿意吃奶粉 喂完后 又是三百萌宝直入账 之前五百萌宝直 换奶嘴用了三十 换奶粉用了一百 辅助母乳和冲奶粉 入账六百 所以现在 他一共有九百七十点萌宝直 三个宝宝吃饱后 静静地躺在摇篮里 洛王坐在旁边轻轻晃动着 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摇篮曲 顾思宁嘴角露出了微笑 看到洛王作为一个新手奶爸 却把宝宝照顾得紧紧有条 他更加坚定 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他一点也不后悔 似乎是突然想起什么 他小声开口问道 对了 你身上的钱够用吗 放心 钱的是交给我来解决 没问题的 洛王信心满满说道 虽然他现在收入不算高 但是系统里每个月可以兑换十万 而且 还有其他四个选项 洛王虽然没打开看 但是想必通过系统赚个养家的钱 应该不难 对了 我记得你毕业前都拿到新秀赛冠军 准备正式出道的吧 洛王问道 嗯 但是刚毕业没多久 我就发现怀了宝宝 也没办法顶着个大肚子出道吧 顾思宁谈起这个话题时 微微有些失落 洛王也清楚地感知到了这一点 当初他还在学校时 就展现出了极高的唱歌天赋 再加上无与伦比的外在条件 毕业前就被一家很有知名度的公司签下 而且把每年一度的龙国乐坛新秀赛 当做他的出道秀场 他也不负众望 拿下了当年的新秀冠军 结果 因为怀了宝宝 却无法正式出道 洛王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在学校学的作曲系 现在也在一家小型娱乐公司上班 所以他非常清楚 那些娱乐公司对于合同的严苛程度 那公司那边 现在是什么态度 洛王担心地问道 能是什么态度啊 当然是很生气呗 他们责令我生完宝宝后 必须正式出道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 我还是想先把宝宝照顾好再说 听到顾思宁的回答 洛王心中没有自责是假的 人家好好的前途 可以说是被他给截糊了 现在既然目已成舟 那自己以后 必须要好好补偿他 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想到这里 洛王感觉肩膀上的压力 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要开始养家了呀 他打开系统 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用得到的功能 五个选项 奶爸 艺术 洛王没想到蓝星之外 还有一个名为地球的平行世界 那岂不是说 现在系统里的音乐 全都是蓝星这里没有的 身为做曲圈的人 他此时就仿佛看到了一个 无边无境的大宝藏 系统里来自地球的庞大曲库 放在蓝星 就代表着数不清的钱 还有名气 但是想短时间通过写歌赚到大钱 是不现实的 因为现在的他 在音乐圈无名无姓 即使他把地球上的经典名曲拿出来 也不会有人出高架 而且蓝星的做曲家 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 青铜级 白银级 黄金级 白金级 翡翠级 宗师级 王者级 每个级别都是由作品的销量来决定的 洛王到现在为止 严格来说 连青铜级都算不上 因为青铜级的作曲家 要求所有作品累计销量达到50万 而他过去只有两首作品 加起来销量才40万左右 这种地位 即使拿出在地球风里乐坛的曲子 也不会有人买账 所以想要赚钱 还得先提升自己的作曲等级和名气才行 而提升名气最快的方法 莫过于亲手打造一个人气巨星 想到这里 他看向了顾思宁 如果不是因为要照顾宝宝 他完全可以专门给他写歌 正好弥补他因为自己丢失的歌手梦想 洛王还是等安定下来 再问问他的想法 现在不用太着急 这时 洛王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一看是公司作曲群的信息 原来是今年的新秀赛作品招募活动 正式启动了 每年这个时候 大量的娱乐公司 都会把自家新人送上新秀赛 是急需作品的时期 所以 每年都会有一次作品招募活动 所有作曲家都能参加 如果作品被选中 还在赛场上获得成功 那连带着作曲家 也会得到不小的曝光和名气 洛王意识到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洛王 我饿了 这时 顾思宁突然说话了 洛王急忙退出系统问道 你想吃什么 我出去买 我突然特别想吃中南路那边的生煎 可以帮我买回来吗 好 我马上去 洛王听到后 立刻起身 中南路离着不远 骑电动车来回 也就十几分钟 他前脚刚离开病房 一个长相和顾思宁七分神式的女人 推门入 臭丫头 知道我要来还特意把人给支走了 不打算给我这个亲姑姑介绍一下吗 女人笑起来很好看 充满了成熟女人的知性美感 她正是顾思宁的小姑 顾婉华 哪有呀 小姑 我是真的刚好想吃那家的生煎了 你碰到她了 顾思宁交声道 在走廊看见了 阳光干净高大又帅气 但是这些可不足以 说服你爸爸呀 顾婉华边说边走到婴儿床边 目光中带着温柔 可是 你交代我要先考验她 结果她都做到了呀 哦 她交钱了呀 不只是交钱 她对宝宝可有耐心了 把宝宝照顾得特别好 听到侄女一个劲地夸奖陆昂 顾婉华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坐到床边 这些都只是最基础的 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啊 毕竟偌大的顾是商业帝国 你可是唯一的小公主 第五章 当时我喝多了 听到姑姑的话 顾思宁沉默了 顾婉华宠溺地摸着她的头揉声道 如果她真像 我还没想好 这时候退缩了 当时把那小子灌醉 带到酒店的勇气去哪了 听到姑姑的调侃 顾思宁又脸红了 撒娇道 哎呀 不许再提那件事了 那天晚上我也是喝多了吗 可没喝多你自己心里有数 不过姑姑倒是真佩服你 为了逃婚 竟然干出这种事 要是当年 我也能像你这么勇敢 或许就不会和她错过了吧 顾婉华惆怅万分地说道 那我爸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还在生我的气吗 顾思宁小声问道 你还不了解你爸吗 禁止你进娱乐圈你不听 都准备给你订婚 结果你离家出走这么久 如果她知道 你已经生宝宝了 怕是会直接发疯 说说看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面对姑姑的询问 顾思宁考虑片刻后认真说道 先和她把证领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我也相信 她能让爸爸接受她 其实你们不领证 我也能帮宝宝把户口办下来 你是认真的吗 我 我其实也没打算把她卷进来 只是看着宝宝们 我觉得 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听到这个回答 顾婉华长叹一声 既然你都认定她了 那就坚持你的选择吧 你爸那边 我会替你先瞒着的 说着 她拿出一张黑色的银行卡 继续说道 卡里有两千万 你的账户都被你爸冻结了 可别苦着宝宝们 另外那小子看起来也没什么钱 说起来 还是你这丫头坑了人家 顾思宁一听不乐意了 独嘴道 什么叫坑他 我们当时都互相有好感 我只不过是冲动了一点点吗 一点点 嗯 就一点点 扑 行了 姑姑先回去了 你好好养身体 顾婉华起身走向门口 开门后似乎想起什么 伸手进包里 拿出一个透明的密封袋 里面只装了一叶纸 她回头把密封袋递给顾思宁 那 你的户口本 姑姑我貌似偷出来的 谢谢小姑 爱你哦 顾思宁眼睛都笑弯了 顾婉华宠溺的摸了摸 她的头然后出了房间 走到走廊尽头时 正好遇到了 用衣服包着生间 一脸着急飞奔的陆昂 这孩子 慢点别摔着了 她不禁开口提醒道 陆昂一脸猛逼看了她一眼 发现根本不认识 于是点点头算是回应 急忙朝病房跑了过去 顾婉华看着陆昂的背景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转身离开了月子中心 回到房间 陆昂才把怀里的生间拿出来 还好没凉 你快趁热吃 陆昂递过生间 顾思宁见她怕生间凉了 直接包在怀里 顿时满眼都是感动 正准备抬手去接的时候 陆昂却急忙制止她 别动 小心又扯到伤口 我喂你吃吧 陆昂不由分说 把床摇高了一些 然后夹起一个生间 送到了她嘴边 顾思宁张嘴轻轻咬了一口 顿时感觉生间都是甜的 一盒生间吃完后顾思宁的表情 还有些意犹未尽 我再去买点 陆昂见状起身说道 不要了 饱 饱了 我饭量又不大 顾思宁眼神飘忽说道 哦 陆昂呆呆的点了点头 哼 顾思宁叫哼一声 我困了 想睡觉了 陆昂连忙把床摇平 那你睡吧 我就在这里有事 随时喊我 你也睡会儿吧 都辛苦这么久了 我没事 你好好睡不用管我 文言 顾思宁只好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虽然现在已经快凌晨了 但是陆昂丝毫没有睡意 一是担心睡着了 宝宝醒来 不能第一时间知道 二来 她也要琢磨一下 参加这次新秀赛的作品 她先打开手机 进入了活动官网 她看了一下 单纯的曲谱和歌词 投稿占了大数 词曲包揽的投稿 是最少的 这也很正常 能做到词曲兼得的人才 还是很稀少的 现在招募的是第一轮比赛的作品 是以生活为主题 每个参赛者需要准备两首作品 陆昂粗略看了一下 那些投稿的作品 差不多都是写生活相关的音乐 这个题材的作品 可不算太好写 如果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 写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会缺点味道 好在陆昂完全不需要担心 来自地球的超级曲库中的音乐包罗万象 几乎什么题材都能找到 很快 陆昂就在曲库中 找到了符合生活主题的作品 而且还不止一首 关键是 每个作品都相当的优秀 甚至让他有些难以抉择 到底选哪个 这就是拥有超级曲库的痛苦啊 正好这时作曲群发来消息 原来是公司 今年也打算推出两个新人参赛 陆昂这下有选择了 既然公司要推新人 那他就干脆对症下药 明天去公司 先见见两位新人 然后根据他们自身的风格 再来选择作品会更好 房间里有陪护床 陆昂走过去 也准备休息一下 结果刚躺下 婴儿床里面响起了动静 三个小家伙 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整齐滑衣的乌蛙起来 陆昂几乎是从床上 弹射起来冲过去的 哟 宝贝们怎么哭了呀 爸爸来了不哭 他一边哄着 一边抱起老大 一检查发现 是拉臭臭了 哭声把顾思宁也惊醒了 还拉臭臭 都商量好一起 陆昂笑着给宝宝们 洗了小屁屁 然后又换了新的纸尿裤 又用最快的速度 冲了三份奶粉 结果当他抱起堂堂喂奶时 他尝了一口后 竟然用粉嫩的小舌头 把奶嘴顶了出来 然后哭得更大声了 他又抱起鼓鼓试了一下 结果是一样的反应 顾思宁见状 顿时满脸愁容 他愧疚地说道 怎么办呀 他们才吃过没多久 我 我这里也没多少呀 看着三个宝宝哭得越来越凶 陆昂也心疼无比 突然脑海中闪过几个字 人工催奶按摩术 都这时候了 他也顾不上其他心意横 对顾思宁说道 我有办法让你有足够的母乳 第六章 特殊手法 啊 顾思宁一时没反应过来 歪着脑袋 发出疑惑的声音 那个 其实我家祖上三代 都是老中医 有种办法能快速产生母乳 陆昂这倒是没瞎说 他老爸 爷爷 太爷爷 都是正儿八经的中医 父母现在 也在老家镇子上 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可是听到陆昂的话 顾思宁两道柳眉 却紧紧拧在了一起 有些害怕的问道 是要喝中药吗 看那表情 仿佛是刚喝过苦到心里的中药 陆昂有些忍郡不惊 这还没喝呢 就这表情 不用不用 只需要用我家一种祖传的特殊手法 通过刺激学位来产生母乳 哦 顾思宁茫然的点了点头 反正也听不懂 不过随即像是意识到什么 痴痴问道 你说 特殊 手法 陆昂文言尴尬地承认道 啊 对 是一种按摩手法 说完后 他直直盯着宝宝小声哄起来 等待着顾思宁的回答 在三个宝宝的哭声中 顾思宁也是万分纠结 当初确实是他主动带喝醉的陆昂区的酒店 可当时 他也喝得上头了 再加上奈氏家里逼婚 可他心中非常抵触家族联姻 正好那会儿他作为校花 对身为校草的陆昂暗生情愫 可以说是他的初恋了 于是毕业酒会上 他酒精上头 做出了那个冲动的决定 但当时他 完全处于迷糊状态 自己都不记得 那晚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现在他可是清醒状态 白天当着他的面围宝宝 都很害羞了 现在竟然还要直接按摩 这 但只是经过非常短暂的内心挣扎 母爱战胜了内心的羞涩感 你来吧 别让宝宝饿极了 他闭上眼睛 平静地说道 洛王文言却是心头一震 心中一片坦然 再没有任何不干净的想法 他直接打开系统 用七百蒙宝植 兑换了按摩术 先把宝宝放回去后 他走到病床前 深深吸了一口气后 开启了按摩术 这一瞬间 他只感觉身体中 有一股气流 汇聚到双手掌心 然后开始发热 竟然这么神奇 他心中不由大惊到 但现在可不是惊讶的时候 他直接双手伸进被子里 再次解开了他的扣子 然后双掌轻轻地 扮上了两处柔软之地 可此时 他心中波澜不惊 没有任何肮脏的想法 开始控制着掌心气流 进入顾思宁的穴道之中 嗯哼 顾思宁突然发出轻哼声 翘脸通红一片 但是下一刻 他只感觉一股暖流袭来 舒服得像是泡在温泉里 只是那里传来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苏玛感 两分钟过去后 他突然睁开眼睛 惊喜地说道 好像来了 洛王文言收手 脸上也露出笑容 心中暗道 系统出品果然很神奇 这可比任何补品都有效果 一次按摩产生的量 竟然头一次 让三个宝宝都吃饱了 连奶粉都不用充了 一次喂完三个宝宝后 洛王原本只剩270的萌宝值 又变成了570点 就是少了充奶粉的300点 不过比起 让宝宝吃够母乳 300点萌宝值 洛王也不在意了 宝宝们第一次吃母乳吃到饱 很快就香香地睡着了 而顾思宁这时脸上 却露出一丝倦意 有些虚弱地说道 我好像又饿了 洛王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 他用按摩术 短时间内催生了大量母乳 这可不是白来的 都是用顾思宁自身的能量换来的 毕竟能量守恒定律 扯远了 想吃什么 我马上去买 洛王柔声说道 想和妈妈做的排骨汤了 顾思宁话没说完 突然眼圈泛红 声音也哽咽起来 洛王见状直接慌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好在他最终没有情绪爆发 伸手抹了下眼睛说道 对不起 你还是帮我随便买点什么吧 洛王看得一阵心疼 却在这方面帮不上太大的忙 只能骑车出去 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饭店 打包了一份排骨汤回去 顾思宁吃完后 也安静地睡着了 可洛王却有些睡不着 他寻思 是不是该先通知家里了 顾思宁那边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或许有难言之隐 不能让家里知道 他再直男也知道 一个女人这时候 最需要的安全感 或者说 是需要家的温暖 不知道 如果让老妈来帮忙照顾的话 会不会能让他好受一些 最终洛王还是决定通知家里 反正迟早都是要通知的 第二天一早 洛王被宝宝们的哭声吵醒 一阵忙活后 又收获三百点萌宝值 在安顿好几个宝宝后 洛王跟顾思宁提起了这件事 那你通知家里吧 你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宝宝 还有我 身体会扛不住的 顾思宁听完后 乖巧地说道 好的 那我现在先离开一会儿 公司那边还有点事 洛王说道 顾思宁闻言 更是心中过意不去 又要照顾他们母女 还要兼顾工作 可是现在 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想了想他伸手到枕头底下 摸出昨天姑姑给的那张黑卡 你把这张卡拿着吧 里面有些钱 洛王一愣 随后立刻说道 不用 我身上还有钱 再说 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从宝宝出生到 昨天我才知道 我已经亏欠你们太多了 顾思宁闻言 眼圈又泛起一阵水雾 但是嘴角却露出一丝笑意 你拿着吧 就当是我的嫁妆了 这 开什么玩笑 我连彩礼都没给 你倒先给我嫁妆了 洛王有些好笑的说道 你还在意这么多干嘛 以后我们 就是一家人了呀 顾思宁说完 直接把卡塞进了洛王手里 洛王见他执意如此 只好说道 好吧 那我先帮你收起来 反正这卡里的钱 不管有多少 他是没打算用的 而且 昨天还欠款四万多 估计这里面也没太多钱 随后 洛王拿起手机 给三个宝宝 拍了一张合照 发到了朋友圈 佩文 新手奶爸上路 我上辈子 大概是拯救了宇宙 才能认识你们三位小公主吧 这是他临时起义 通知家里的方法 因为如果打电话 实在不知道怎么说 朋友圈刚发出去 手机就疯狂的响了起来 老妈 儿子 你是不是傻了 赶紧回家 让你爸给爸爸卖 老爸 林浩 老三你不地道啊 我怎么突然就当爷爷了 二胖 昨天你没喝多少啊 哥这儿发什么酒疯呢 电动车啥手还我 老四 公司同事 不好好写曲子参赛 第七章 来自地球的音乐作品 看到朋友圈下面的回复 陆王顿时尬住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 相信这是真的 好吧 还是得亲自打电话 给爸妈解释才行啊 不过他还是打算 先去一趟公司 把参赛作品敲定 毕竟这关系到他的事业 现在 他可不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状态了 来到公司 刚进入做曲部 陆王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太嚣张了 一个还没出道的新人 竟然敢瞧不起我吗 他竟然说 我的曲子是垃圾中的垃圾 我特么还不乐意给他呢 没办法呀 谁让人家是老板的亲戚 亲戚又怎么样 有本事自己创作呀 干嘛还找我们 我反正不管了 我直接去招募活动投稿去 懒得受这个气 陆王打听一圈后才知道 原来公司准备推出的两个新人中 有一个叫孙俊熙的 他是老板的亲外甥 貌似眼界有些高 今天作曲部拿过去的作品 被他损得一无是处 陆王看同事们被气得不轻 也意识到 那个孙俊熙 怕是不好相处 但是他对系统的曲库 有绝对的信心 于是直接来到了艺人部 是陆王啊 有什么事吗 艺人部助理小唐问道 来送曲子呗 不然还能干嘛 陆王笑道 小唐文言突然靠近陆王小声说道 你不知道做曲部的曲子 都被打回去了吗 那个新人可不好伺候 又是有关系的 没事 陆王毫不在意道 行吧 等你碰一鼻子灰 就相信我说的了 你直接去录音棚那边吧 小唐无奈的耸了耸肩膀 陆王又转到录音棚这边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一阵暴躁的怒合声 这都什么垃圾玩意儿 这种歌连第一轮都过不了 公司养的全都是废物吗 我舅舅也是的 直接帮我找钻石级的作曲家定制 不就行了吗 非说要照顾自己公司的作曲家 结果就这 陆王皱了皱眉走了进去 见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正在发脾气 不用问他 肯定就是孙俊熙了 见陆王进来 他养着下巴问道 你也是来送曲子的 什么等级啊 还不到青铜级 陆王平静说道 吃 孙俊熙摇起了头 我就说 公司作曲部全是废物 一个连青铜级都不到的 都赶来献丑了 陆王眉头皱得更深了 小唐确实说的没错 亲自体验后才知道 这家伙是有多讨厌 但是 曲子还是要试唱的 主要是因为 公司内部收作品分成会比较高 一般来说 作曲家和公司 更多的像是合作关系 作曲家赚钱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卖版权 一种是走分成路线 卖版权就相当于一次性买断 以后作品就跟作者没关系了 而分成则是靠作品的销量来说话 一般大多数作曲家 都会选择买断制直接拿钱 除非是那种高级作曲家 对自己的作品有很大的信心 才会选择分成 而走分成的话 分成比例也是根据作曲家等级决定的 比如 作品是参加招募活动被选中 青铜级以下 统统是按3%算 青铜级5% 白银级10% 黄金级15% 翡翠级20% 但是如果到了钻石以上 那就直接两级反转了 钻石级的作曲家地位 可以说在圈内有了一定的地位 就是一些有名气的艺人也不敢得罪 他们的分成没有具体的比例 甚至有的作曲家能拿到大头分成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哪怕级别没有到钻石 但是作品非常优秀 超出当前级别的话 分成也是可以商量的 洛昂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所以是打算走分成比例的 没有达理孙俊熙 他直接对录音老师说道 张老师麻烦试唱一下我的作品 张老师文言看向了孙俊熙 结果这货不屑地笑了两声 那我喊一心过来吧 张老师拿起手说道 然后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门外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戴着眼睛看起来 老师憨厚的年轻人跑了进来 他就是公司 今年推出两个新人之一 一心 张老师是有新曲子吗 嗯 陆老师刚拿过来的 你试上一下吧 一心文言 先是走到陆王面前礼貌地伸出手 陆老师您好 我叫一心 你好 陆王握手点头道 陆老师先把曲谱给我看看吧 张老师说道 是这样张老师 我想先听听一心的声线和风格可以吗 陆王说道 哈哈 那这么看来 陆老师准备了不止一首作品啊 陆王不可否认地点了点头 如果一心符合他心中的要求 那就把两首作品都给他唱 那一心你先随便唱首歌 给陆老师听听吧 好的张老师 一心清了清嗓子 就站在原地开始清唱起来 声音刚起 陆王就惊喜地挑了挑眉 他的声线是那种略低沉 带着一丝雌性的 在这一瞬间他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好 我知道你该唱什么样的歌了 陆王兴喜道 然后直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曲谱 从中找出一张交给张老师 张老师结果一看 发现竟然是词曲甚至编曲都有的完整版 然后他看着曲子轻轻哼了起来 哼了几句后 他赫然抬头看着陆王 不敢置信地说道 木马成事 你果然说的没错 这首歌简直太适合一心唱了 而且作品本身也非常非常优秀 和本次新秀赛的主题生活也完全契合 张老师有些激动地朝陆王竖起了大拇指 切 一个连青铜都不到的废物 作品能优秀到哪里去 我还是让我舅舅去招募活动 给我买作品吧 旁边传来孙俊熙嘲讽的声音 不过陆王三人都没有理他 张老师直接让一心进了录音棚内 一心只用了十分钟熟悉曲谱 然后对外面比了个OK的手势 低沉略带雌性的声音 顿时通过音箱传了出来 游历在大街和楼房 心中是骏马和猎场 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 不过就这样 天外有天有无常 山外有山有他乡 跌了撞了 心还是回老地方 张老师轻轻打着节拍 眼中充满了惊喜神色 嘴里轻声念叨 好词 终于一心唱到了副歌部分 把烦恼痛了吞了认了算了 不对别人讲 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 张老师直接激动地站了起来 脸上的肌肉都因为兴奋 开始抖动起来 这时 孙俊熙突然冲到控制台 眼巴巴地看着里面说道 这首歌我要了 你叫录什么来着 一万块我买断了 第八章 捂住耳朵不许听 洛王和张老师正沉浸在音乐当中 孙俊熙的出现 顿时让两人同时皱起了眉头 不卖 洛王直接了当地吐出两个字 什么 孙俊熙意外地看向他 脸上表情有些不悦 你连青铜集都不到 一万块买你一首歌 已经很看得起你了 不好意思 我的歌比较任人 我已经决定把歌给一心唱了 你可想好了 我舅舅可是你老板 你还想不想干了 哼 我和老板也是属于合作关系 作品版权怎么处理 我说了算 洛王毫不相让 态度很是坚决 行 你牛逼 你给我等着 孙俊熙扔下一句狠话 气冲冲地离开了 这个家伙人品一看就不行 你这样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 张老师担忧道 他能对我怎么样 无非是让老板开除我 但是作曲家是靠作品说话的 而不是靠关系 洛王完全不担心 只要有优秀的作品拿出来 他哪里去不得 这点倒是没错 从你这首作品我能看出来 你未来成就不会太低 张老师感叹道 在等一心唱完后 洛王和张老师一致认为 这首歌非常适合他 于是立刻敲定了下来 当然洛王没有选择买断制 而是跟公司谈的分成路线 洛王之所以选择把作品 给自己公司的艺人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一般自家公司收作品时 分成会比外面要高一些 青铜以下在外面是拿3%分成 而公司内部一般会给到5% 但是洛王这首作品 经过公司制作人的评级 水平很显然已经超出了青铜级 公司给出的是白银级的分成10% 但是还需要老板的亲自确认 才能正式签合同 对于这个结果 洛王没有意义 虽然作品很优秀 但终究是没经过市场检验的 公司肯给他这个分成 已经是对这首作品最大的尊重了 消息很快就传回了作曲部 洛王回来时 大家的眼光都有些诧异 洛王只能算是一个 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 没想到这次 竟然直接拿到了白银级的分成 要知道 公司现在最高级别的作曲家 也才黄金级 而且他的作品 今天也被孙俊熙无视了 当知道洛王没把作品 给孙俊熙唱时 作曲部顿时热闹了起来 干得漂亮 小洛 你算是给我们出了一口气 他真以为自己老板亲切 就可以随便拿捏我们 同事们的热情 让洛王有些承受不来 找了个借口 直接离开了公司 这一行最大的好处就是 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只要你能拿出作品来 完全不用计较人 是不是在公司 再者 他们也不拿工资 纯粹靠买断 或者分成来赚钱的 出了公司后 洛王拿出手机看了下 发现家里 竟然连一个信息都没发 这是完全不相信 他发的朋友圈啊 不然哪怕有一丝怀疑 老妈早就电话轰炸了 没办法 洛王只好亲自打了过去 啥事啊儿子 那头传来老妈的声音 妈 我刚才发的朋友圈是真的 洛王认真说道 哼 老妈年纪大了 但还不傻 你发的照片里 那三个小宝贝那么可爱 一看就是在网上找的照片 老妈不以为然 显然是不信的 唉 就知道你不信 事情是这样的 洛王在电话中 把事情的经过 大致的讲述了一遍 电话那对久久沉默 最后在电话挂断的前一刻 洛王听到了老爸的咆哮声 赶紧挂电话买票去江都啊 还愣着干嘛 嘟嘟嘟 洛王有点慌 易老爸的脾气出这大事 自己肯定不秒了一顿臭骂 主要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啊 老两口就这么突然 多了三个孙女 加一个媳妇 洛王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顾思宁和三个宝贝了 也不知道老爸老妈见到他们后 会不会惊喜盖过惊吓 回到月子中心 洛王先把欠的四万多块钱补上了 这样一来 从系统兑换的十万就只剩下五万多了 接下来还得考虑房子的问题 总不能一直待在月子中心 他现在住的是一个单人间 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等老妈过来 说不定还会留下照顾 所以必须要租个大点的房子 他直接给老大林浩发了信息 让他帮忙找一套三十一厅的房子 林浩现在职业就是房产中介 很快林浩就回了信息 老三你怎么突然要换房子 还是换这么大的 你早上发的朋友圈该不会是真的吧 是真的 WOC 老三你是不是被人套路喜当爹了 当你爹啊 滚 赶紧给老子把房子找好 房子有的是 你真没开玩笑 洛王直接把月子中心的定位甩了过去 不再回他信息了 这趟洛王出去只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 回到房间时 宝宝们还在酣睡当中 顾思宁也刚醒没多久 正吃力的举手 想按床边的呼叫器 怎么了 洛王急忙问道 帮我喊下阿姨 我 我想上厕所了 顾思宁说着 脸已经红透了 洛王一听 急忙走过去 按下了呼叫器 之前的亲密接触 都是为了宝宝 可是上厕所这种私密的事 很显然他是抹不开脸 让洛王帮忙的 谁料按下呼叫器后里面传来声音 麻烦稍等一下 护工阿姨们正在换班之中 顾思宁一下僵住了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因为他真的已经忍到极致了 怎么办 万一忍不住在床上画了地图 那就真的 没脸再见人了 顾思宁内心疯狂的挣扎着 你扶我去吧 最终 他还是咬牙向洛王发出了求救 洛王小心的 把他抱起来 走到厕所里 一直到马桶边才放下来 那个 你自己能拖吗 洛王小声问道 弯腰 高口疼 哦 那我闭上眼睛 洛王闭上眼睛 帮忙拖了下来 然后扶着他小心的坐下去 接着就走出卫生间带上门 呼 站在门外刚刚松一口气 里面又传来顾思宁的声音 你捂住耳朵不许听 第九章 胀得疼 洛王闻言 干脆走到病房外面 等了好几分钟才重新进去 好了吗 好了 听到回答后 洛王推开洗手间的门 咕哧 顾思宁突然无嘴笑出声来 因为洛王不知道 哪里找了快步 绑在了眼睛上 但是下一刻心中生起一股暖意 因为洛王的人品 让他更加感觉自己 没选错人 蒙眼摸索着 帮他穿好后 洛王才扯下布条 抱他回到了床上 这时 护工阿姨换完班过来了 手里还拿着纱布和药 顾小姐该换药了 家属在旁边看着 等回家了换药 是可以自己操作的 听到阿姨的叮嘱洛王 也站到了床边准备学习 但是顾思宁却用手捂着小肚子 不肯拿开 怎么了顾小姐 到现在害羞呢 阿姨笑道 不是 主要是肚子现在好难看 有刀口 还有妞身纹 顾思宁说话的时候 把脸偏到了一边 避免去看陆王 而陆王此时心中很不适滋味 他心中很明白 没有女生是不爱美的 特别是顾思宁 以前是江都传媒第一女神 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 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他只是不想 把自己不完美的地方 展现在陆王面前 阿姨我来吧 你教我怎么做 陆王拿过阿姨手里的纱布药品 直接掀开了顾思宁的衣服 露出小肚子 啊 你 你辛苦了 如果弄疼你了 立刻告诉我 顾思宁的神色欲言又止 最后化为嘴角一抹微笑 而陆王在阿姨的指导下 小心地撕开胶带 纱布下的皮肤 被消毒液染成了黄褐色 与周围嫩白的皮肤 形成鲜明的对比 小肤上一道缝合起来的刀口 就像是一条争鸣的蜈蜈 而他本来鲜鲜一握的腰肢 也变得有些圆润起来 还布满了一条条沟壑式的条纹 一定很疼吧 他当时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 也很害怕吧 陆王心中一阵脚痛 紧紧拽起的手也松开了 阿姨走后 他轻声问道 是很难看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呢 等伤口长好后 我会帮你消除八分的 保证让你恢复的和以前一样 陆王柔声说道 真的吗 顾思宁眼中神采大放 你忘了昨天的按摩术了吗 我家可是祖传中医 嗯嗯 那我相信你 两人相视一笑 经过这一天的相处 似乎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 嘿 老三 这边 突然背后传来一道狗狗碎碎的声音 陆王回头 看到门框边边 露出来老大林浩的半张脸 我出去一下 陆王招呼一声走出房间 林浩直接一拳捅在陆王肩膀上 呲牙咧嘴的说道 你搞什么飞机 到底什么情况 床上那个是谁啊 刚才陆王挡着 他并没看清床上人的长相 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吗 就是一不小心当爸爸了 走 带你去看看我宝贝闺女 陆王直接拉着林浩往房间走 炫娃的心情 突然有些不可控制起来 林浩被拉进房间后 往床上瞥了一眼 卧槽 你小声点 吵到宝宝睡觉了 陆王飞速转身 一手捂在他嘴上 而林浩两只眼睛 疯狂往床的方向瞥 不停地用手往那边指 当陆王把手松开后 林浩长出一口气 还在不停地朝陆王挤眉弄眼 啥表情啊 你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陆王拉着他的手臂一带 让他面朝病床 顾思宁 我老 女儿的妈妈 这是我宿舍 老大林浩之前的酒会 你应该见过 林浩此时脑子有些乱 勉强抬手朝顾思宁挥了一下 好久不见 你好 而病床上的顾思宁 却是面无表情 只是礼貌性地回应了一声 他现在的表现 和单独面对陆王时 完全是两个人 给人一种巨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林浩也不在意 整个江都传媒学院 都知道顾思宁是什么性格 或许只有陆王 才能见识到他的另一面吧 介绍过后 两人来到婴儿床边上 林浩只看了一眼 整个人都呆住了 毕竟看真人和照片 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何况是这么可爱的三胞胎 这 天哪 这也神奇了吧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我能抱抱吗 林浩说着 就两只爪子伸向了宝宝们 啪 陆王直接一巴掌抽他手臂上 洗手了吗 你就抱 被抽了 林浩也不生气 收回手臂 蹲在边上看着宝宝们 黑黑傻笑 房子找好了没 这时陆王问道 估计最多明天老爸他们就要来了 房子这事 必须尽快解决 按你的要求 找到江畔华府三室一厅 拎包入住 随时能签合同 林浩嘴上说道 目光一直没离开宝宝们 走 现在就去签 还得买些东西 陆王直接把他拉起来 然后嘱咐顾思宁道 我出去租下房子 很快就回来 有事记得找阿姨 嗯 你去吧 我没关系的 顾思宁乖巧回道 随后两人离开月子中心 上了林浩的车往江畔华府赶去 刚上车林浩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 牛皮啊老三 没想到你竟然不声不响 把笑花拿下了 还生了个三胞胎 我说是个意外 你信吗 切 这种意外咋没发生在我身上呢 因为你长得没有帅啊 滚 兄弟两人一路半嘴 到了地点后 房东已经先到了 陆王只是简单看了下房子 家电什么的都是齐全的 一个月六千租金 阳台还能看到横川江多的长江 景色非常不错 陆王没有犹豫 直接付了一万八 压一付二 随后又开车出去买了几套新的床上用品 还有厨具 都搞定后才回到了月子中心这边 恰好刚回来 宝宝们也醒了过来 于是又是一阵忙活 收获了一大波蒙保值 没满月的宝宝 睡眠时间是要大于清醒时间的 陆王把他们抱到床上逗了一会儿后 三个小家伙又开始打起了喝歉 在哄完他们睡觉后 陆王转身问顾思宁 中午想吃什么 但是顾思宁却没有回答 而是两道柳眉痛苦地皱在了一起 怎么了 陆王担心地问道 张 那我帮你去卫生间 不是 顾思宁又脸红了 称怪道 都怪你那个按摩术 现在宝宝吃完了还有多的 胀得疼 陆王 第十章 我真的可以吗 陆王听到直接猛了 要说关于宝宝方面 他现在是啥都懂 但是这个嘛 是真的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 没办法 陆王只好去把阿姨喊了过来 想着过来人应该会有一定的经验 阿姨来后 听了陆王的诉求 顿时乐了 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这可是好事啊 先前你都不够宝宝吃的 现在不用担心了 可是 他现在觉得太多了 胀得有些难受怎么办 听到陆王的话 阿姨突然细血的说道 其实也不是没办法 想当年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那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陆王着急问道 来来来 阿姨朝陆王招手 然后贴近他耳朵 小声说了起来 当年我也有多出来的 都让孩子他霸吃 阿姨悄悄说完后 直接离开了房间 而陆王则是当场正住了 竟然 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 顾思宁半躺在床上 疑惑的歪头 看着阿姨和陆王打谜语 终于忍不住问道 阿姨说的什么呀 有没有告诉你解决的办法 嗯 他告诉我了 那你快帮帮我呀 我现在好难受的 都都 我真的可以吗 不然我还能找谁啊 是不是也是跟按摩术 差不多的方法 陆王没吭声 转身关上门 反锁 关灯 然后拉上门帘 这一系列操作 直接把顾思宁看愣了 接着陆王来到床边 伸手去 就去解他的扣子 顾思宁也没有反抗 毕竟现在是真的难受 而且陆王还体贴的 把灯也关了 避免他尴尬 再说 上次也经历过按摩术了 所以也不是不能接受 然而 事情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解开扣子后 陆王没有按摩 而是低头凑了上来 他双手猛地捂住 你干嘛呀 陆王抬头 阿姨说 他当年多出来的 都是给孩子爸爸吃了 顾思宁 Sigma 一张翘脸 刹那间变得像火山般滚烫 甚至陆王都能感受到 他脸上散发的灼热气息 你揍卡呀 他惊叫一声 推开陆王的脑袋 拉起被子 直接把头都蒙了起来 陆王嘴角露出一丝坏笑 起身开灯 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 他带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装置回来了 这时 顾思宁还蒙在被子里没动静 刚才逗你的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听到陆王的声音 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 被紫边冒了出来 你拿的是什么啊 陆王晃了晃手上的装置 看起来像是个漏斗 后面还有一个空心的透明橡胶球 这是用来代替我工作的 这么一说 顾思宁终于明白了 只是脸上依旧活辣辣的 不过用工具吸出来 总比让陆王亲自上嘴好吧 那样的话实在是 太羞人了 最终 还是陆王用这个工具 帮他解决了问题 他整个人也放松了下来 但是盯着吸出来的宝宝口粮 满眼都是惋惜 那这些怎么处理 扔掉了 感觉好浪费啊 陆王拿出手机 查了一下相关事情 然后说道 网上很多宝妈都是冷冻起来 我也同意 那这些 要不 你来呗 别浪费啊 被紫外露出的两只眼睛里 此时冒着脚下的光芒 那刚才怎么不让我直接喝 哼 顾思宁把被子往上一拉 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了 正好这时 陆王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公司打来的电话 喂 陆老师吗 是我 是这样的 你那首木马城市的 分成方案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哦 怎么调整 老板亲自看过后 觉得您之前的作品销量并不出色 所以 最终给出的分成比例 还是按青铜级的5%来算 好我知道了 那你有空来公司签一下合同 陆王直接挂断电话 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 之前公司敲定的分成方案 几乎没有过重来的先例 但是偏偏到他这里就变了 不用想 肯定是那个 孙俊熙在中间拱火了 而老板也选择站在自己亲戚那一边 这是在借机敲打自己吗 哼 陆王眼神微眯 稍稍考虑后决定 签了这份合同 5%就5% 这才是第一轮比赛而已 陆王有自信 能在第二首歌上 让老板把扣掉的分成加倍奉还 怎么了 工作出问题了吗 顾思宁关切的问道 没事 一点小问题而已 陆王笑道 对了 今年的新秀赛好像已经开始了 你有参加投稿吗 当然参加了 不过作品是直接给了公司内部 那你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这边我多让阿姨帮忙 应该没问题的 陆王露出轻松的笑容说道 那可不行 必须以你和宝宝为主 再说一个新秀赛而已 还难不倒我 顾思宁嘟了嘟嘴 显然是觉得陆王在吹牛 陆王突然想起来 他觉得有必要提前说一下 顾思宁一听 脸上露出紧张兮兮的神色 露出来的两只小手 用力的抓着被子边角 这这么快啊 嗯 我老家离江都又不远 你快把镜子拿给我一下 洗手间里 有 陆王有些疑惑 还是进洗手间 把镜子拿出来递给他 只见顾思宁拿着镜子 左招右招 一会皱眉 一会叹气 也不知道在想啥 怎么办呀 感觉我皮肤变差了好多 头发油了 这样怎么见你爸妈呀 陆王文言心中一暖 原来是在担心这个 立刻柔声道 我爸妈很好相处的 而且你这么漂亮 他们肯定喜欢都来不及 这点陆王倒是一点没夸张 即使因为生宝宝 变得有些憔悴 现在的顾思宁 依旧亮丽动人 毕竟笑花级的颜值摆在那里 不行 第一次见面不能太随意了 帮我想想办法嘛 顾思宁突然用求助的眼神 看向陆王 好的 你等我一下 陆王随口说了一句 走出房间 不过没有走太远就在门口 然后打开了系统 开始翻找起来 产后护理套装 嗯 就这个了 陆王用了一千萌宝质 兑换了这个套装 之前他一共兑换了 五手割花了五百 现在萌宝质已经快见底了 回到房间后 陆王把它递给顾思宁 这是什么 连个标签都没有 顾思宁拿着好几个 不同形状的瓶子问道 这瓶子是透明的上面 没有任何文字 他打开瓶盖后 一股沁人心脾的蛋香 飘了出来 好香啊 顾思宁赞叹道 他以前用的护肤品 都是世界顶级品牌 但是有一说一 他感觉现在手里的这款 景凭味道 就让他感觉到很舒心 这是那些名牌也做不到的 祖传秘方 纯天然的 你试试就知道 陆王随便找了个借口 那我得先洗下脸才行 顾思宁扭头 看向洗手间方向 随后一脸委屈继续说道 从生宝宝 到现在还没洗过澡呢 身上都脏死了 那现在洗个澡 不行啊 刀口还没长好 不能碰水 只能用毛巾湿水擦 顾思宁皱眉道 哦 陆王点点头 走进卫生间接了一盆热水 然后进湿毛巾走了出来 你 你干嘛 顾思宁眼睛瞪得圆圆的 有一丝惊恐 你不是说用湿毛巾擦身体吗 我 你 哎呀 你把阿姨喊过来吗 顾思宁又用被子盖住脸 闷闷地哼道 讨厌 陆王挠挠后脑勺 把阿姨喊过来后 他就被顾思宁轰出了房间 门帘也被拉上了 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后 阿姨终于打开了门 进去一看 顾思宁已经换了一套新的衣服 连床单被套也都换过了 第十一章 拍照 你这些都怎么用啊 上面没有字 我也分不清他们的功能 见到陆王进来 顾思宁迫不及待地问道 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准确说是在乎第一次和陆王爸妈见面的形象 那个大瓶子是面霜 圆筒形的是洗发乳 都是免清洗的 陆王解释道 当然 这些都是照着系统里的使用说明念的 他自己是连护发素和洗面奶都分不清的那种 顾思宁闻言 撩动着自己有些油的刘海 眼神中的渴望表露无遗 我来帮你 陆王直接走过去 抱起他挪动位置 把头露在床外面 然后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床边 他长支腰际的 绣发盘落在陆王两腿上 挤出洗发乳后 陆王细致地开始涂抹起来 淡淡的清香味 瞬间弥漫整个房间 好香呀 顾思宁闭着眼睛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这时 门口一位抱着孩子的宝妈 探头进来轻声问道 你们用的什么牌子啊 怎么这么好问 原来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隔壁宝妈 我自己家里祖传的配方 陆王没有回头 手上边忙活边笑道 我可以进来吗 那位宝妈询问道 没事 进来吧 争得同意后 宝妈抱着怀里的宝宝走进房间 目光第一时间 就被婴儿床上三个小家伙吸引了 他惊讶地用一只手捂住嘴 险些发出惊叹声 快步走到床边看了之后 一脸羡慕地说道 天哪 你们家竟然是三胞胎 也太幸福了吧 而且宝宝还长得这么可爱 我要羡慕死了 陆王闻眼脸上不可抑制地出现了笑容 甚至连一向在外人面前很冷淡的顾思宁 都嘴角露出了微笑 无比骄傲地吐出两个字 谢谢 听到顾思宁的声音后 宝妈把目光转向了他 结果又是惊讶地张大了嘴 你长得好好看呀 怪不得宝宝也这么好看 这时陆王涂抹完了洗发乳 刚抬起头 宝妈又看了一眼陆王 你也长得这么帅 这没道理呀 怎么感觉全世界最好看的一家人 都让你们给占了呀 宝妈夸张地发出惊叹声 陆王和顾思宁倒是没太大反应 对于外星的夸赞 他们已经听得太多了 毕竟他们一个是笑草 一个是笑话 但是对于宝宝的夸赞 那就忍不住开心了 这或许就是为人父母后最大的乐趣吧 聊了一阵后 这位宝妈提出一个建议 想两家在一起拍一张合照 正好这时三个小家伙也醒了 在床上一一压压聊着 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语言 宝妈出去叫来一个阿姨 然后两家人抱着宝宝 拍下了几张照片 用的是拍力得 照片很快就打印出来了 两家各留了一张 此时这位宝妈还没意识到 几年后竟然会有人出天假 收购她手上的这张照片 当宝妈心满意足离开后 陆王又拿出手机疯狂拍照片 看来我们也需要准备一台拍力的 宝宝的每个成长瞬间 都必须要记录下来 我也觉得 以后就由我来负责记录吧 拍完照片 陆王在相册里左选右选 最后选出了九张照片 准备发朋友圈 拍照片是为了什么 一是记录 二来嘛 当然是炫瓦了 只是当他手指按上发布件前 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道 我能发你的照片吗 当然能呀 你想发就发 顾思宁言脚带着笑意说道 有句话叫做 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心爱你 那就看他 他 愿不愿意把你公之于众 无论男女都适用 那我发咯 但是我会屏蔽音乐圈子的人 只对我家人可见 陆王解释道 顾思宁一听 心中涌起一股暖意 很快就明白 陆王这么做的用意 他是考虑到 自己将来会复出 重新站上舞台 如果结婚生子的消息 在圈子里 曝光会影响到事业 其实不用的 我不在乎 顾思宁摇头道 陆王淡淡一笑 他在乎 屏蔽所有音乐圈的好友 包括以前的同学 除了宿舍三个兄弟之外 陆王点击了发布件 嘶嘶嘶 发布朋友圈没几秒 陆王的手机 就连续震动起来 老妈 这真是我孙女 天那天哪 太可爱了吧 那个女生是我媳妇 怎么跟大明星似的 陆王回复 真人更漂亮 狗头表情 老爸 臭小子 明天中午到江都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陆王直接无视跳过 姑姑 小阿你不是开玩笑啊 怎么这么突然 回复 是有些突然 我过段时间 会正式通知大家的 小姨 小子老实交代 哪里拐得这么好看的姑娘 回复 你猜 细细表情 零号 大拇指 二胖 顾思宁 老四 正当陆王边回复 边傻笑时 顾思宁也悄悄拿出手机 打开了朋友圈 他看到了陆王发的 九宫格照片 却看不到下面的回复 因为他可没有 那些人的好友 于是看着陆王欲言又止 他也迫切想知道 陆王家人朋友的评价 陆王似乎是注意到 他的目光 扭头问道 怎么了 没事 就是 你家人都怎么回复的啊 顾思宁有些扭捏的问道 陆王直接把手机屏幕朝向他 顾思宁看完后 嘴角轻轻上扬 似乎是把玄哲的心放下来了 那你把刚才拍的照片 都传给我一份 好的 一顿操作后 顾思宁手机里 也有了刚才那些照片 他挑了和陆王一样的九张 编辑到朋友圈 但是手指放在发布件上空 迟迟没有按下去 他的好友 几乎都是家里人 连学校的同学 都只有几个关系 比较好的闺蜜 再就是 公司的少数几个同事 他咬着嘴唇 心里挣扎万分 本来之前 他还能克制 没有发宝宝的照片 现在看到陆王发了他 也有些忍不住了 他要考虑发布的后果 其实他也可以 像陆王一样屏蔽 只是相反的是 他最需要屏蔽的 却是家里人 如果这样做了 那他发这个朋友圈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一刻最需要的 其实就是来自家人的祝福吧 但他心里清楚 一旦他按下发布件 将会引起怎样的震动 甚至会波及到陆王和宝宝 第十二章 爸妈来了 再三犹豫之后 他最终还是挪开了手指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陆王不是傻子 当然也发现了 他的异常之处 扫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后 瞬间就大致明白了 你家里是不是 还不知道这件事 他轻轻问道 顾思宁两眼紧闭着点了点头 突然感觉 两手被温暖包裹住 睁开眼发现 陆王握住了自己的手 如果你现在觉得 我还没有到 你家人能接受的程度 那就请你再多给我一段时间 不会太长 我一定会亲自到你家 去正式提亲 让你家人接受我 听到陆王真诚的声音 顾思宁嘴角一别 眼圈瞬间泛红 当场就呜呜地哽咽起来 陆王一阵心疼 坐到床头 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 或许是哭累了 顾思宁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陆王却感觉 肩膀上的压力突然俱增 双目中露出沉思的光芒后 他再次打开了系统 只靠这次新秀赛 能增加的名气 还是有限 而且还需要时间的累积 而他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他不想让顾思宁等太久 但是当点开后面的几项后 直接傻眼了 武力 医术 科技这些选项里 随便一个都要一千萌保值起步 看来暂时还得先靠音乐圈了 他低语着退出了系统 然后拿起手机搜索起来 几分钟后 他的手机屏幕画面 停留在某家影视公司的网站 这家影视公司叫清明影视 是天成集团旗下的 无数子公司之一 天成集团 市集科技 医疗 地产等行业一体的 超级商业帝国 于一年前成立了清明影视 开始进军影视界 而现在 陆昂正在浏览的 正是清明影视最新的电影通告 这个通告 就是为了征集电影主题曲 奖金更是高达一千万 陆昂心中震惊无比 不愧是天成集团 才第一部电影 就这么大阵仗 投资超过三个亿 连一首主题曲 都给出了一千万高价 身为音乐圈的陆昂 自然知道这个价格有多离谱 这可是王者及作曲家的价位 更重要的是 这一千万 仅仅只是买作品 作为电影配乐的版权 事后 作品上架销售的分成 他们完全不参与 好大的收变 如此优渥的条件 当然也引来了 无数作曲家的狂欢 陆昂翻了一下作品 投稿页面 好家伙 随便一个 都是在音乐圈 有名有姓的作曲家 最低段位都是钻石 当然也有一些钻石机以下的 想来碰碰运气 万一被选中了 那可谓是一飞冲天 这是清明影视成立后的 第一部电影 用脚响都知道会大力宣传 到时候 主题曲也会跟着大量曝光 可以说 甚至比新秀赛还要吸引人 毕竟新秀赛是为新人准备的 一般钻石机以上的作曲家 都不会参与 而这里才是高段位作曲家的真正战场 陆昂心动了 他点开电影的简介看起来 想要为电影写主题曲 那第一件事 就是要了解 电影拍的什么故事 再根据这个故事去写歌 简介不是很长 但是表达得很清楚 电影名 那些年 我们失去的青春 内容讲的是年少轻狂时错过的爱情 其实就是一部青春校园电影 主题概括下来就两个字 遗憾 陆昂重新打开系统 进入曲库 开始寻找起来 关于校园 关于青春 关于初恋的歌曲 那可简直太多了 陆昂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才筛选出一首 他觉得最搭配这部电影的作品 歌名就叫那些年 他毫不犹豫地 花了一百萌宝质 兑换了这首歌的曲谱 然后又编辑成电子版 投稿到了网站 第二天中午 陆昂正在高铁站 享受来自青爹的怒火 巴昂 老爹陆近平 两指弯曲 对着儿子脑袋 就是一扣暴击 小混蛋 到底怎么回事 赶紧给老子讲清楚 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瞒到现在 陆昂捂着头委屈道 爸 我说我也是 昨天才知道您信不 巴昂 老子信你个鬼 陆昂只能选择闭嘴 看来只有让顾思宁 亲自解释才行了 一路上 老妈却是不停地 在巧声询问着一些事 比如顾思宁 喜欢吃什么之类的 关键是 陆昂也才和他相处一天 哪知道这些啊 于是 又被老妈在头上 帮帮一顿 一家三口打车 来到月子中心门口 老妈下车后 第一时间走到玻璃门前 又是弄头发 又是整理衣服的 儿子啊 看看老妈头发变形没 昨天知道消息后 也没睡好 这样子接儿媳妇 会不会有点失态啊 陆昂看着 就差把紧张 写在脸上的老妈 仿佛看见了 昨天的顾思宁 没有没有 老妈精神着呢 陆昂急忙安慰着 拉着老妈手臂走了进去 老爸则是一脸铁青的 跟在后面 看似淡定 但是不停钻紧 又松开的拳头出卖了他 来到门口 陆昂轻轻打开门 顾思宁像是受惊的小兔子 赫然抬头看着陆昂 用嘴形无声问道 来了 见陆昂点头 他连忙招手示意他过来 陆昂快速走过去 原来顾思宁想从床上起来 把他抱起来 站在地上后 又给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头发 陆昂这才喊外面 的爸妈进来 满脸紧张的老妈 一进来后 立刻绽放出了和蔼的笑容 当看到同样紧张 站在那里的顾思宁时 眼中露出惊艳的神色 叔叔好 阿姨好 顾思宁急忙礼貌地喊道 你好你好 你就是思宁吧 你怎么长得 跟画里的仙女一样呀 老妈热情地说道 你好你好 老爸 只是简短地回应了两声 打完招呼后 老妈直接从包里 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 走过来 直接把红包 往顾思宁手里一塞 思宁啊 这是发生的有点突然 我和你叔叔 也没来得及准备 这个红包你先收着 顾思宁脸上有些慌乱 想推回去 发现根本推不动 只好救助地看向陆昂 拿着吧 我妈得一点心意 陆昂说道 那谢谢叔叔阿姨 顾思宁小声说道 心中的紧张 也随着阿姨的热情 消失不少 对了 我们能看看宝宝吗 老妈征求道 宝宝在这边 顾思宁说着 就迈开小碎步 准备带二老过去 哎呦傻闺女 你别动 赶紧回去躺着 听阿姨的话 老妈见状 立刻扶着顾思宁的手臂 让她坐到了床檐上 二老转移到了宝宝那边 而坐在床上的顾思宁 却看向陆昂 笑得眼角都弯了起来 第十三章 天臣集团副总顾婉华 哎呦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怎么长得这么可爱啊 快让奶奶抱抱 陆昂老妈在亲眼 抱哪个才好 最终 她选择从最左边的堂堂开始 这三个小宝贝 长得一模一样 你们分得清大小吗 老妈抱着堂堂仔细看起来 又盯着果果和甜甜对比起来 分得清 老大堂堂最安静 老二果果最闹腾 老三甜甜最好认 她耳朵后面有一颗小痣 顾思宁解释道 这个分辨方法 她早就交给了陆昂 老爸一听 把甜甜抱起来 发现耳朵后面 果然有颗小痣 而两个姐姐是没有的 眼见两个姐姐都被抱起来了 果果不乐意了 两只小手挥舞着嘴里 咿咿呀呀发出抗一声 果然和顾思宁说的一样 很闹腾 这时 老爸一脸严肃的 把陆昂喊到了外面 陆昂老实地跟了出来 知道躲不过去这个看 你准备怎么办 他家里是不是还不知道 陆近平语气无比严肃 陆昂上次打电话 只说了喝酒那次意外 没提过顾思宁家里的事 可是顾思宁家里是个什么情况 他也不知道 上次他尝试问过 但是他好像不愿意说 他那边可能有些原因 暂时还不能通知家里 陆昂如实说道 他知道 老爸的思想是很传统的 结婚这种大事 那必须要按程序走 提亲定亲彩礼 这些老规矩 一个不能少 果然陆近平一听 皱着眉头道 看看你干的好事 生气归生气 现在宝宝都有了 也只能先这样了 陆近平伸手进口袋 拿出一张银行卡 交给陆昂 这卡里 是我和你妈一辈子的积蓄 赶紧去选套房子 付个首付 不然到时候 人闺女家里知道了 你连一个安身之所 都不能给他看你怎么交代 陆昂直接愣在了原地 爸妈在镇上 开了一辈子中医诊所 自己从来舍不得 吃舍不得穿 这时候 却没有犹豫地 把比重积蓄都拿了出来 这钱他当然不能要 钱他迟早能赚到 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爸 这卡我先不拿 我自己能赚钱 陆昂说道 让你拿着就拿着 让你学医你 非要搞什么音乐 就你那破哥 能赚几个钱 陆继鸣狠狠地瞪了一眼 硬是把卡塞进了陆昂手里 这整得陆昂有些无语 这两天 他已经收到两张银行卡了 顾思宁一张 老爸一张 这搞得像他是个废物一样 不过最终 他还是拗不过老公 先把卡收了起来 对了 我先带你们出去吃饭吧 陆昂问道 两老口急着赶车 到现在还没吃上饭 干嘛要出去吃 昨天我去买了几只土鸡带过来了 一会儿去你那里 让你妈给炖了 给思宁补补 老爸没好气地说道 陆昂看老爸正在气头上 也不敢反驳 只好给林昊打了个电话 让他开车过来 把老两口送到刚租的房子那里 送走爸妈后 陆昂回到了房间 发现顾思宁 看着刚才老妈给的红包发呆 见陆昂进来他 打开红包 从里面抽出厚厚的一打钞票 紧张地问 为什么是一万零一块啊 你不知道吗 陆昂戏谑道 顾思宁茫然地摇了摇头 一万零一块 意思就是说啊 你是那个多余的一块钱 我 我是多余的 顾思宁嘴一扁 直接就哭出来了 陆昂脸色大变 他真的只是 想开个玩笑而已 没想到他直接当真的 别哭别哭 我逗你的 这是万里挑一的意思 不信你看 陆昂着急拿出手机搜索出结果 然后给他看 看到真的和陆昂说的一样 是万里挑一的意思 他抹了把脸上挂着的眼泪 嘟着嘴哼哼道 不理你了 哼击完就躲进了被子里 不搭理陆昂 与此同时 清明影业总部 王导 还没有选到 众议的作品吗 这两天 已经没什么人投稿了 录音棚外 音乐制作人冯南 有些疲惫的问道 作为清明影业的 第一部电影 虽然算不上大制作 但是整个公司上下 都投入了大量心血 光是一首主题曲 就花了一千万剧款去寻找 但是招募活动 已经开启近一个月了 眼看电影马上就要上映 作品招募活动 也要结束了 可是王导 还是没有在众多作品中 找到一首 他认为完美 符合电影主题的歌曲 哎 其实有些作品 还是很优秀的 但我总感觉 少了那么点味道 王导 也是一脸愁容 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躁动 王导正愁着呢 正想呵斥 却发现一个优雅的身影 走了进来 他立刻站起来打招呼道 顾总 您怎么有空来这边 来者正是清明影业的 总经理顾婉华 但这只是他 众多身份的其中一个 清明影业 是天成集团去年 才成立的子公司 而在这之前 顾婉华就是天成集团的 副总裁了 听说电影到了 上映的最后阶段 过来看看 王导您不用管我 顾婉华淡淡的说道 但是无形中释放的气场 却让王导没办法不紧张 更何况 他听到过一些传言 说这部电影 好像就是以顾婉华 年轻时的故事 为背景创作的 电影没什么问题 就是最后的主题曲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王导也不敢隐瞒什么 坦然的说道 你们现在是正在试听吗 那正好我也听听 顾婉华笑道 王导一听 立刻吩咐道 快看看今天 有没有新投稿的作品 让顾总亲自鉴赏一下 这时负责关注收稿的助理 一脸为难的说道 有室友 就是 这是一个不入流的 作曲家头的稿子 王导一听也挣住了 毕竟今天是活动的 最后一天了 可能有些小作曲家 想来碰碰运气 正在他为难时 听顾婉华说道 没关系 反正我来都来了 听一下吧 听他这么说 王导立刻安排人试唱 在场都是专业音乐人 很快就搞了 市场前的准备工作 歌声很快 从录音棚里传了出来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记忆中你青涩的脸 我们终于 来到了这一天 桌殿下的老照片 无数回忆的连结 主歌部分很平淡 就像是人到中年 在平静地诉说着 逝去的青春 王导偏头去观察 顾总的表情 结果惊愕地发现 顾婉华此刻双眼中 竟然弥漫着一层水雾 第十四章 亏大发了 歌声还在继续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好想拥抱你 拥抱错过的勇气 听到这里 顾婉华再也忍不住 眼中的泪水 低头转身 急步走出了录音棚 当他回来时 已经恢复了身为 集团总裁的身姿 只是眼圈依旧是红红的 不用挑了 就用这首歌吧 顾婉华毋庸置疑地说道 好的顾总 我马上联系作者 王导也正有此意 这首歌的意境 和电影的主题 简直天衣无缝 而且曲子也朗朗上口 这完全不像是一个 新手作曲家 能写出来的作品 网站投稿时 都留有作者的联系方式 王导很快就从助理那里 拿到了作者的信息 陆公子挺有意思的意名 他嘀咕了一句 然后拔通了电话 喂您好 是陆公子吗 是这样 您投稿的那首 那些年 我们公司准备采用了 能问下您在哪边吗 在江多啊 那太好了 那请问您现在有时间 来签下合同吗 没时间 那您说下地点 我过去一趟吧 说着王导伸手 让助理拿来纸笔 一边听一边写着 爱宝月子中心 VIP808房 顾婉华本来还被音乐感染 沉浸在回忆当中 默然听到王导嘴里念出的地址后 整个人都清醒了 他走过去看向那张纸 脸上露出奇怪的神色 陆公子还真有意思 挂断电话后 王导问道 顾总认识这个陆公子 可能认识 不过要我亲自去确认一下 顾婉华说道 您的意思是 合同给我吧 我亲自去一趟 月子中心 陆王随手挂断了电话 对于歌曲被选中 他倒没有太多意外 因为了解过电影的主题后 他可是精心挑选出了 这首完美匹配的作品 如果这都选不中 那只能说制作团队相当没眼光 但是这边老爸老妈才刚过来 这里宝宝也醒着 所以现在是没时间出去签合同的 幸好那边说 会派人亲自到这边来 工作上的是吗 顾思宁问道 嗯 投稿了一首电影主题去备采用了 主办方待会过来 找我签合同 陆王笑道 合同签完 可就一下入账一千万巨款了 你好厉害 你投的哪部电影啊 顾思宁柳梅上扬 真心的替陆王感到开心 就是清明影业的那部青春片 叫什么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青春 啊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就是怎么没听过这家公司 没听过也正常 好像是天成集团去年才成立的 这也是他们第一部电影 哦 顾思宁点点头 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没多久后 陆王爸妈去而复返 还带着一个新买的保温筒 思宁快尝尝 这是农村的土鸡炖的汤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陆王老妈把鸡汤倒在小碗里 用勺子 喂到顾思宁嘴边 阿姨 我 我自己来就行了 顾思宁有些不习惯的说道 除了自家人 他从来没跟外人这么亲密的接触过 当然除了陆王 我来吧 陆王从老妈手里接过来说道 老妈也没有强求 毕竟才刚见面 有些身份也是自然的 顾思宁这才张嘴喝了一口鸡汤 然后突然抿嘴 双目低垂不说话 怎么了 是不好喝吗 老妈急忙问道 不是的阿姨 我只是想起我妈妈了 您熬的鸡汤 和她做的味道很像 顾思宁脸上略带忧愁道 那就好那就好 要是我和你妈妈 见了面应该会很聊得来 老妈试探道 陆王告诉她 顾思宁一直不肯提起自己家里 所幸他就想主动提起 毕竟两家终归是要见面的 可是顾思宁闻言缺又沉默了 许久后才悠悠道 我妈妈走了好几年了 陆王正在喂汤的手一僵 心中一阵脚痛 怪不得她昨天说 想和妈妈做的排骨汤时 会哭得那么伤心 老妈也是心疼得不行 握着顾思宁的手说道 孩子 如果你愿意 以后我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 对你 顾思宁闻言 眼圈泛红 认真地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生起一股暖意 这种来自母亲的温暖 她很久没有感受过了 顾思宁吃完后 老爸老妈就先离开了 正在陆王趴在床边 红宝宝睡觉时 阻止固思宁继续出声 陆王听到动静扭头一看 发现门口的女人有些面熟 好像昨天在走廊见过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陆王问道 你是陆公子陆先生吗 顾婉华问道 陆王一听就知道 是清明影业来谈合同的人 陆公子是他在音乐眷用的一名 是我 陆王拿出一张椅子 放到房间桌子前 顾婉华认真打量着陆王 眼神中时时带着笑意 你好 我是顾婉华 清明影业总经理 顾婉华伸出手 你好 我是陆王 陆王也伸手轻轻握了一下 同时心中有些意外 他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是清明影业的总经理 亲自过来 那首歌就算再优秀 也不至于让一家影视公司这么重视吧 陆先生创作的那首歌很优秀 很符合我们电影的主题 顾婉华由心地夸赞道 对于这首歌 他和别人有不一样的理解 公司有谣言说 这部电影是以他年轻时的经历写的剧本 对此 他很想澄清一下 那不是谣言 剧本就是他让人以自己的故事为蓝本创作的 所以说 当听到那首歌时 他的记忆 一下就被拉回了青葱岁月 顾经理过奖了 我们是 现在就签合同吗 陆王直接说道 只想赶快签合同 他还有宝宝要照顾呢 顾婉华文言 直接拿出合同递来 陆王看过之后 觉得没什么问题 于是 双方开始在合同上 开始填写资料 写到打款银行卡这一栏时 陆王发现 不记得自己银行卡的号码了 他也懒得用手机查 想起顾思宁昨天给了他一张卡 于是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照着上面开始填写 而顾婉华看到这张卡时 表情就有些精彩了 两道柳眉轻轻上扬 无声的扭头看向顾思宁 这卡里可是整整两千万 这丫头竟然直接给了陆王 亏了亏了 这波亏大发了 家里精心呵护的花朵 被人连盆端走 自己这个姑姑还眼巴巴的 又送来一千万 第十五章 我生气了 哄我 顾思宁歪着头一脸疑惑 好像并没有理解 姑姑投来的眼神 最后只好嘴角上扬 给了姑姑一个迷人的微笑 顾婉华无奈地用手着额头 宠溺地瞪了他一眼 哎 女大不中流啊 这边陆王也快速地 签好了合同中的内容 双手拿起地给顾婉华 似乎是想起什么 陆王朝顾思宁问道 对了 你这张卡有没有转账限额啊 他担心的是 这次转账即使扣税后 也高达九百万 万一这张卡有转账限额 就麻烦了 但是顾思宁对这个也不了解 这压根不是他的卡 正在他不知道怎么办时 顾婉华开口了 陆先生放心 我看你这张卡不简单 应该是没有限额的 哦 那就好那就好 陆王放心了 同时心中暗存道 这卡有啥不简单的 就是颜色比较黑而已 这时顾婉华手机收到一条信息 他一看是顾思宁发来的 小姑 不用我介绍一下吗 不用 现在也算是认识了 正好我可以多观察观察这个人 到底怎么样 那好吧 顾婉华收起手机 直接走到婴儿床边 伸手就想去抱 你干嘛呀 突然一只手紧紧地握在他手腕上 还有陆王冷冰冰的声音和眼神 陆先生别误会 顾婉华笑道 就是看你家宝宝太可爱了 忍不住想要抱一下 不好意思 我不太习惯 别人抱我家宝宝 还请见谅 陆王歉意地说道 语气却是无比坚定 顾婉华此时很想翻个白眼 按道宝宝出生我可是在现场的 我可是亲孩子 亲姑姥姥 但是既然决定暂时不暴露身份 他也只好尊重陆王的意见 不好意思 是我失态了 对了 我们加下微讯吧 说不定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顾婉华直接转移话题 陆王文言确实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顾思宁 你看我干嘛啊 顾思宁疑惑道 反倒是顾婉华理解了陆王的意思 笑道 陆先生放心 我家里微讯 仅仅只是为了方便沟通之后的合作 没有其他意思 而顾思宁这才反应过来 不由得心中意满 你真的是 但是我有那么小气吗 再说 你是为了工作 顾思宁称怪道 陆王这才拿出手机 加了顾婉华的微讯 送顾婉华离开后 回到房间的陆王就被问道 你就这么在意我的想法啊 那当然 主要是 嗯 陆王想了一下继续说道 他长得太好看了 我怕你误会 顾思宁 那你当着我的面 夸别的女人漂亮 就不怕我生气吗 陆王人一愣 心中一突 糟糕 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你才是最好看的 看着陆王笨嘴笨舌的在那解释 顾思宁调皮的吐了吐舌头 缩进被窝里 脸上却是挂满了笑容 陆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原来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 好惊心动魄的样子 嘶嘶 手机连续震动 拿出来一看 原来是今天发的朋友圈 有人点赞评论了 顾婉华 陆先生 你家宝贝真的太可爱了 下次见面 我们就是熟人了吧 一定要让我包包 回复 下次见面再说 月子中心外的停车场 一辆红色的超跑钟 小混蛋 有你求咕咕我的那一天 顾婉华咬着背齿 轰了一脚油门开走了 下午的时候 老妈发来信息说租的房子那边 已经打理好了 问陆王要不要考虑直接回去住 这样他照顾起来也方便 陆王问过顾思宁后 他表示没问题 于是陆王决定 明天就带着顾婉华和宝宝回家 但是那里 只是暂时住的地方 陆王刚才手机 已经收到整整九百万巨款 有了这笔钱 他当然是想先买套房子 房间里 顾思宁一边吃着陆王喂的水果 一边问道 你给姑 顾经理写的什么歌呀 竟然只一千万一首 歌确实不错 但主要是清宁饮业人傻钱多 竟然肯花这么多钱买一首歌 陆王说道 随手又递了一块水果过去 谁知道顾思宁却小嘴一歪 不想吃了 哦 陆王直接塞进了自己嘴里 嘎嘎嚼起来 突然间陆王感觉气氛不太对 一抬头发现 顾思宁一双大眼睛 你为什么说清宁饮业人傻钱多 我说他们人傻钱多 跟你又没关系 难道就因为你和顾经理同性吗 顾思宁 难受啊 被人当面骂了 还不能反驳 反正我生气了 你要哄我 顾思宁干脆小嘴一撅 直接耍赖 好吧 那我哄你 陆王放下水果盘 露出两排大白牙笑道 思宁乖乖不生气了 你会不会哄人呀 我要你唱歌给我听 行 你想听什么歌 就你给清宁写的那首歌吧 好 那你等我一下 陆王直接出门 来到月子中心外面 等了几分钟后 从系统里兑换了一把吉他 又兑换了声乐精通技能 才返回房间 你跑去买吉他了 顾思宁惊讶到 嗯 这首歌配吉他比较好听 陆王坐下来 直接开始拨动琴弦 开始唱了起来 陆王本来嗓音就不错 但是他并不喜欢 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 所以当初才选了作曲戏 现在又有了声乐精通的加持 他表现出来的唱功 直接让顾思宁瞪圆了眼睛 随着副歌部分的来临 病房门口也被听到 歌声的人挤满了 有隔壁的宝妈们 也有这里的工作人员 天呐 他们简直就是神仙一家人啊 郎才女貌宝宝也漂亮 还这么会唱歌 我感觉 他唱得比电视里的歌星还好听 从来没听过这首歌呢 是新歌吗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初恋 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啊 我也是 突然好想见初恋一面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你要见谁 这时 后面一道男声响起 刚说完话的宝妈 回头一看顿时脸色变了 结巴道 老 老公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开始唱就来了 男人沉声道 老公你别生气好不好 我就只是说说 而已宝妈急忙解释起来 男人却抬手示意她不用说 然后沧桑开口道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个退一步 我同意你去见初恋 正好听了这首歌 我也想起初恋了 宝妈 唱完歌的陆昂 听到这段对话 默默收起吉他 这可不关她的事 第十六章 木马城市 首唱 两天后 江畔华府新租的房子里 顾思宁靠在床上拿着平板 上面播放的 他点开参赛名单 一路往下滑 在很靠后的位置 终于看到了一星两个字 随即他皱眉道 这个一星上场时间也太靠后了 这样很吃亏啊 作为上一届的新秀冠军 他对比赛规则不要太了解 比赛以直播形式进行 所有参赛者抽签决定上场次序 当一首作品演唱结束后 立刻同步上架新秀音乐EPI 比赛没有评委 准确的说 观众就是评委 参赛作品上架后 定价为两元下载每次 每次下载 只能下载一次 这是为了防止有参赛者公司组织刷人气 没关系 每首个不是有两天人气累积的时间吗 如果作品好 很容易追上的 洛昂不在乎的说道 顾思宁退出直播画面 打开了新秀音乐 这一看眉头皱得更深了 第一名都92万人气了 就算第十名也已经有38万人气质 以他的经验来看 后来者想要追上来 是极为困难的 与此同时 比赛现场 后台休息室 孙俊嘻咪咪咪的看着新秀音乐的排名界面 他的名字出现在第十二名 还好舅舅给我找了钻石级的作曲大佬 那个叫什么陆昂的 算什么垃圾 真以为他的作品能脱颖而出吗 给一万块 竟然还嫌少 站在一旁的经纪人 听了立刻谄媚道 那是当然 孙少宁可是有老板当后台 那小子不把歌 给你唱非要给一星 我看他们连前一百名都进不了 孙俊熙冷笑一声道 一个垃圾敢给我白脸色 我三句话 就让舅舅扣了他百分之五的分成 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给老子面子 而前台 一星终于上台了 他抱着一把吉他 站在立脉前略显紧张 作为新人的他 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虽然这只是新秀赛的第一轮海选阶段 现场观众也是人山人海 而且他知道 还有无数观众正在看直播 看到一星上台后 台下同时爆发出巨大的虚声 今天上台的全都是新人 能被观众虚的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外形 确实 一星的长相很普通 甚至还戴着一个眼镜 说不上丑 但也绝对跟偶像不沾边 下去吧 长这么普通 还想当明星 这个选手是今天上台里 最普通的一个了吧 估计作品也不怎么样 算了我还是打把游戏吧 这位一看就没血 来来来兄弟 我们双排 这时 台上的一星 已经开始拨动了琴弦 配合一段 带着些许沧桑的口哨声响起 只是台下观众 都在自顾交流 或者干脆打起了游戏 而在看直播的观众们 也都差不多 甚至有些人 直接退出直播画面 或者是去干别的事了 前奏结束 一星略带低沉沙哑的声音 通过音响传遍整个现场 游历在大街和楼房 心中是骏马和猎场 最了不起的脆弱和迷惘 不过就这样 台下 正在打游戏的一个观众 赫然抬起头 自言自语道 看长相不起眼 但是他的声线听着很舒服 歌词也不错 你干嘛 打团了听什么歌啊 旁边双排的人催促道 他只好低下头 准备参加团战 天外有天有无常 山外有山有他乡 跌了撞了 心还是回老地方 流离于城市的痛痒 错过了心爱的姑娘 歌声入耳 刚低下头的男生手指一僵 冲进战场的角色 顷刻间被对手融化了 如果换以前 他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 但这次 他却直接把手机收了起来 眼神灼灼地盯着台上 浅浅吟唱的一星 你干嘛 继续啊 你挂机我举报你信不信 旁边队友急了 闭嘴 他轻声喝道 不再理会 为所欲为是轻狂 防不胜防是悲伤 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 当所有想的说的 要的爱的 都挤在心脏 行李箱里装不下我 想去的远方 好词 写得真好 放弃打游戏的那个观众 揉了揉脸 似乎是随着歌声 回忆起了自己 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和无奈 再看现场 刚才无心听歌的观众们 这时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而五湖四海 正在看直播的观众 也都纷纷被歌声吸引了 桃园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大学 现在做着普通的工作 他在城市里打拼了整整二十年 今天终于还清了 这套房子最后一期的贷款 电视机里放着新秀赛的直播 他整个人沉浸在歌声里 全身放松窝在沙发上 看到一心上台时 他和大部分观众 做出一样的反应 正好厨房里 他给自己庆祝准备的鸡汤熬好了 他起身走进厨房 刚盛好一碗鸡汤时 他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歌声 当听到错过心爱的姑娘时 他手一抖 鸡汤洒了出来 记忆一下 被拉回到十年前的某一天 那个他心爱的姑娘 嘶吼着对他说 你凭什么爱我 你拿什么爱我啊 这座城市这么大 这么繁华 可是我们却连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都没有 女孩走了 她伸出的手僵在半空 却没有勇气去拉住她 放下完 她回到客厅拿起手机 颤抖着拨通了几乎铭记在脑子里的号码 是 桃园吗 听到思念了整整十年的声音 桃园嗓子有些发酸 小雅 你 过得还好吗 回应她的是东北一声 就像是手机落到桌子上的声音 随后一阵小孩哭到的声音 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桃园愣了一下 随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雅声道 小雅 一定要幸福 挂断电话 眼泪忍不住滑落出来 把烦恼痛了吞了认了算了 不对别人讲 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 若男孩笑了 哭了累了 说要去流浪 留下大人模样 看岁月剑拔弩张 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听到这里 桃园再也控制不住 把头埋进膝盖 放声大哭起来 人生从来没有完美的 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或许一路颠沛流离 才是人生的正解吧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就像歌里 唱的最后一句 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桃园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退出直播后 打开了新秀音乐 找到刚上架的这首 木马城市 点击了下载 与此同时 和他做同样事情的观众 正在呈直线上升 第十七章 人气爆了 新秀音乐总部 技术部小林 正无聊地玩着手机 机器突然响起 滴滴滴的警报声 他急忙过去查看起来 数据一长 他嘀咕着 查找起异常源头 最后发现 是一首刚上架的 新秀赛作品数据 正在疯狂飙升 上架不到五分钟 现在人气 已经狂飙到了49万 几乎是在 以每分钟十万人气的速度 在上升当中 他当下不敢怠慢 急忙联系了主管 主管过来看后 严肃说道 立刻查后台 是不是有人刷人气 小林打开后台 开始筛查起数据 片刻后 有些疑惑地说道 主管 貌似不存在刷单的嫌疑 下载这首歌的用户 IP来自于全国各地 而且每个人 都只下载了一首 并没有用第三方软件 突破限制 多次下载 主管惊讶出声 他作为新秀音乐主管 已经很多年了 见证了无数节赛事 如果今天这首歌的数据 是正常的 那就有些恐怖了 上次出现作品首发人气 像现在这般暴涨 还是在十二年前 而那首歌的作者 如今已经是 大名鼎鼎的王者 及作曲家 连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新人 如今也只距离 歌王称号一步之遥 既然没问题 那就不用管了 吩咐一句后 主管转身拿出手机 直接找到了这首 疑似异常的歌听了起来 几分钟后 主管去而复返 脸上带着思思惆怅 怎么了主管 小林问道 把那首木马成事 挂首页上去 主管震声道 小林心中一震 挂首页 这可不是一般作品 能享受的待遇 一般只有参加 新秀赛的钻石级作曲家 才有这个资格 可是首页推荐位 现在已经满了呀 都是钻石级大佬的作品 小林为难道 要挂这首上去 那势必就要把 现在的三首下掉一首 下谁的 可是个难题 主管当下看起了 首页上的三个 钻石级推荐位 下那个什么孙俊熙的吧 这首歌本身没毛病 但是他唱的简直一坨屎 都挂在首页了 还没闯进前十 赶紧给我下了换 木马城市 听到主管的命令 小林立刻执行 很快就用 木马城市 替换掉了 孙俊熙的作品 然后小林刷新了一下页面 差时两眼 不敢置信的瞪远起来 82万 就这几分钟 从49万 又冲上了82万 距离第一名 92万只 差10万人起了 而且 这还是首页推荐 没出力的前提下 要报啊 他心中有些期待的说道 时间稍稍往前 拉回十分钟 新秀赛现场 一心唱完最后一句歌词 然而场下一片寂静 他心中略微有些失落 拉起话筒说道 一手木马城市 献给大家 谢谢 说完后 他转身朝后台走去 就在他走了两步后 背后突然响起震天的欢呼声 哄 欢呼声家长声直冲天际 再来一首 再来一首 也不知道 谁起头喊了一句 随后整个会场 同时重复着这四个字 一心嘴角露出笑容 再次转身 向观众们鞠躬 然后心情轻快地来到了后台 刚进来 一道带着冷意的目光 便朝他射了过来 正是听到场外 欢呼声的孙俊熙 哼 一首垃圾歌 也值得欢呼 我的歌可是钻石级作曲家写的 现在马上就要冲进前十了 你和那个陆王连 跟在我后面吃灰的资格都没有 孙俊熙的酸意 都快要溢出来了 他的歌虽然现在排名十二 可是他心里明白 那是靠钻石级大佬的首页推荐 加持效果 但同时心中也庆幸 毕竟他马上就要进前十了 陆王的歌观 重在喜欢又怎么样 难道还能追上他不成 而一心向来低调 也没想过和他争吵什么 毕竟观众能给出这种 反馈他已经无比满足了 就算这首歌的下载量追不上 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哇 就在这时 后台一个工作人员 拿着手机惊叫了起来 什么事啊 大呼小叫的 有人不满道 你们快看新秀音乐 爆了爆了 他惊呼道 在场其他人文言 纷纷拿出手机 打开新秀音乐 然后不约儿童张大了嘴巴 天啊 这也太猛了吧 我就刷新了一下 就冲到二十万了 不不不 已经二十七万了 还在涨 还在涨 每次刷新都在涨 孙俊熙见状 眉头皱了起来 心中隐隐感觉到一丝不妙 他拿出手机一看 顿时正住了 四十万 木马城市 人气值 四十万 怎么会 怎么可能 他唱完这才几分钟啊 怎么可能人气值 就冲到四十万了 他的歌在首页挂了大半天 也不过才四十九万 不可能的 一心不可能超过自己的 他颤抖着手指 按了一下刷新键 五十六万 碰 他像是被抽空了力气 手机直接掉在了地上 五分钟 竟然只用了五分钟 就超过了他 而且直接闯进了前十 幻觉 特么的一定是幻觉 孙俊熙用力抽了自己两下 想清醒过来 然后捡起手机 不死心的又刷新了一下 六十一万 去你妈的 孙俊熙直接把手机甩了出去 砸在墙上 摔得稀巴烂 冲啊 离第一名只差二十万了 太刺激了 已经很多年 没出现这种情况了吧 我记得上次新秀赛 出现这么猛的作品 还是十几年前 你是说江宇晨大佬吧 他现在可是王者级的作曲家 我看一下这首歌的作者 是哪位作曲家 作词 陆公子 作曲 陆公子 编曲 陆公子 天哪 竟然是一首包办 这个陆公子 简直是个天才 抄了抄了 木马城市 冲到九十三万了 后台发出巨大的惊呼声 时隔十二年 终于又出现一首黑马作品 竟然短短十几分钟 从零冲到了九十三万 直接拿下了当前的人气榜首 而就在这时 有人退回到了首页 顿时不敢置信地说道 木马城市 好像上了首页推荐 不可能吧 不是只有钻石级的作品 才能上首页吗 这一生中 他们纷纷退到首页 然后沉默了 所有人心中 此时只有三个字 要报了 第十八章 新歌 新黄娱乐董事长办公室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 看着手机屏幕 不停地发出傻笑 赚了 赚大了呀 竟然还上了首页推荐 保守估计 人气值也能上二百万 还好当时听俊熙的 扣了他五个点的分成 这百分之五 可就是二十万呀 江大成算了一笔账 顿时心里美滋滋的 按新秀音乐平台的规则算 一次下载是一点人气值 二百万人气 就相当于二百万次下载 下载一次两块钱 如果最后能达到二百万的话 销售总额就是四百万 不管和音乐平台的分成怎么算 反正他从路昂这里扣的百分之五 算是纯赚了 不过一想到他花大价钱 请了钻石级的大佬 但是看到木马城市的人气 还在蹭蹭往上涨 这点不爽也就被压下去了 似乎是想起什么 他拿起电话通知 拔通了做曲部老大办公室的号码 老黄啊 那个叫陆什么的在不在 他不在呢 这几天他很少来公司 那你通知他一下 让他再拿首歌出来 第一轮比赛不是需要两首作品的吗 好那我现在通知他 老黄挂断电话后用力催了一口 真黑心 扣了人家分成连个说法都没有 我要是陆昂绝对不会再给公司写歌了 骂归骂 他还是拔通了陆昂的电话 此时的陆昂正在享受着 顾思宁滔滔不绝的赞美之词 你太厉害了 我真没想到你一出手 就直接上了首页推荐 这可是钻石级作曲家才有的待遇 太羡慕了一星了 我去年可是一轮一轮慢慢累积 才拿冠军的 一星靠你这一首歌 竟然直接冲破一百万人气了 陆昂嘴角洋溢着微笑 回头问道 那你要不要考虑付出 我可以做你的御用作曲家 顾思宁闻言一愣 眼神中闪过向往的光彩 但是一想到宝宝又黯淡了下来 再说吧 宝宝现在可离不开我 他有些失落的说道 陆昂也不劝他 反正他有超级曲库 顾思宁想付出什么时候都行 这时电话响起 他按下接听键 黄哥你好 陆昂 刚才老板给我打电话 说是让你再拿一首歌给公司 你怎么想 我没问题啊 第二首歌我早就准备好了 哎 不是我说 要是换我就直接公投出去了 反正给公司也拿不到更多提成 谢谢黄哥提醒 我心里有数 挂断电话后 陆昂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早就说过 现在扣的分成 他会在第二首歌上 让他加倍还回来 至于还多少 那就要看 木马城市能冲到什么程度了 距离人气结算还有一天时间 他要等最后关头 才会把第二首歌拿出来 此时的木马城市 人气还在不断上涨中 不仅是因为上了首页钻石推荐位 还有一些资深的乐评人 纷纷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这也带动了不少的人气 一天后 第一轮人气结算时 所有人都傻眼了 之前大部分人预测的200万人气 还是太过保守 经过一天多的时间发酵 木马城市的人气 最终定格在302万 要知道 300万销量 可是晋升黄金级作曲家的门槛 青铜50万 白银150万 黄金300万 作曲圈子里 绝大部分都是靠很多首歌累积 才能达到300万的成就 从而晋升黄金级 可是洛王竟然只靠一首歌 就达成了这个目标 这在娱乐圈 也算是一个小爆炸的新闻了 各大娱乐媒体纷纷发文 今年新秀赛金线黑马作曲家 异曲风声 异星搭配陆公子 新秀首轮大出风采 人气300万 新人作曲家陆公子 何许人也 随着这波媒体的入场 木马城市的人气 又是一波攀升 但是现在的人气 已经不计入比赛范围了 人气累积 只取前两天 要说人气高涨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那当然还得是异星 这个演唱者 毕竟他是处于最前线 和观众距离最近的一个 人气的高涨 让他接到了无数商演通告 人家指定叫他唱 木马城市这首歌 老板江大成嘴都快笑歪了 一心最大的收获 其实还是人气 因为他作为一个新人 拿到的分成很低很低 甚至不如做曲家的多 就是商演如果唱 木马城市的话 还得继续给陆王分成 这又让江大成有些不痛快了 现在他无比后悔 当初怎么没把这首歌的版权 直接买断 那样的话 现在就赚得更多了 想到这里 他又给老黄打了个电话 结果被告知陆王 并没有来公司送第二首歌 他直接要了陆王的电话 然后亲自打了过去 令他意外的是 陆王答应 马上就去公司试唱新歌 哼 这小子还开始摆谱了 非我亲自打电话才来 江大成冷笑一声 但是有了木马城市的火爆在前 他对于陆王的新歌 还是很期待的 于是他直接移步到了录音棚 打算参与现场试听 果然 没一会儿陆王就到了 在此之前 江大成并没有见过陆王 毕竟只是 做曲部一个没名气的新人 这次算是第一次见面 陆王的外在条件 让他有些惊讶 长成这样不出道 竟然选择当作曲家 你就是陆王 赶紧安排是听新歌吧 江大成直接说道 陆王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然后把曲谱交给了 早就等候在这的一星 看完曲谱后 一星激动的脸色朝红道 陆老师 您真的太厉害了 说完后 迫不及待的冲进了录音棚 其他人见状 也都纷纷好奇 到底是什么歌 能让一星这么激动 他们没有等待太久 熟悉曲谱后的一星 已经开始试唱了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 背上所有的梦雨响 各色的脸上 各色的妆 没人记得你的模样 几分钟后 歌唱完了 录音棚里落真可闻 张老师有些激动的 看向陆王 用力的竖起了大拇指 而江大成 身为娱乐公司的老板 自然也是对音乐 有一定鉴赏能力的 虽然现在试唱没有伴奏 但是光从旋律和歌词来看 这是一首绝不疏于 木马城市的作品 甚至 还要在它之上 这首歌 我要全版全 二十万 江大成直接说道 陆王文言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转身直接离开了录音棚 第十九章 又晋级了 不得不说 江大成和孙俊熙 不愧是一家人 永远都把占便宜 放在第一位 当初想一万块就买 木马城市 版全 现在江大成 又想二十万 拿下 消愁 是真当别人 都是傻子不成 见陆王直接了当地离开 江大成出声喊道 我在家十万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大方了 可是陆王的脚步 连顿都没顿一下 这会儿他有些急了 再次出声道 你说 你要什么条件 终于 陆王停下脚步转身 脸上瞬间挂上了笑容 这才对吗 现在可不是我求你 我只接受分成 陆王的语气 斩钉截铁 江大成脑子飞快地转起来 片刻后 有些犹豫地试探到 百分之十五 上次本来公司高层给 木马城市的分成 是白银级的百分之十 但是让他扣了百分之五 他心里也清楚 所以这次直接给到了百分之十五 心想这下陆王应该满意了吧 毕竟他还只是一个新人 但是他没注意到 他百分之十五亿出口 在场的陆英老师 包括一星都暗中叹气 还当现在的陆王 是一个新人糊弄吗 江总 陆王微笑道 你知道木马城市 现在人气冲到多少了吗 说着陆王伸出三个手指头 已经超过了三百万 按这个速度到明天 至少能突破四百万 不说明天了 就按现在的三百万来说 我现在去作曲协会逛一圈回来 就是黄金姐 说到这里 已经不用继续解释了 陆王现在可以说 已经是黄金姐作曲家 就差距更新个人资料 而黄金姐的市场分成 本来就是百分之十五 江大成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在三斟酌后 一脸肉疼的给出了新报价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五 江总不同意 我只能找其他公司谈了 陆王不想和他磨叽 直接爆出了心理的底价 如果不是因为这首歌太适合一星 陆王也没有时间 再去寻找新的演唱者 他今天根本不会过来 或许是感受到了陆王的坚决 江大成急忙在心中开始算了起来 现在歌曲都是走网络音乐平台发行渠道 光是平台方就要吃下百分之五十 所以说他手里只剩下百分之十五 还要分一小部分给一星 但是想到木马城市的火爆程度 万一这首歌又复制了呢 虽然分成少了 但是对一星的人气提升巨大 接下来的商业甚至是代言都少不了 他心里很不爽 知道陆王这是在报复他之前扣分成的行为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他说了算 盘算一番只能咬牙同意了 合作愉快 陆王开心的笑了起来 江大成虽然也在笑 可心里却在滴血 早知道之前就不扣他分成了 说不定现在还有的谈 对了 都怪孙俊熙 真是的扶不起的阿斗 双方签完合同后 陆王直接离开了新皇回家 他直接把合同递到顾思宁面前 表情甚是得意 顾思宁结果看了一眼惊讶的五嘴道 百分之三十五 这是属于自由溢价级别的分成了吧 陆王笑着点了点头 所谓自由溢价级别的分成 就是达到钻式级作曲家 才有特权 这个级别没有固定分成 全靠双方谈条件 到底是什么歌呀 竟然能让你老板 做出这么大的让步 顾思宁好奇的问道 保密 等一下一轮 开唱我陪你一起听 陆王神秘说道 嗯嗯 好的 顾思宁期待的连连点头 一天后 第二首歌 被一星再次带到了演唱现场 有了之前一首歌的人气打底 一星现在的人气 可谓的是一路高涨 甚至隐隐都要进入三线歌手的行列 要知道 哪怕是去年的冠军顾思宁 也是最后一轮拿到冠军 才一脚踏进三线队伍 可是一星这才第一轮而已 没有出乎陆王的意料之外 小丑 这首歌再次引爆了音乐圈 当一星唱完后上架的瞬间 就达到了50万人气 直至这次人气累积结束时 最终结算的人气值为415万 而前面的木马城市 也没有停止发力 从结算时的300万 也涨到了450万 虽说这两天的人气值 已经不计入比赛范围 但是不影响音乐爱好者下载 现在两首歌累积人气 一共为865万 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当中 只是没有开始那么快而已 陆王才刚刚晋升黄荆棘 还没来得及去作曲协会 更新个人资料 没想到 作品销量又是一波大爆发 黄荆棘销量标准是300万 白荆棘是600万 所以说 现在陆王已经迈入了 白荆棘作曲家的行列 而白荆棘在网上 就是翡翠棘了 晋棘标准一下 从600万提升到了1500万 越往上晋升标准 只会越来越难 陆王打开手机计算器 开始算起目前的收入情况 木马城市 目前450万人气 销售总额900万元 按5%算 他能拿到45万 销筹暂时400万 销售总额800万 按35算 他能拿280万 而且 这还只是暂时的 两首歌的人气 还在持续增长中 还有后续 如果一心在商演中 演唱这两首歌的话 也会有额外的分成 但是这些钱现在还拿不到 新秀音乐的 分成结算一个月一次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顾婉华 按完电话后 陆王若有所思的 摸着下巴思考起来 怎么了 顾思宁问道 刚才青年影业的 顾总找我邀哥 说是他们公司 也参加了新秀赛 让我第二轮 给他们家新人写歌 那很好呀 就像你说的 他们人傻钱多 分成肯定会给的很高 我不是在想分成的事 我在想 如果我第二轮 再捧个第一名出来 会怎样 顾思宁一愣 这是把当新秀赛 第一轮 当成啥了 大白菜吗 第二轮的竞争 只会比第一轮更加激烈 更多的钻集 及作曲家 也会参与进来 但是陆王之前的表现 让顾思宁觉得这个设想 似乎不是不可能完成 那你加油 我相信你能做到 球下五星点评 收藏 催更 第20章 清明居上 新秀赛一共三轮 除了首轮需要两首歌 第二轮和第三轮 只需要一首就行 而晋升规则是 取第一轮人气前100名 进入第二轮 再选出前十名 进入第三轮 三轮的人气加起来 最高者就是冠军 由于一星第一轮 两首歌的人气 实在有点爆炸 甚至已经有媒体预测 他就是今年的冠军了 如果按正常发展的话 还真有这个可能 即使陆王不再为一星写新歌 其他参赛者 后面两轮的人气加起来 估计也难超越这两首 但是陆王拥有一个超级曲库 哎 就是完 他要在第二轮 再次亲手打造出一个第一名 而且 如果想造成最大的轰动效应的话 那最好是用一首歌达到 木马城市和消愁的人气 目前这两首歌 在比赛实现内的有效人气值 一共是715万 那就是说第二轮陆王 需要用一首歌 就达到这个成就 人气结算期从歌曲演唱 结束上架开始计算 只有短短两天时间 要做到这一点 歌曲必须要拥有一个最重要的属性 传唱度 说到传唱度 不仅仅只是说 旋律要简单朗朗上口 更重要的是能引起共鸣 这不是说木马城市 消愁 赚唱度和共鸣性不强 恰恰相反 这两首歌都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性 那就是 比较偏向于男性向 毕竟这两首歌 都是以男性的角度去 吟唱生活的 能最大的引起男性听众的共鸣 至于在女性听众方面 可能就要稍差一些 所以 洛昂第二轮歌曲的选择 必须要男女通吃 洛昂到现在都没有去查看第二轮的主题 因为压根不需要看 也知道是啥主题 新秀赛每年都在这个时间段举办 而这时候 恰恰是毕业季刚过去没多久 所以历年来每届新秀赛第二轮的主题 雷打不动就三个字 毕业季 这也是让无数作曲家们 投脱的一个音乐主题 特么的新秀赛 都连续举办21届了 每届第二轮100名选手 也就是 每年要出现100首毕业季歌曲 21年累计下来 可就是整整2100首啊 该写的 能写的 早就被写烂了 甚至前几年 有上千名作曲家 联名请求新秀赛主办方 更改第二轮的主题 但是被否决了 一个主题的音乐 被连续写了21年 高达2100首作品 可想而知 想在这个主题上 写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是有多难 但是没办法 新秀赛也是钻石机以下 作曲家们的重要赛道 即使写兔了 也得忍着 万一在这个被写烂的题材上 搞出一首爆款 那人气加成 就相当恐怖了 打开系统曲库 洛昂开始在 遨游音乐海洋中 最后从中选出了 三首比较优秀的 毕业季歌曲 而且都是蓝星 往年没出现过的风格 而且之前陆昂给电影写的主题曲 那些年也会由夏树演唱 陆昂明白 顾网华的目的 其实根本不在新秀赛 而是想通过新秀赛宣传电影 如果夏树能在新秀赛取得好成绩 他作为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 也是对电影宣传有利的 听过语音后 陆昂心中已经有了选择 但是他没有现在 就急着去清明那边 因为他约了老大零号有事 现在他手上足足有上千万现金 所以想立刻把房子买了 新房买了装修 还得几个月时间 到时候也不用继续租房子住了 现在家里有老妈照顾 陆昂的时间倒是自由了一些 和顾思宁打了招呼后 陆昂下楼 林昂早已开车等在这里 那两手哥赚的钱 竟然都够买房了 林昂疑惑问道 林昂虽然现在干的是房产中介 但也是出身于传媒学院 对这里面的道道还是清楚的 他也知道 现在陆昂写的两手个人气爆棚 但是现在赚的钱就够买房 也太离谱了 江都房子均价都上了四万平了 好点的地段甚至能上十万 陆昂家现在有三个宝宝 少说也得买个三居室吧 按一百二十平来算 普通地段的房子 那也得将近五百万了 那倒没有 就是运气好碰到一家人 傻钱多的饮食公司 给他们携手主题去 赚了点钱 陆昂笑道 每次想到这件事 心情就会好上不手 因为这种好事 以后可不一定能遇见 嘖嘖 搞得我都想重回音乐圈了 林昂羡慕的说道 但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从毕业开始 就没选择混音乐圈 现在回去又能怎么样呢 陆昂倒是起了一些心思 他记得老大唱歌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他真心想重返音乐圈的话 完全是可行的 反正他曲库里那么多歌 一辈子都用不完 到了 这个小区挺符合你的要求 周边幼儿园和医院超市什么的 都有 而且也不在主干道附近 比较安静 林昂把车停在一个幽静的小区门口 陆昂下车看了一圈后 第一感觉就很满意 小区外是一大片绿化林区 围栏缠满了葱葱郁郁的藤蔓 偶尔还能听到树林里 传来一两声鸟叫 抬头看 这个小区叫 嗯 清明居上 陆昂正在原地半天没动 他感觉最近是不是撞邪了 咋就跟清明杠上了呢 不过转念一想 也许只是凑巧吧 一家是影视公司 一家是地产公司 八杆子打不着 走吧 我先带你进去看看 这是天成集团新开发的楼盘 天成的质量 不用我多说吧 陆昂点点头表示赞同 天成集团旗下的房产质量 是出了名的高 当然 房价也不会低就是了 林昂带着陆昂 刚走进小区门口的寿楼部 一辆红色超跑 也停在了门口 顾婉华透过挡风玻璃 看着陆昂 微微有些愕然 还真是哪都能碰到 这小子 该不是来买房的吧 突然有些开心呢 从我这赚走的一千万 转眼就要还给我了 第21章 这单必须我来签 哟 这不老林吗 带客户来看房 刚进售楼部 天成这边的销售张海 就打起了招呼 看来是老熟人了 林昂所在的房产中介 和天成这个楼盘 有合作关系 所以一般 有想买新房的客户 就会带到这边来 嗯 我同学 想买新房 林昂笑着回应了一声 张海闻声 却把目光投向陆昂 携一只工作台 上下打量了陆昂一番 随后他悄声的对林昂说道 我们这儿均价 都上五万了 你这同学长得倒是挺帅 但是看穿着也太普通了吧 天气热得很 你别搞半天 又白跑一趟 言下之意 无非就是觉得 陆昂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林昂闻言眉头皱了起来 但还是平静说道 麻烦拿钥匙 带我们去三十二栋看看吧 三十二栋 那栋可都是湖景房 连一楼都六万多一瓶了 张海惊讶到 完全没有去拿钥匙的意思 林昂是中介公司的人 带客户来这边 需要天成的销售 带去看房 而且根据前规则 还得分他们提成 可现在听张海的意思 明显不想接这一单 根本原因 就是觉得陆昂买不起 果然 张海招还是四周一圈后说道 谁带老林去看一下房呗 我反正是不想白跑一趟 老员工无人应答 小宋是新入职的销售 这时立刻说道 张哥我去吧 去吧去吧 张海摆摆手说道 小宋一听 立刻去取了钥匙 然后客气的 对林昂两人说道 先生请跟我来 然后带着两人出了寿楼部 往三十二栋方向赶去 寿楼部其他老销售 看着小宋的背影连连摇头 顾婉华在车内目睹了一切 虽然没听到声音 但是也能猜出个大概 但是 他依旧坐在车里 好像没打算出来 一行三人 穿过绿油油的小道 来到了三十二栋前 一阵凉风袭来 陆昂感觉身体都清爽了不少 这栋楼正面不远处是一个小湖 景色非常不错 在配合小区幽静的环境 陆昂心里对这个小区的评分 又上升了一大截 陆先生 想看样板间还是毛皮房 比较注意的楼层在哪个区间 电梯门口 小宋礼貌地问道 就看毛皮房吧 楼层最好是在18-25层 陆昂答道 小宋点头带两人上了电梯 从18楼开始 耐心地带陆昂看了每套房 一个小时后 小宋带着两人回到了寿楼部 脸上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神色 王经理 麻烦拿份合同给我 他欣喜地进入经理办公室说道 思不错呀小宋 刚入职才两天就开单了 卖得哪栋的房子 王经理赞赏道 顺便问了一句 32栋22楼那套 小宋满脸都是笑容 正在拿合同的王经理 也是一愣 随后感叹道 那套整体下来 总价差不多的上900万了吧 小宋用力地点了点头 32栋因为是正靠湖边 算是整个小区里 位置最好的栋楼 当然 均价也高达7万以上 陆昂选中的那套 价格是76000一平 面积128平 总价接近1000万 虽说陆昂不是他的客户 但是按规矩 0号是要给他分提成的 才入职两天的小宋 已经无比满足了 王经理整理好合同后 带着小宋来到大厅 然后走向待客室 销售们一看 王经理手里竟然拿着合同 顿时不敢相信地看向小宋 特别是张海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来 张海 有事吗 王经理问道 王经理 这是要签合同吗 张海指了指经理的手里的合同问道 对啊 32栋 总价快1000万那套 经理笑着说道 可张海文言确嘴角一抽 转向小宋 语气非常不满地斥责道 我说 小宋你怎么回事 我的客户要签单了 你都不通知我的 怎么回事 王经理皱眉问道 是这样的王经理 那位客户是中介公司的人 带过来的 以前都是我带他看房的 张海脸不红心不跳地解释起来 小宋脸色一僵 咬咬牙小声说道 可是今天是我带陆先生去看房的 你不是吧 小宋 是不是我让你带他们去的 我当时有点是走不开而已 你不会以为 这单是你签成的吧 待客室里 陆王听外面陷入争吵咒了皱眉 他还赶时间呢 签完合同 还得去清宁影视那边 他直接走出待客室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王经理一见陆王出来了 立刻笑着打了声招呼 然后问道 陆先生不好意思 我这边马上就好 我没时间给你们浪费 小宋赶紧开始签合同吧 陆王微微皱眉 朝小宋说道 张海一听 陆王直接跟小宋对话 顿时急了 这位 陆先生是吧 你可能不太懂我们的行规 按理说 你今天这合同 必须由我来签 陆王眼神一明 冷冷盯着他问道 你不是不想白跑一趟吗 我只知道 全程都是小宋在带我看房 今天这合同 我只跟小宋签 张海脸色一变 干脆撒泼道 我不管 反正按规矩 这单是我张海的 你不跟我签 今天也别想和别人签 王经理一听 顿时有些怒了 正要发火时 一阵清脆的哒哒声响起 众人看去 见是一个万分优雅的女人 踩着高跟鞋 走进了寿楼部 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利 客户买房 还必须经过你的同意才行 蕴含着冷意的声音响起 顾总好 顾总您怎么来了 也没提前打声招呼 销售门立刻问好 王经理也急忙赢了上去 顾婉华此时整个人 散发着一股子上位者的气势 冷声道 你们就是这样招待客户的 王经理正要解释 张海就抢先道 顾总事情是这样的 是小宋想抢我 你去财务领工资吧 现在 他话没说完 就被顾婉华冷声打断 张海嘴巴张开 还想继续狡辩 又听顾婉华平淡地说道 我从陆先生进门的时候就来了 听到这句话 张海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原来从头到尾都被顾总看见了 他自知理亏也不敢再争辩 红着脸走出了寿楼部 不好意思 管理不到位 让陆先生见笑了 顾婉华这才对着陆昂倩意地说道 陆昂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迟一道 你不是清明影业的总经理吗 都是天成集团的产业 我出现在这里 很奇怪吗 顾婉华轻轻撩了撩耳边 发丝笑道 陆昂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原来他之前的想法没错 还真跟清明杠上了 第二十二章 这女人怕是对我有想法 看到陆昂和顾婉华的对话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连林昊都惊讶地看了一眼自己兄弟 不知道他啥时候 结识了天成集团的高层 特别是当前大厅里的那些销售们 当时他们和张海一样的想法 看到陆昂的穿着不怎么样 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带他去看房 结果万万没想到 人家真的眼睛都不眨 就买了一套上千万的房子 还和他们的顶头上司认识 可惜的是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王经理给陆先生打个折吧 顾婉华对王经理说道 好的顾总 那就给陆先生打九折吧 王经理斟酌片刻后说道 这已经算是非常大的折扣力度了 太少了 打对折吧 好的顾总 等等 对折 王经理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 这可是一千万的房子啊 打对折就是只卖五百万 不光是王经理 连陆王也不可思议的看向了顾婉华 顾总 这不合适吧 陆王说道 打折他当然能接受 可是对折就有些太离谱了 这女人搞什么鬼 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顾婉华一看陆王脸上的表情 就知道误会了 急忙解释道 陆先生别误会 就当是我为了 从你手里拿到更多好作品 算是提前投资吧 这个理由应该还行吧 顾婉华心中暗自想到 其实这套房子 直接送给陆王也没问题 因为天成地产 本来就有顾思宁20%的股份 陆王其实是在买他老婆的产业 这钱也就相当于左口袋 金右口袋 甚至是因为税收还会亏上一部分 要不是怕暴露身份 他还真就直接送了 当初顾思宁说 给陆王一些时间 或许能让爸爸接受他 顾婉华本来认为这件事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现在 他看到了陆王所展现出来的才华 感觉陆王将来 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现在不告诉他真实身份 主要是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 毕竟天成集团在一般人面前 真是一座可望不可及的高山 看来清明影业对你来说 真的很重要 陆王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心里的疑虑 还没有完全打消 毕竟是一家影视公司 如果说陆王现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 或者编剧 那影得顾婉华这么拉拢 倒是说的过去 但是作曲家嘛 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一些 但是也不排除 清明影视 接下来有往音乐圈发展的计划 可惜的是 陆王不知道真实情况 完全没那么复杂 顾婉华就是照顾自家人而已 就这么简单 确实如此 清明影业对我的确很重要 准确地说 是对天成集团很重要 顾婉华见状 便顺着陆王的话说了下去 只是这句话半真半假 那好嘛 以后有好的作品 我也会优先考虑你们清明的 陆王说道 反正和天成集团 这样的顶级企业合作 也不是坏事 顾婉华终于露出笑容 按道头一次遇到想打折 还这么费劲的 签完合同后 陆王也拿到了 自己人生第一套房子的钥匙 心中不免 有些感慨 现在他的人生 应该算是圆满了吧 有女神级的老婆 还有三个天赐的宝贝 现在唯一的遗憾 就是还没能将这些事 告知顾思宁家里 他这段时间也没提起过 陆王也不知道 要做到什么程度 才能让顾思宁放心地告诉家里 那现在 正好我带你去清明吧 顾婉华提议道 好的 谢谢顾总 陆王硬道 临走前 顾婉华交代王经理 这次合同的提成 还是按原价算 这让小松又是兴奋了一阵 同时林皓 也心中无比震惊 刚才他全程在场 也通过陆王他们的对话 听出顾婉华 就是之前花大价钱 买主提取的那位 现在又给了陆王 整整五百万的优惠 他靠近陆王耳朵小声道 行啊老三 连这么大集团的老总 都难逃你的魔掌 滚 没听别人说是为了以后的合作吗 你猜我信不信 你他妈自己信不信 还信不信 自己滚回去吧 我坐过总车 TU-E 一向零号屁股 可是这货箭笑着躲开了 上车后 感受着超跑强大的动能 陆王也生出了买一辆车的想法 不需要超跑这东西 一辆普通的代步车就行 但是空间要大能 装下一家五口才行 不久后 陆王在顾婉华的带领下 来到了清明隐涅的录音棚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陆公子陆老师 顾婉华向公司员工介绍道 众人一听 立刻把目光投了过来 天哪 这也太帅了吧 扔到偶像组合里 都是顶尖的颜值担当啊 不会吧 顾总你确定没搞错吗 能写出 消愁 那种歌的 难道不应该是个沧桑的大叔吗 一时间 录音棚里言论纷纷 特别是女员工 此时看着陆王的眼神 仿佛都开始冒心情 陆王也和善的 跟大家一一打招呼 随后的新歌试唱过程中 陆王不断地接受 来自各方的注目力 特别是那些女性 眼神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陆王 结束后 顾婉华故意加大音量 对陆王说道 那陆公子我就不送了 待我向宝宝们问好 陆王会心一笑 微笑着点了点 离开了录音棚 而那些女员工们 则是直接心碎了一地 甚至有人悲愤地大喊了起来 不公平啊 这是为什么 这么帅的小哥哥 竟然已经结婚有宝宝了 我情愿今天没有认识陆公子 为什么要让我遇到他 为什么 长得这么帅 还这么有才华 竟然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简直是抱舔天物啊 顾婉华听到他们的抱怨 玩耳一笑 抱着双臂 离开了录音棚 同时 心中也对自己之前的判断 更加坚信了几分 陆昂真的才华横溢 刚才他拿出来的新歌 又让他震惊不已 他完全有信心 这首毕业季主题 能在第二轮大放光彩 而且会告诉所有作曲家 即使这个主题被写了二十年 还是能出现很优秀的作品的 第二十三章 压轴登场 新秀赛第二轮如期而至 顾斯宁窝在沙发上看着直播 当看到那些新门站在聚光灯下 接受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时 他美眸中露出无比渴望的神色 去年 他也是这样一路走来 到最后拿下了总冠军 可是当他把目光一向沉睡的三个小家伙时 眼中的渴望渐渐隐藏了下去 吃点水果吧 这时陆昂端着水果盘坐到了旁边 他拿起一个洗好的草莓 送到顾斯宁嘴边 他轻轻咬了一口 眼角露出幸福的笑意 青宁的新人 这次又排在很后面 怎么每次都这样啊 顾斯宁点开演唱名单说道 这也没办法啊 都是抽签决定的 陆昂也苦笑道 上次一星也是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 但是最后事实证明 只要作品出色 哪怕是排在最后 也一样会出彩 现在网上对你的评价 出现两极分化了 你要不要欣赏一下 顾斯宁笑着把平板递给了陆昂 陆昂接过一看 满屏的弹幕中 确实时不时飘过陆公子三个字 一星这一轮的作品好普通啊 跟前两手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陆公子竟然没有继续给一星写歌 这是我没想到的 楼上的 你以为陆公子是神仙吗 连续写了两首好歌 可能已经用尽了毕生才华 有道理 太多天才都只是昙花一现 陆公子至少留下了两首经典 你们在说什么啊 这可是新秀赛第二轮 主题是毕业季啊 对对对 这可是被写了二十年的老题材了 就算那些钻石机以上的大佬来了 也不见得能写出新花样 陆公子毕竟也只是一个新人 你们是不是对他要求太高了 不只是弹幕 各大娱乐媒体也对于陆公子发了报道 在标题上比这些弹幕更加有争议性 江度娱乐报 陆公子怕了 不敢挑战毕业季 新兴娱乐 刚出道就江郎财敬的作曲家 今日头条 陆公子到底有没有参加第二轮 番茄小说 某某大神推出新作 重生之从挑翻新秀赛开始 陆王直接无语了 怎么小说网站也跑来凑热闹 这热度蹭的 总之 现在关于新秀赛最热的话题 就是陆公子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认为陆公子不敢挑战毕业季这一主题 参赛名单上只有演唱者的名字并没有作品 只有当演唱者上台演唱的前一刻 现场的大屏幕上才会给出作品相关的信息 所以 当观众们发现 一星这次唱的歌不是陆公子作品时 所有人都被误导了 没人想到陆公子其实已经参加了 只不过是换了合作者而已 与此同时 江大成也正在看直播 看到满屏弹幕唱衰陆公子时 他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他花钱请的水君 陆王从他这里拿走了高达35%的分成 他可从来没忘记过 原来你也就只有这两把刷子 虽然你拿了35%的分成 但最后的赢家终究还是我 就算没有你的作品 平一心现代的人气 我也不会少赚钱 哼 而你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江大成盯着直播画面露出得意的冷笑 时间慢慢过去 第二轮的演唱已经渐渐接近尾声了 而弹幕中关于陆公子的讨论也少了很多 可以预见 等到第三轮的时候 估计陆公子的热度就会散得差不多了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想要一直保持热度 就必须要不断的有新作品出现 不然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观众们都是很健忘的 现在有请下一位选手下属上台演唱 主持人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遍现场 也通过直播间传到全国各地 快结束了吧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年年如此一点惊喜也没有 哎 新秀赛每年最无聊的就是第二轮 但是期望最大的也同样是第二轮 今年又白等了 毕业及格曲真的就这么难写吗 楼上的 我就是作曲家 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 这个题材在做曲圈 没人愿意碰 哎 也能理解吧 毕竟都写了20年的题材 想写出优秀作品太难了 就这样结束吧 还是希望第三轮能听到好听的歌 弹幕中透露着满满的失望 观众们每年都期望 能在第二轮听到新的毕业级歌曲 可是年年如此 年年失望 一片叹息声中 夏树抱着吉他上台了 而他的上台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即使他长得很清秀 符合做偶像歌手的标准 但是比他长得还好看的也不是没有 毕竟在这个舞台上 音乐才是王道 就像第一轮长相平凡的一星 只要歌好听一样能火 然而就在这时 有观众看了一眼 现场大屏幕上的字幕 顿时呆住了 几秒钟后 WOC是陆公子 陆公子竟然参加了第二轮 好家伙 原来陆公子等压轴呢 那些说他不敢挑战第二轮的大兄弟 把脸伸过来 和前两首一样 此曲编曲全都是陆公子一手包办 你们心问什么呀 哥还没唱呢 谁知道是不是好歌 就是前面都唱了九十多首了 没一首能听的 这首歌叫《同桌的你》 光看歌名就很普通好吧 这种用同桌命题的歌 被写了太多次了 这堵这个下述唱陆公子的新歌 连第二轮前十都进不了 加我一个 我赌一包辣条 这一声中 舞台上想起了前奏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第24章 新秀音乐服务器炸了 陆公子参赛的消息 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了开来 那些平时比较喜欢音乐 又关注新秀赛的观众 立刻拿起手机 打开了直播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 才想起同桌的你 下述的声音干净又明亮 歌词就像是在讲故事一样 轻轻的娓娓道来 从开唱到现在 整个现场 包括无数屏幕前的观众 都变得安静了 他们的思绪 似乎统一 被带回到了校园时期 脑海里闪过一幅幅 封存于记忆深处的画面 例如考试中 几枚弄眼 让同桌递答案 或者是 为了桌子使用面积 在中间滑一道线的幼稚行为 还有 被老师点名回答不出问题时 同桌小声地提醒 这时 副歌部分到来了 谁取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屏幕 已经全部被弹幕填满了 我和同桌经常吵架赌气 但是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 我要珍惜现在的时光了 我好后悔啊 当年我暗恋同桌整整三年 但是到最后 都没勇气说出来 你不是一个人 就像歌里唱的 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 娶了多愁善感的他 楼上的 你打断我情绪了 不会吧 你们都这么怂的吗 我同桌现在已经成我老婆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转眼都毕业十几年了 和同桌在课堂上打闹 仿佛还是在昨天 这首歌旋律真好听又好记 好想去现场 和他们一起合唱啊 此时的现场 无数观众已经记住了 这首歌朗朗上口的旋律 甚至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 发起了全场大合唱 声音更是直接盖过了 台上下述的声音 新秀赛举办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某个房间里 一个中年男人靠在沙发上 静静地听着直播间的歌声 当歌曲结束的那一刻 他突然站起来 快步跑到房间 然后掀开床板 在床底的家层里 拿出一个铁盒子 他拿着铁盒子坐到书桌前 深吸一口气后打开了盖子 放在最上面的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上面是一个笑容明亮 扎着马尾的女孩 她颤抖着手指倾轻抚过照片 封存在记忆深处的画面 一幕幕闪过脑海 除了照片 盒子里还有一个红线编织的手环 这是照片中的女孩 毕业那天送给她的 可是后来她们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 唉 真后悔当年没有告白 男人有些惋惜地感叹道 完全没注意身后进来一个人 一只手突然出现 抢走了手环 还有照片 哼 说不定 你现在去告白也不晚 一道声音 冷不丁从背后传来 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抖 转头脸色苍白地说道 老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看得太投入了 连我开门都没听见 我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准备拿出来丢掉的 女人没说话 而是把照片和手环都放了回去 然后盖上盖子 放到了书架上 谁让你扔了 你想留着就留着 不用掩掩藏藏的 谁还没有经历过校园时的懵懂青春 你大大方方的回忆 我又不会怪你 男人一把从后面抱住老婆 柔声道 谢谢老婆 另一边 是在一家酒店里 某个学校的毕业生 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聚会 今天过后 他们将各奔东西 开始自己的生活 包房的电视机里 正在放着新秀赛的直播 现场观众们投入的大合唱 包厢里 也不知道是谁跟着哼了一句 随后 其他同学也一起加入了进来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 问我接斑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 喜欢跟我在一起 一个女生唱着唱着 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 某个男生身上 不曾离开过 此刻她在想 要是为我披上嫁衣的 是她该多好 不知道几十年后 她会不会知道 曾经有个女孩 喜欢了她整整三年 她突然仰头 喝下满满一杯酒 借着酒精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林天 我喜欢你 她的声音直接打断了合唱 同学们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个平常异常文静的女生 啪啪啪 掌声响起 而男生们则是推荡着林天 不断地用眼神示意她 叫林天的男生 最终也站了起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 我也喜欢你好久了 包间里顿时响起 阵阵欢呼声 类似的场景 此刻正在全国各地发声 无数人打开了新秀音乐平台 一直刷新着新歌页面 直到某一次的刷新 页面上突然出现 同桌的你 四个字 他们毫不犹豫地点击了下载 但是很多人 竟然遇到同一个问题 下载页面卡住了 新秀音乐技术部 怎么回事 客服那边投诉电话 一个接一个就没停过 技术主管疯疯火火地 推开门口道 主管 不怪我们啊 新上架的那首 同桌的你 突然爆了 一下涌进几十万用户 同时下载服务器 扛不住了 技术员委屈地说道 主管张了张嘴 没说出话来 他点开后台看了一下 下载量已经超过五十万了 而这才上架 刚刚一分钟而已 可是服务器 竟然在这时候当机了 快 紧急增加服务器 他当即做出了决策 第25章 霸占热搜了 新秀音乐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因为一首新歌 导致服务器崩溃 客服部的投诉电话 就一直没断过 客服小姐姐们 甚至同时接两个电话 好不容易挂了电话 立刻又响起来 好在一个小时后 技术部终于紧急增加了服务器 巨大的压力 总算是得到了缓解 而同桌的你 也瞬间冲到了第一名 下载量蹭蹭地往上涨 居然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冲破了五百万大关 而且势头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与此同时 逗音短视频平台上 也出现大量用 同桌的你 作为BGM的作品 并且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 还有浪博社交平台 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现在热搜前十里 竟然有六条 和新秀赛相关的话题 警号 同桌的你 让毕业季作品 重获新生警号报 警号能打败陆公子的 只有陆公子 警号报 警号 addu同桌挑战赛 警号费 警号某男子听歌后 联系当年同桌 警号夏树 警号 清明影业总裁办公室 顾婉华看着热搜上 夏树的名字 嘴角露出微笑 他赌对了 洛公子的作品 成功让夏树 获得了一大波流量 接下来电影上映后 势必会起到连锁效应 这对于公司的 第一部电影来说 简直是最好的宣传 有人欢喜 自然就有人忧 江大成在办公室里 看着全网 都是陆王的热搜 恨不得把电脑都砸了 同桌的你 人气已经快追上 木马城市 和消愁了 如果按这个速度下去 等到人气结算的时候 超过一星第一轮的人气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一星只是第二名 那也不错 可是接下来还有第三轮呢 如果陆王借着这波热度 再给夏树写首歌 就算作品一般 那也绝对稳拿冠军了 不行 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想到这里 他急忙拔通了陆王的电话 想让他再给一星 写一首新歌 可是电话里 却传来关机的提示音 此时的陆王 正在红宝宝们睡觉呢 手机静音扔在一边 根本没空去看 电话实在太多了 一度差点让他 手机直接死机 你是不是该去一趟 作曲家协会了 顾思宁亲身问道 等这轮人气结算后再去吧 陆王微笑道 以他推算的结果来看 等同桌的你 人气结算完成后 他三首作品的累计销量 应该能直接突破到翡翠级 到时候去了 直接一次性更新资料就行 免得还要多跑几次 对了 你要不要注册一个浪博账号 还有抖音 顾思宁提议道 这两个平台的账号 我都有啊 陆王说道 我意思是 重新注册工作专用账号 你现在人气可不低 粉丝也需要一个 能和你交流的平台吧 顾思宁作为过来人 当然知道运营粉丝的重要性 那好吧 陆王转身拿起手机 没一会儿就注册好了 两个平台的账号 两个平台的名字都叫陆公子 然后在顾思宁的指导下 进行了认证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平台都通过各方关系 给陆王打过电话 就是想邀请他开始账号的 结果陆王根本没接电话 后台在收到陆王的认证申请后 自然是喜出望外 当即秒通过 音乐人认证竟然秒通过了 顾思宁刷新了一下页面 惊讶说道 秒通过说明 人家办事效率高啊 陆王回到 顾思宁却哼了一声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我去年拿了冠军申请歌手认证 都花了三天才通过呢 啊 陆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 赶紧发布第一条视频吧 趁着现在热度很高 发什么好呢 两人坐在沙发上讨论了半天 也没拿定主意 最终陆王随手对着茶几上的果盘 拍了张照片 发到浪博 然后斗音这边 也同时上传了这张照片 统一配文 大家好 我是陆公子 这也太敷衍了吧 顾思宁有些好笑的说道 管他呢 真不擅长搞这些东西 反正也不指望这个赚钱 陆王倒是无所谓 再说 他只想靠作品说话 不想去搞什么粉丝经济 饭圈那一套 注册账号 也仅仅是起到一个 和粉丝交流的作用 发布成功后 陆王就把手机扔一边去忙别的了 但是 两个平台的账号 却引来了各方关注 杜小薇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最近新秀赛上连续出现好歌 对于他来说 比过年还开心 特别是当看到浪博上 满天都是陆公子的热搜时 更是觉得自己没粉错人 唯一让他觉得可惜的是 陆公子到现在都没有公开的工作账号 他随手点开一个 关于陆公子的话题 刚进来就发现 最上端出现 一整排关联信息的账号 名字全部叫陆公子 哼 一群蹭热度的 他随口嘀咕了一句 但是正当他准备往下滑时 突然注意到 排在第一个的账号后面 竟然有个黄V 玩浪博的都知道 黄V就代表着官方认证 难道是真的 他抱着怀疑的态度 点开了这个账号 大家好 我是陆公子 只有一条博文 配图只有一张裹盘 再无其他 再看上主的认证信息 果然是来自官方认证的音乐人 太好了 陆公子竟然真的开通账号了 杜小薇欣喜万分 急忙点开评论区 竟然一个评论都没有 天啊 我要成为第一个 和陆公子交流的粉丝了 然而就在他点开的那一刻 系统自动刷新页面 杜小薇整个人都镇住了 明明前一秒还是零赞零评 一眨眼 竟然就多了2000点赞 500多条评论 在这里 陆公子在这里 点赞1825 太好了 陆公子终于开通账号了 可惜竟然没发照片 点赞1799 陆公子这么有才华 肯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士公子 点赞1722 能写出 消愁 这种歌 陆公子应该是一个 历经沧桑的中年大叔吧 点赞533点 踩1998 第26章 啊还没出月子呢 账号开通十几分钟后 已经有大批的粉丝 嗅着味道找了过来 现在陆公子的粉丝数 已经突破了1万 第一条博文的点赞和评论 也在疯狂的增长当中 并且 警号陆公子开通浪博警号的话题 也上了热搜榜 并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上冲刺着 到晚上12点的时候 陆公子这个账号的粉丝 正式突破50万大关 那条只有一张照片的博文 也被点赞到了37万 不光是这些 粉丝们很快就发现 很多音乐圈的名人 都主动关注了陆公子 你们发现没 第一个关注陆公子的账号 竟然是顾思宁 顾思宁是谁 科普一下 顾思宁是去年新秀赛的冠军 有印象了 但是他怎么拿了冠军就消失了 说起来 去年我还反过他呢 谁知道呢 娱乐圈就是大浪逃杀 不知道多少新人死了 出到这一关上 有点可惜啊 顾思宁在现在一众女歌手里 妥妥的颜值天花板 而且 唱功也甩那些偶像女团十条街 现在的娱乐圈 可不是靠单靠颜值和唱功就能火的 感觉他就算付出 也火不起来 有道理 现在那些新人哪个不是刚出道 就疯狂炒作刷话题 说白了 就是得背后有人 此时远在青州 一家名为雨要传媒的总裁办公室里 公司老板正皱着眉头 看着电脑屏幕 他看的页面 正停留在陆公子浪博评论区 他点了根烟 吸一口缓缓吐出一团烟雾后 沉声道 顾思宁那边有什么消息没 一个打扮 十分精致干练的女人 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 语气恭敬地回道 唐总 他目前没提出付出时间 碰 唐总一巴掌 用力拍在桌子上 震的电脑显示屏都摇晃起来 让他立刻付出 不然就赔为约金吧 烟雾缭绕中 唐总幕后道 可是 他现在应该才刚生完孩子 我不管那么多 就算他抱着孩子上台 也得给我付出 说不定还能赚一波热度 要是 他拒绝呢 唐总文言轻蔑一笑 可以啊 反正当初把他捧成冠军 也没花太多钱 无非就是 借着他的颜值 把热度炒起来了 他要是拒绝的话 两千万违约金 我就赚大了 好的唐总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女人应了一声后 走向门口 刚准备拉开门 又听唐总的声音传来 记得先联系一下那个陆公子 然后再联系顾思宁 明白了 女人开门走出办公室 他知道唐总的意思是 先联系陆公子 然后以陆公子加盟雨药 来劝说顾思宁付出 毕竟现在陆公子的热度这么高 至于陆公子会不会拒绝邀请 不管是唐总还是 他都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他们潜意识里都认为 没有哪个新人做曲家 能拒绝雨药的橄榄枝 晚上 洛昂和老妈一起给宝宝们洗澡 又哄他们睡着 后来到了顾思宁的房间 宝宝们的摇篮 是放在老妈房间的 说是怕影响顾思宁休息 要是宝宝饿了 就抱到顾思宁这边来喂 你还不睡吗 顾思宁间陆昂进来后问道 他们到现在都还是一人一个房间 主要是从月子中心回来的那天 老妈就悄悄交代陆昂 说是三个月内 不许和顾思宁睡一个房间 陆昂很无奈 就算老妈不说 他现在也不可能和顾思宁睡一起 虽然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两人因为宝宝有过一些亲密接触 但是还没到坦然同床的地步 找你有点事 陆昂回到 然后反手关上了门 顾思宁见状脸上露出一丝紧张 心脏砰砰跳了起来 你 要干嘛 他紧张地问道 但不知为何 心中竟然还有一丝期待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陆昂神秘一笑 直接走到床边蹲下 然后伸手掀开了顾思宁睡衣的下摆 露出小腹 顾思宁翘脸一下就红透了 但是也没有反抗 支支吾吾地说道 他消除刀口疤痕 也要出了月子才行吗 啊 原来是这个啊 不然 你以为是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顾思宁脸烫的不行 拿起枕头 直接盖在自己脸上 片刻后 他只感觉小腹位置 传来一阵清凉 本来刀口拆线后 正在愈合期内 时不时的就很痒 可是又能用手去抓 别提人的多难受了 但是现在那种臊痒感完全消失了 他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 拿开枕头后 他好奇地勾着脖子看了一眼 发现洛王正细致地拿着一个小瓶子 在涂抹着什么 这又是你家祖传的配方吗 他好奇问道 嗯 绝对要到八除 比市场上最顶级的都管用 洛王自信道 顾思宁没有丝毫怀疑地点起了头 经过前几次的验证 他发现 洛王拿出来的东西都出奇的好用 比如那个修复皮肤的乳液 他自从生宝宝后皮肤就松弛了很多 但是用了那个乳液的第二天 他的皮肤就完全恢复了 甚至比以前还要有光泽 要不你开家护肤品公司吧 你的这些东西真的太好用了 要是供不出去 全世界的女人都会疯掉的 顾思宁早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现在忍不住说了出来 我也想啊 但是这些东西很难做 根本没办法量产 只给你一个人用是够的 洛王解释道 其实真正原因是 这东西出自系统 而且需要萌保值兑换 类型不同在700-1000萌保值之间 如果真要上市销售 那得多少萌保值才够兑换的 而他现在每天能获得的萌保值 最多也就1000而已 一个月才换30平 完全不够卖啊 好了 涂完药后 洛王站起来说道 谢谢 顾思宁小声道 一家人这么客气干嘛 洛王笑了笑 然后转身向外面走去 顾思宁伸出手 嘴唇动了动 嘴中还是放下了 然后娇称道 真是个木头 第27章 见面谈 洛王离开顾思宁房间后 也去洗漱了一番 然后回客卧准备睡觉 临睡前他 看了一下手机 未接来店酒酒家 他微微皱了下眉 寻思着 是不是该找个助理 帮他处理这些繁琐的事情了 不然 他以后每天啥都不用干 光接电话去了 洛王躺下 准备把手机放到一边时 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本来他没打算接的 但是看到来电显示后 愣了一下 这个号码的归属地是青州 所属企业是宇耀传媒 他记得顾思宁毕业前 就是被这家公司签下的 说起来在娱乐圈这家公司 也算得上是几个龙头之一 门和宇耀比肩的 大型娱乐公司没有几家 然后按下了接听键 陆公子是吗 电话里传来一道清冷的女声 是我 我这边是宇耀传媒 明天直接来公司人事部 办理入职手续就行了 什么入职手续 你听不明白吗 我们宇耀觉得你潜力不错 允许你加入我们公司 洛王直接愣住了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好像是双方第一次联系吧 他什么答应要加入宇耀了 不好意思啊女士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有向贵公司递交过简历吗 洛王礼貌地回到 电话那头似乎没料到 洛王会是这种反应 于是沉默了 等了大约十秒 对方还没说话 洛王摇了摇头说道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等等 听同理传来的声音中 终于有些急了 你是不是不了解宇耀 在娱乐圈的地位 我可以现在给你科普一下 洛王再次愣住了 他还以为对方知道 反省自己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没想到竟然还是这种心理 爱上哪玩具哪玩吧 洛王直接挂断电话睡觉了 于耀传媒总部 干练的女人 听着手机里的嘟嘟声脸上 满是疑惑 不应该啊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 直接了当的 拒绝于耀的邀请 别说他一个新出道的作曲家了 就算是那些老牌的王者集 也都会给于耀几分面子 现在的年轻人 可真是急躁 才刚有了点成绩 就飘上天了 他冷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把这个消息 汇报给了唐总 收到的答复是不用理会 直接联系顾思宁 哎 陆公子啊 这份前途 可是你自己不要的 女人叹息一声后 又拔通了顾思宁的电话 第二天早上 洛王发现 刚起床的顾思宁 眼睛红红的 没睡好吗 是不是宝宝晚上折腾太久了 洛王关切问道 顾思宁沉默稍许 最后还是决定说出来 昨天晚上 兵姐联系我了 兵姐是谁 公司一人部总监 她说 让我马上付出 洛王文言 拿出手机 调出昨晚的通话记录给她看 这是不是那个兵姐的号码 咦 她给你也打电话了 顾思宁惊讶到 嗯 不过她并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可能是通过其他地方 知道我的号码的 那她联系你 肯定就是 邀请你加入羽妖了 顾思宁一下 就想明白了其中细节 哼 邀请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种邀请方式的 洛王冷笑一声 对方高高在上的姿态 她很反感 看来公司在对待新人方面的态度 还真是一点也没变呢 顾思宁一点也不意外 她早就见识过 羽妖不可一世的态度 但是以他们 在娱乐圈的地位 可以说 有这个底气吧 所以我拒绝了 洛王淡淡说道 嗯 反正你又不是艺人 只要有作品 就能在圈内站稳 顾思宁也表示支持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要付出吗 洛王问道 冰姐说 让我立刻回公司报道 不然就赔为约金 顾思宁皱起柳梅说道 你没说 宝宝还没满月吗 说了呀 可是她说 大不了带着宝宝一起上台 还能制造一波热度 洛王直接哑口无言 她一直知道 现在的娱乐圈擅长诈作 但是万万没想到 于耀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竟然连没满月的宝宝 都想利用拿来制造话题 她心中憋着一团火 顾思宁付出 她是支持的 但起码得等孩子满月吧 你当时先的合同给我看看 洛王忍着怒气说道 顾思宁回房间 行李箱中 找到合同拿了出来 洛王看完后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这合同也太离谱了吧 完全就是霸王合同啊 按合同条款 于耀传媒为她提供作品 参加新秀赛出道 而且规定 在五年内 她至少要为公司 带来一个亿的收入 甚至关于她的分成问题 只字未提 只说了按情况调整 说白了 就是给多少 甚至一分不给 都是他们说了算 而且 违约金高达整整两千万 我 我当时还没毕业 再加上家里的一些原因 很着急 想出道 所以就想着先签了再说 顾思宁小声说道 然后又补充道 但是我参加新秀赛的作品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没用公司提供的 洛王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也没用啊 虽然他们没提供作品 但是最后算下来 如果顾思宁现在不回公司 也属于违约 那怎么办嘛 要不我再跟公司商量商量 等宝宝满月 我就付出吧 顾思宁可怜兮兮的说道 不用商量了 洛王震声道 我还是支持你付出 但绝不是跟这种 不要脸的公司合作 那你的意思是 直接违约吧 违约金你也不用操心 合同上是多少 我给他们多少 洛王语气有些冰冷 这种合同 即使打官司 也赢不了 想让顾思宁成为自由人 手机震动起来 电话太多 他现在都是日常调整震动模式 拿起来一看是陌生号码 但是归属显示是王朝传媒 这不是羽妖的死对头吗 您好 请问是陆公子吗 您好 是我 我这边是王朝传媒 不知道陆公子 有没有加入我们的兴趣呢 在一方面 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洛王突然想起 前几天看到的一个娱乐新闻 于是问道 请问贵公司的艺人 最近是不是在和羽妖那边 争夺超一线排行榜 那边愣了一下 随即承认到 虽然不是明面上的争夺 但是圈内人都明白 我们两家谁多出一个超一线的话 都会为对方带来极大的损失 不管是流量方面 还是利益 洛王嘴角轻轻勾了起来 轻轻吐出三个字 见面谈 第二十八章 疯狂的粉丝小姐姐 两天后 江都作家协会门口 洛王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今天他是来更新作曲家等级资料的 第二轮的人气结算已经结束 同桌的你 这首歌已打破往年历史记录的 930万人气稳居第一 甚至直接超过了 一星两首歌在结算期加起来的人气 但是过了结算期后 那两首歌的人气也一直在增加 目前 木马城市600万 萧筹710万 所以洛王现在的累积人气 已经达到了2200万上下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 翡翠及作曲家1500万的标准 而下一个钻石级的标准 则需要足足5000万的人气 想要达到的话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洛王决定先把等级更新到翡翠 还有一个原因是 今天王朝那边约了他谈合作 把等级提升起来 也可以作为他谈条件的底气 进入作曲协会大厅 这里很安静 只有前台一个小姐姐 在低头玩着手机 她走过去问道 你好 请问作曲家资料更新去哪边 小姐姐听到有人说话 也没有抬头 抽出一只手 拿了一张表拍在桌子上 先填表 说完后继续玩手机 洛王直接在前台上开始填表 姓名 作曲家一名 电话等等 气死我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 说陆公子是大叔 竟然还有说他是老头子的 这时 小姐姐突然咬牙切齿地低语起来 手指快速在屏幕上点动着 默然听到自己的名字 洛王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小姐姐正在一个博文评论区 跟别人疯狂对线 而且 正是自己创建账号后 发的那条唯一的博文 陆公子绝对是个帅哥 来啊 对线啊 不服来战 你凭什么说他 一定是个帅哥 你见过他 我还真见过他 信不信有你 哼哼 你们女人就是不讲道理 虽然我也喜欢陆公子 但如果陆公子是个帅哥 我直播吃屎 此贴为正 你等着吧 等陆公子公布照片的那一天 我会add你直播表演的 洛王忍不住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没想到他现在也有粉丝了 还是那种无脑死忠粉 两分钟后 陆王填好表递了过去 你好 我填完了 嗯 稍等我一下 我再骂他一句 小姐姐嘀咕道 他依旧没有抬头 只是稍微瞥了一眼表格 就收回了目光 按了几下屏幕后 他似乎觉得哪里不对劲 于是又看了一眼表格 陆公子 他惊呼一声 抬头看向陆王 顿时整个人正在原地 眼中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您是陆公子 您就是那个 同桌的你的陆公子 他兴奋的问道 对 我就是陆公子 陆王笑道 哈哈 小姐姐突然两手捂着脸 原地蹦了起来 当他放下手时 整张脸已经兴奋的通红 看向陆王的眼神里 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像是要把陆王 整个吞下去一样 我果然没猜错 陆公子一定是个 风度翩翩的士公子 你比资料上的 证件照长得还好看 天啊 啊 我不行了 我心跳好快 都快跳出来了 不行不行不行 让我缓一缓 小姐姐直接进入了 疯狂模式 都没给陆王 开口说话的机会 自从开始粉陆公子后 她利用植物便利 第一时间查了陆公子的资料 然后发现 陆王的证件照率的 不要不要的 于是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陆公子时的大叔 甚至老头子 他就忍不住跟人兑现 但是因为工作原因 他是绝对不能 私自透露 作曲家信息的 这可把他憋坏了 所以见到陆王 本尊发现 他比照片还率实 直接破防了 只见他直接扔下 手机快速 冲进了一楼的洗手间 然后传来流水声 等他出来的时候 脸上还挂着 没擦干的水珠 看来是太过 激动用冷水洗了个脸 不好意思啊 陆公子 让您见笑了 小姐姐终于稳定住了情绪 不碍事的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 陆王微笑道 陆公子好温柔 居然说谢谢我 太太温柔了吧 小姐姐听到陆王的话 脸上表情一阵恍惚 心中疯狂的咆哮起来 刚冷却的心 又开始躁动起来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后 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微笑道 其实我一直在等 等你来作曲协会 更新资料的一天 陆王只是保持着微笑 他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招架 这么热情的粉丝 哦对对 你是来更新资料的 我这就带你去 小姐姐终于想起来正事 拿起表格在前面带路 走路就走路吧 他几乎每隔一秒 就回头看陆王一下 搞得陆王是真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这里了 他把陆王带到一个门前 然后敲两下门推开 张主任 有作曲家来更新资料了 好 请他进来吧 里面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 陆公子里面请 他侧身站在门的一侧 伸手向门内说道 陆王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张主任是个魁梧的中年人 怪不得说话中气这么足 你好张主任 我来更新资料 陆王主动招呼道 办公桌前正在处理公务的张主任抬头 看到陆王后愣了一下 笑呵呵的说道 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我们作曲家协会 未来怕事 又要添一名猛将啊 陆王立刻谦虚道 张主任过奖了 晚辈不敢当 作曲家协会人才济济 虽说陆王现在的成绩十分耀眼 但这只是新秀赛上的成绩 那些成名已久的作曲家们 在更大的舞台上 有过比陆王现在更为夸张的战绩 谦虚了是吧 至少能在新秀赛上 达到你这个成就的 目前只有你一个 包括王者级的江宇晨 当年都没做到这一点 只用了三首歌 从不入流 直接跨入了翡翠级 说你未来可期 一点也不夸张 张主任语气中掩饰不住的赞赏 站在旁边的小姐姐 比当事人还兴奋 甚至轻轻地拍了起手 感觉张主任夸陆王 比夸他自己还开心 第29章 作曲家徽章 资料更新手续书得很快 陆王现在已经正式晋升翡翠级作曲家 都是统一的音符状 而且陆王是一次性领了 从青铜到翡翠的五枚徽章 徽章的材质 也是由名称代表的材料制造的 比如青铜徽章的材质 就是黄铜 白银的就是白银 黄金和白金的话 只是一层镀金 毕竟这玩意儿太贵 而翡翠则是用的真材实料 只不过是那种普通品质的 这徽章 就是作曲家们的身份象征 作曲家协会门口 陆王手里握着五枚徽章 也微微有些喜悦感 毕竟第一次 就直接跨机领到这么多徽章的 有史以来 他是第一个 想了想 陆王把五枚徽章 都别在了左胸口 然后用手机自拍了一张 发到了浪博上 并配闻 作曲家协会好大方 竟然一次信给了我五个徽章 陆王发完后 就打车赶往和王朝的人 约定见面的地点 可是他浪博评论区 却已经炸锅了 好法尔赛啊 不过我喜欢 牛批 可以说前五来者了吧 我记得江宇晨大佬 当年参加新秀赛期间 也只是跨了两级吧 你没记错 江大佬当年是从不入流 直接跨入黄金 这么说 我们也算是见证历史了呀 陆公子牛批 评论区有没有在作曲家协会工作的 陆公子真人到底长什么样 对对对 太好奇了 他到底是个老头 还是大叔 他开通账号到现在只发了两张照片 但是都没有露脸 大概率也就长相平平无奇吧 评论区里热火朝天 粉丝们最为关注的 还是陆公子到底长啥样 要说评论区里 有没有人真的见过陆公子 那当然是有的 还不少 比如刚刚才见过陆王的前台妹子 这时又开始和他们对起了线 因为不能公布陆王照片 而憋屈的同时 也未见过陆公子本尊 而无比满足 另外就是新黄娱乐 作曲部的同事们 作为曾经一起共事的同行 他们自然知道 陆王的作曲家一名 就是陆公子 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 去侵犯陆王的隐私 如果人家想公布 自己就公布了 甚至是陆王大学同学中 也有很多陆公子的粉丝 但是除了宿舍几个好兄弟 基本没人知道 他就是陆公子 一家咖啡装修典雅的咖啡厅 陆王进门对着手机信息 来到了28号桌 此时桌子边坐着一位 看起来打扮得很精致的女性 她一只手搅拌着咖啡 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滑动 时不时看向窗外 您好 请问是贺云女士吗 陆王走到桌前问道 是我 请问您 贺云话说到嘴边 眼光落到了陆王胸前的五枚徽章上 原来您就是陆公子啊 对不起 我看到你进来了 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陆公子会长得这么 嗯 你看起更像是偶像男团的成员 陆王这才发现自己胸口上 还别着一大堆徽章 呵呵 刚刚拍照 忘了取下来 陆王嘎笑两声 急忙取了下来 是这张照片吗 贺云拿着手机 朝陆王晃了晃 屏幕中正是陆王刚发的 那张徽章照片 陆王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坐了下来 评论区很热闹呢 都在猜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说 如果我现在对着你拍张照片发上去 会不会直接冲到热搜第一 贺云打趣道 陆王知道他只是开玩笑 只是礼貌地笑了笑 寒暄过后 贺云恢复到了日常工作的状态 从包里拿出一张合同递给陆王 陆王没说话 接过来后 认真地看了起来 只看了一小部分 陆王就已经感受到了皇朝的诚意 和与要最大的区别就是 皇朝是直接把陆王放在了平等地位 诚心实意地邀请他加盟 而且特别明示 从他加入皇朝的那刻起 只要是他的作品全部享有自由一家权 这是专事级作曲家才有待遇 另外还有一点 作曲家和艺人跟娱乐公司的合作方式 是不一样的 比如艺人 一般都是签时间约 短的三五年 多的长达到十年都有 但是作曲家则是以作品数量来签约 比如 《皇朝给陆王的合同》中 明确标明 需要陆王为皇朝的艺人 创作二十首歌 而且 只要是陆王的作品 无论给谁唱公司 都会倾注大量资源去宣传 这条也很合理 陆王自然也明白 想要在圈子里走得更远爬得更高 不光是靠作品 还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平台 能给予他最大限度的宣传 陆王觉得和皇朝合作的话 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于要对待顾思宁的态度 让他很不爽 皇朝作为于要的头号对手 陆王不介意抬他们一手 合同我很满意 我现在就可以签 陆王看完合同后 并没过多考虑 二十首歌而已 对于他的超级曲库来说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贺云文言有些意外 但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他感觉 公司给出的条件 已经相当好了 那助我们合作愉快 贺云伸出手 陆王潜握极致 随后在合同上签了字 然后抬头问道 这次超一线争夺 公司的胜算如何 贺云文言心中 对陆王愈发赞赏 这才刚签合同 就开始替公司考虑了 目前来说不是很乐观 我们公司现有一线歌手 都是成名已久的老人 而羽阳那边这几年紧跟潮流 培养了一大批流量偶像 歌唱的好不好不重要 人家就靠一张脸 再炒作点话题 就能让那些 根本算不上音乐的东西 销量爆表 贺云有些无奈的说道 这已经是 现在娱乐圈的常态了 流量当道 作品却先有人关注 甚至那些流量歌手 五音不全的 一抓一大把 我倒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既然是音乐比赛 那观众最终的关注点 始终还是会 回归到音乐本身的 陆昂沉声道 贺云文言眼神大亮 是啊 这届的新秀赛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一心长得好看吗 不好看 甚至初次上台时 还被全场虚过 但是结果呢 一首木马成事 一首消愁 直接唱到了观众心里 当做到这一点时 什么流量歌手都靠边站 所有乐迷 都会为这种优秀的音乐 而发自内心的掏钱买单的 第三十章 质量和流量的区别 但是贺云转念一想 虽然目前来看 新秀赛确实是做到了 用作品质量来碾压流量 可是也要看参赛者是谁 何谓新秀赛 就是说刚出道 甚至还没正式出道的新人 他们或许在公司的运作下 有了一定的流量 但是和超一线这种级别的比赛 完全是天壤之别 参加这种比赛的歌手 可都是靠他们背后的公司 从一开始 就用流量和话题 推到一线位置的 他们的人气恐怖到 让人无法想象 甚至有一个男团成员 曾经在浪博上 发了一张自拍照 还设置了付费60元 才能解锁照片 任谁都没想到 照片发布不到24小时 竟然收到了 高达几百万的解锁付费 可以说 从这件事开始 也让无数娱乐公司 认清了流量带来的效益 于是纷纷模仿 各大选秀节目层出不穷 偶像艺人 就像是流水线产品一样 被大批量的制造出来 他们有的参加选秀节目 甚至连五线谱都认识 然后僵硬的跳着 不知所谓的舞蹈 就这样 他们也能获得 上千万甚至上亿销量 陆老师 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能用作品质量 打败流量吗 贺云有些落寞的问道 嗯 陆王斩钉截铁般 吐出一个字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请跟我来 贺云有些疑惑 但还是跟着陆王 离开了咖啡店 来到大街上 新X 这首歌人气如何 陆王突然问道 当然是超级爆款啊 这首歌是与要现在的 当家流量宋星节 今年发表的 目前累积人气 已经超过了两亿 贺云有些感慨地说道 但说实话 这首歌想表达什么 他是真没听出来 至于旋律方面 也是毫无亮点 但就是有粉丝愿意买单 那 天若有情 这首歌呢 陆王再问 这是我们公司张老师 二十年前超经典的作品 在当年可以说是 K歌必选曲目 贺云猛然听到熟悉的歌名 顿时兴奋起来 而且还是自家公司一人的歌 可随后 他就皱眉悠悠说道 可惜张老师 现在连宋星节 三分之一的人气都不到 这都是表象而已 你跟我来 陆王微微一笑 然后朝一个四十多岁的路人大叔 走了过去 大叔你好 我是黄朝周刊的记者 可以采访 您几个问题吗 陆王拿出一支笔 当做是录音笔 放在嘴边说道 大叔一看陆王长得跟明星似的 旁边还有一个穿着正装的女性 一下就相信了 可以啊可以啊 你想问什么 大叔热情说道 请问您听过 新X这首歌吗 我平常不怎么关注音乐 倒是没听过这首歌 那您听过 天若有情吗 大叔继续摇头 陆王则是拿出手机 打开音乐软件搜 新X 然后点击播放 大叔您先听一下 开头就是激烈的乐器声混杂在一起 让人听了 倒是会情不自禁 跟着节拍点起头 但是当人声传出后 却是模糊不清的发音 然后夹杂着大量的电音在里面 根本听不出人的声线特点 更别说是听清歌词了 而且旋律也是平淡无奇 和好听基本不沾边 这是唱的啥啊 不像是人唱出来的声音啊 倒是音乐挺带劲的 大叔听完后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陆王笑了笑 然后又播放了 天若有情 前奏才刚刚响起 大叔突然一脸激动的伸出一根手指 在空中点动着 这个我听过 我老早就听过了 还会唱几句呢 然后大叔还真的就跟着手机唱了起来 结束后 大叔继续说道 这才叫歌吗 虽然我记得这首歌叫啥 但是我十几年前听的到现在还会唱 刚才那首是啥玩意儿 那能叫歌吗 好 谢谢大叔接受我们的采访 陆王感谢说道 然后看向贺云 却发现他并没有太大反应 好像早就料到会是这种情况 你这是想告诉我 只有真正好的作品 才会经久不衰吗 可是 你采访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如果换作是那些流量偶像的粉丝 群体呢 贺云很快就明白了陆王的意图 甚至是点破了其中的漏洞 但是陆王没有回答 只是重新搜寻目标 很快就锁定一个女大学生模样的路人 他走过去 还是刚才那套开头 只是换了个问法 同学你能说说 你现在最喜欢的歌手吗 陆王微笑道 女学生有些害羞的捂了五脸 一半是初次被采访 另一半是陆王太帅 有些把持不住 我当然最喜欢我家吴雨哲了 我是他的铁粉 女生欣喜的说道 那你喜欢他哪首歌呢 都喜欢 只要是他唱的 我都喜欢 陆王直接搜出吴雨哲的专辑 点开人气最高的一首开始播放 呀 是 哈喽 这首歌 我可喜欢听了 前奏一响 女生就激动的拍起了手 那你平常去TTV会唱这首歌吗 陆王继续问道 女生一愣 然后有些尴尬的说道 这首歌他 好听是好听 但是好像不太好唱 陆王淡淡一笑 岂止是不好唱 如果关掉伴奏这首歌 根本就淡得像白开水 除了一堆语速极快的说唱 根本谈不上 有哪怕一丁点优美 或者说 让人能记住的旋律 于是陆王又播放 天若有情 那这首呢 这是天若有情吧 这谁不会啊 KTV必点曲目好吧 问到这里 就不需要再继续问了 接下来 陆王带着贺云 又采访了十几名路人 包括从十几岁 到五十多岁的年龄段 诚如贺云所说 这些年轻人 基本都是当带流量偶像的粉丝 但奇怪的是 他们会为自己偶像的歌买单 但是只有极少部分 能唱出他们偶像的歌 倒是陆王随便找了 几首经典老歌 这一下不管是年轻人 还是年龄比较大的 尽管并不知道 歌名和谁唱的 但是或多或少 都能哼上几句 甚至能完整唱下来的 也不在少数 贺云此时恍然大悟道 我懂了 陆王点头道 那些所谓的流量歌手 其实靠的并不是作品本身 来吸引人气 他们的粉丝们 是因为作品 才喜欢他们的吗 恰恰相反 粉丝是先被他们的长相吸引 然后才接受他们的作品 而且这类作品 基本也只会在某个偶像的 粉丝圈内流传 就像刚才我问的那个女学生 自己偶像的歌都知道 但是另一个她不喜欢的偶像 却一首歌没听过 这说明流量歌手的作品 根本走不出粉丝圈 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听过以前的经典老歌 所以说他们仅仅只是喜欢偶像罢了 但是对于好听的音乐作品 也完全不拒绝啊 听到陆王的解释 贺云越发觉得有道理 甚至开始幻想起来 如果哪一天 自家公司的老牌艺人 唱了一首被所有大众都认可敌心格 那会不会连那些作为对手的 流量偶像们的粉丝 也会愿意买单呢 第31章 当年的《情歌王子》 贺云经过陆王这么开导一番 是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但是他也知道 想在这个时代碾压流量 必须要拿出非常优秀的作品 就像20年前 那种可以传遍大街小巷 让多数人认可的那种 目前陆王一共才出了三首作品 单看人气 或许还没能达到那种程度 但是贺云认为 在质量上是绝对没问题的 可能是局限于新秀赛 这个舞台的原因 因为新秀赛已经举办了20多年 关注的人是一年不如一年 可贺云现在就能赌电 特别是那首《同桌的你》 就算是再过20年 也必定会继续流畅下去 于是他忍不住问道 陆老师 陆王露出自信的微笑 不过我要先看歌手的演唱风格 和声线特点 那是自然 不知道陆老师 现在有没有空跟我去一趟公司呢 贺云期待的问道 在看到陆王点头后 他欣喜万分的 请陆王上了他的车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黄潮公司 这家公司全称是黄潮圣渝 是一家老牌的娱乐公司 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手 都是出自这家公司 但是最近几年 因为流量的兴起 开始没有以前的行业地位 甚至在才创立三年的雨药面前 都微微低一头 云姐回来了呀 刚进公司 前台小姐姐就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随后 他看到跟在贺云身后的陆王 顿时一双眼睛 冒起了小星星 等他们进入电梯后 大厅里几个女员工 瞬间聚集到了一起 刚才那个小哥哥是谁啊 以前怎么没见过 长得也太帅了吧 他是素颜啊 素颜 公司最近正在改变经营策略 也想走羽耀那种流量路线了 就是说 刚才那个帅得过分的小哥哥 也是公司刚签的新人 好激动啊 如果是真的 那我以后粉他就行了 一群只会看脸的女人 你们难道就没发现 那个小哥哥身材也很绝吗 我爱死了 三楼 贺云和陆王刚走出电梯 就听到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 滚 老子不化妆 打死都不化 吴老师您配合一下 这是公司的要求 天王老子的要求我也不干 一个大老爷们 还要涂口红带美瞳 你不如让我直接去死 碰 一个房间的门被用力打开 然后重重关上 贺云尴尬地看了陆王一眼 捂着额头走了过去 刚出门的吴老师 一脸怒气地靠在墙上 急促地呼吸着 吴老师 您还是接受不了吗 贺云问道 吴老师瞥了他一眼 把头扭到一边不想搭理 贺云只好无奈地笑了一下 然后他示意陆王跟上他 走远后他才小声说道 吴老师其实长得很帅吧 确实 看年纪应该才三十多吧 但是样貌端正俊逸非凡 陆王如实说道 公司想让吴老师 转型走小鲜肉路线 他这长相话下装 再加上滤镜效果 其实完全不比那些流量差的 贺云解释道 而陆王文言却是心中泛起一股悲哀 刚才那个吴老师他认识 时间再往前推十年 吴老师刚成名那话 他的歌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的 可是 连这样的老牌实力歌手 现在也被逼到转型流量路线了 陆王也能理解公司的做法 毕竟现在流量当道 恰好吴老师又有转型流量的条件 所以才有了这一出 但是对此 他不想发表任何意见 贺云带着陆王来到一间办公室前 然后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 里面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 打开门 贺云先进去说道 林总 我把陆公子带回来了 哦 是吗 快请他进来 林总急切地说道 在贺云的事宜下 陆王走进了办公室 发现除了林总外 沙发上还坐着一个 看起来很瘦弱的人 很眼熟 但是陆王一下没想起来是谁 原来传说中的陆公子 竟然长得这么英俊 有没有考虑转型当艺人 林总快步走过来 向陆王伸出手 林总说笑了 我暂时没往这方面想 陆王有些无语 这林总现在是想转型 把人都整磨着了 刚见面就想让他转行 也对也对 你之前那三首歌 全都是精品 或许创作方面 才是你最擅长的 林总示意陆王坐下 落座后 林总边泡茶边说道 周老师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最近火锅 半边天的陆公子 原来是陆公子 幸会幸怀 周老师闻声 急忙站起来伸出手 陆王也站起来和他握手 近距离打量后 终于想起他是谁了 周老师 您是周传刚老师吗 陆王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哈哈 没想到有年轻人记得我 前些年身体出了问题 算是半饮退了 最近才出来活动 周老师有些意外 也有些惊喜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这些年 都没在舞台上见过您 陆王尊敬地说道 这位周老师 在陆王上初中那会儿 可是被称为情歌王子的存在 陆王那时最喜欢听的 就是他的歌 周老师是陆王的青春也不为过 不行了 时代变了 现在走出去都没几个人认识我了 周老师有些自嘲的说道 并没有 您的歌现在出去随便问一个 绝对都能唱上两句的 周老师文言只是摆了摆手 神情有些落寞道 都是过去式了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后他转身离开了 林总见状也是轻轻叹了口气 随后 他们没有继续聊关于周老师的话题 而是把这重点放在陆王这边 并且约定好 明天公司会把当前公司的艺人 都召集齐全 让陆王为他们量身打造作品 这对于陆王来说 没有丝毫压力 直接就答应了 回到家后 陆王见顾思宁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一脸气鼓鼓的样子 怎么了 看个电视都能这么生气 陆王调侃道 顾思宁见陆王回来了 急忙站起来 把陆王拉到电视机前 然后按下了回放键 电视里是一档音乐节目 而台上唱歌的 正是陆王前不久 才见过的周传刚老师 等他唱完后 镜头转到了评委席 一个陆王不认识的年轻女孩 开始点评周老师的歌 第32章 巅峰盛典评选 陆王认的这个年轻的女导师 她是靠一个选秀女团 节目出道的 现在人气非常高 所以 因为有人气 她就能做上导师席 但是 她或许还是有一点自知自明的 并没有对周老师的歌做出点评 只是举牌淘汰了周老师 即使这样 也不禁让陆王感到悲凉 出道时间比这个导师年龄还要大的周老师 竟然就这么被淘汰了 不管这是节目组的安排 为了吸引流量也好 还是为了节目效果也好 陆王感觉自己的青春被侮辱了 而顾思宁生气 想必也是有这种感受 既然是流量明星 就好好吃你的流量饭 为什么要不知天高地厚的 接这种当导师的通告 这完全是迷失在流量带来的自信当中 以为流量就是一切 看到这里 陆王直接关掉了电视机 对顾思宁说道 时代在变 但是经典永远不会过时 周老师现在付出 只是缺人推他一把而已 顾思宁很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流量 上一代的前辈们 只是没有出生在网络时代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流量 我会让现在那些流量明星的粉丝们 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真正的流量 陆王振声说道 然后回到房间 把自己关了起来 想当年 不止周老师 还有其他老牌实力歌手 他们的经典作品 哪一首不是被亿万人传唱 只不过 当年听他们歌的人 现在都忙于和生活兑现 不再关注音乐而已 那么 唤起他们的记忆不就行了 陆王打开曲库 开始寻找着 适合周老师风格的作品 漠然间 他看到一个特别亮眼的分类 情歌教父专场 周老师以前被称为情歌王子 应该跟这位情歌教父风格很搭吧 陆王如此想到 然后点了进去 点开后 陆王直接兴奋起来了 这个专属分类里 有着几百首歌 而且全是一个人作词作曲创作的 太厉害了 他随便点开一首听了起来 眼神中顿时露出震惊神色 太像了 这位情歌教父和周老师的声线 简直一模一样 而且风格也完全匹配 陆王知道不用再继续找歌了 他已经找到了 最适合周老师的作品 第二天 陆王如约来到皇朝公司 再次见到了林总 陆老师来了呀 走我带你 去和公司的歌手们见个面 林总热情地说道 稍等一下林总 我能先问几个问题吗 陆王却没有跟上林总的脚步 可以呀 你问 林总有些疑惑地转身 我想问问 公司对周老师是怎么安排的 周老师啊 爱林总叹息一声 他最近身体擦好了一些 也有付出的想法 所以我就安排他去上了 一档音乐节目 但是现在 这个时代 只看流量 他在第一轮就直接被淘汰了 后面 我会再想办法 让他多上其他节目的 陆王稍稍沉吟后问道 如果让周老师去参加巅峰盛典呢 听到巅峰盛典四个字 林总直接愣住了 差一道 陆老师你 这是在开玩笑吗 巅峰盛典 那可是超一线的战场啊 周老师虽然曾经在乐坛辉煌过 但是你也知道 现在这个时代 林总没有说完 但是陆王知道 他想表达什么 无非还是那一套 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 而周老师上 那档音乐节目被淘汰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陆王天生脾气倔 他偏偏就想打破 现在所谓的流量神话 让音乐回归到本身 这时林总又继续说道 不是我觉得周老师不行 而是他隐退多年 现在很多年轻人 压根就不认识他 而且巅峰盛典 可是要拿出 整整一张专辑的 最少十首歌呀 那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个 目前人气还在的人去参赛呢 陆王没有反驳 毕竟林总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 会这样想是没错的 为了公司的前途 他不可能把赌注压在一个 已经完全过气的歌手身上 那让周老师也加入这次评选可以吗 陆王只好退而求其次 这倒是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过去吧 林总点了点头说道 两人来到公司的一个练习厅 已经有五位公司的艺人在等候 还有几个公司签约的作曲家 林总扫了一眼问道 李老师还没到吗 贺云文言立刻回到 刚刚联系过 李老师正在路上 那就再等等吧 林总说道 看起来这位李老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陆王倒是有些纳闷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公司选择参赛者的标准是什么 只好偷偷地问了贺云 经过贺云讲解后 陆王才知道 原来是靠公司的作曲家和音乐制作人 共同推选出一个代表 然后合力为他创作一张专辑 也就是整整十首歌 十几分钟后 众人等待的李老师 终于不急不缓地走进了练习厅 李老师您终于来了呀 林总率先打招呼道 而那些艺人 也是纷纷热情地问候起来 包括那几个作曲家 这位是李语老师 宗师级作曲家 贺云小声给陆王介绍起来 哦 原来是他 陆王恍然大悟 身为作曲圈的人 他当然知道李语是谁 他算是圈子中的老牌作曲家了 早在五年前就晋升了宗师级 只不过陆王没见过真人而已 而其他四个作曲家也都是钻石级的 只有陆王是翡翠级 那么现在就开始评选吧 几位老师可以现场演唱 曲目你们自己定 林总宣布道 然后作为评委的作曲家和音乐制作人 也纷纷落座 嗯 这位是谁 怎么以前没见过 就在这时 李语看到陆王也坐到了评委席上 于是发出了疑问 李老师 这位就是现在大火的陆公子 同桌的你 就是他的作品 贺云适时的出声解释道 哦 倒是听过 但是陆先生 现在也只能算是一个新人吧 李语看向陆王问道 李老师好 晚辈确实是个新人 陆王如识回道 李语突然站了起来 有些不悦地对林总道 林总这有些过了吧 在场最低的都是钻石级 为什么要安排一个新人 和我们平起平坐 第三十三章 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 此话一出 整个练习厅的气氛顿时凝固了 各方目光都投向了陆王身上 特别是公司的几位钻石级做曲家 其中一个这事开口道 林总也不怪李老师生气 本来说好这次的专辑 有我们几个合作 你这 突然又加了一个新人进来 招呼也没跟我们打一声 林总也没料到 加一个陆王进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他只是看中陆王的潜力 毕竟他在新秀赛大放异彩 短短时间就靠三首歌从不入流 晋升为了翡翠级做曲家 而这次的巅峰赛 对公司实在是太过重要 他只想着能给公司增加一份战利也好 所以就没有提前通知他们 几位陆王也会参与 他身为老板也没办法 钻石级以上的做曲家 放到哪个公司都有人抢着要 更别说还有一个宗师级的李宇 带头表示不满 各位老师 是我的疏忽 但是陆公子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 我也是想让这张专辑更加完美 林总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至于那几个歌手 更是大气不敢出 在这个练习厅里 他们可以说是食物链的最底端了 原来是林总怀疑我们的能力 意思是说 我们几个老家伙 还不如他一个刚进生的翡翠级是吧 李宇继续发难道 林总顿时两面为难 李宇毕竟是宗师级的大佬 他好不容易才拿下他的合约 可是对于陆王 其实他心底也是极为看重的 但是看现在这情形 李宇完全就是在逼他二选一了 这可怎么办 就在这时 身形销售的周老师 有些拘谨地走进了练习厅 他还没发现气氛不对劲 林总 喊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他问道 周老师 是我让林总喊你 过来参加巅峰赛评选的 这时陆王开口解释道 谁知道这话一出口 李宇突然一巴掌 重重地拍在桌面上 你 你有什么资格 决定谁来参加巅峰赛 你不过才刚进公司 就想骑在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头上了 要不我们退出 这张专辑就交给你来做怎么样 李宇炮与莲珠般的 朝陆王呵斥起来 其他几个作曲家见状 也纷纷加入战局 指责起陆王 什么目无尊长 不识抬举之类的词 接连从他们口中说出 周老师一见情形不对 立刻开口道 各位老师千万别生气 陆老师他只是不了解公司情况 我这情况 现在哪里能参加巅峰赛啊 我退出 这就退出 他诺诺地说完后 又满眼歉意地对陆王道 谢谢陆老师的好意 但是我现在是真没能力 替公司参加巅峰赛 陆王面对众人炮轰 从始至终脸上神情 都未曾有过一丝波澜 看到周老师在第一时间 选择维护他时 他就更加确定 自己没选错人 于是问林总道 根据巅峰赛的规则 是不是每个公司 都可以派两个人参加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每年的巅峰赛 只有一个超一线名额 这里面的竞争何其大 所以一般参赛公司 都只会派一人参加 把所有资源都倾注在一人身上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胜 林总解释道 他话刚落音 就听到李宇冷哼一声 哼 还真是书生牛 独不怕虎 你不会以为 巅峰赛是和新秀赛一样的 过家家吧 那里可是钻石级以上的战场 甚至不乏有宗师级 王者级的参加 制作一张专辑 都要很多人倾注大量心血 你难道还想让公司 派两个人参加不成 面对李宇的嘲讽 陆王只是淡淡一笑 平静说道 你就当我年少轻狂吧 然后对周老师继续道 如果你愿意参加巅峰赛 我将会为你量身 打造一张专辑 哗 话落音 练习厅里 顿时变得和菜市场一样 嘈杂起来 哈哈 我听到了什么 你为他量身 打造一张专辑 刚才李老师那句 出生牛 独不怕虎 还是说的太委婉 这小子 完全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是真要笑不活了我 这可是巅峰赛啊 就算是李老师 也敢夸下这种海口 你不会是想随便 搞失手歌出来吧 你真当巅峰赛 是闹着玩的 你不过是运气好 在新秀赛写了三首 还算不错的歌 竟然妄想以一人之力 创作一张专辑 见过狂的新人 但是你这号 我活了四五十年 还是头一次见 不仅是几个作曲家 连林总贺云 还有几个歌手 都不敢置信地看向陆王 当事人周老师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走到陆王身边轻声道 谢谢陆老师看中我 但是咱能不开玩笑吗 陆王无奈地说道 周老师 你也不相信我 我 我个人是完全相信你的才华的 你那三首歌都很优秀 即使是拿去 参加巅峰赛都足够 但是巅峰赛 需要整整十首歌 这是一张完整的专辑啊 以你的年纪 应该进入做曲圈 时间还不算长 可能不知道 要在巅峰赛期间 同步创作一张专辑 有多难 周老师诚恳地解释道 还给陆王普及了一些 同步创作出来 这难度可想而知 往年不是没有出现过 歌手即将开唱 但是歌却没写好的情况 所以 任何一家公司参加巅峰赛 都是召集旗下签约 作曲家全力合作 甚至还有花大价钱 临时找外援的 也比比皆是 但即使周老师耐心地解释了 陆王依旧是一脸风轻云淡 我现在只需要一个答案 那就是 公司能不能派两个人参加 听到陆王执迷不悟 那几个作曲家 顿时纷纷摇头 看起来已经不想多废口舌了 而林总则是 朝着陆王点点头 表示可以 得到林总首肯后 陆王也不在乎其他人的意见了 直接拉着周老师 就往外面走 贺云在林总的眼神 试一下 急忙追了出来 陆老师 实在是不好意思 是我们没有考虑周全 让你陷入这么难堪的境地 贺云一脸歉意说道 没事没事 我可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也不擅长打嘴仗 我陆王 他说着 语气突然一领 认真看着贺云道 只靠作品说话 贺云一正 他能感受到陆王眼神中 激昂无比的战意和自信 就是不知道他这自信 到底从何而来 我能借用一下陆英棚吗 啊 陆老师 你来真的啊 不然呢 陆王淡然一笑 拉着一脸猛逼的周老师 就往陆英棚方向走去 第34章 李老师 你们搞错了 皇朝公司陆英棚 陆王打量着这里的装修和设备 不由的感叹 果然不是新皇那种小公司能比的 陆老师 你真的打算给周老师 打造一张专辑 贺云直到此时 还是觉得有些扯 陆王也不说话 而是直接拿出一张曲谱 递给了贺云 他的职务是艺人部总监 音乐方面的专业程度并不怎么样 所以 他直接又把曲谱交给了周老师 专业的事 还是让专业的人来做比较好 周老师接过曲谱后 很快就照着谱子 轻轻哼唱起来 只哼了前两句 他有些黯然的双眼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有些惊喜的看了陆王一眼 周老师继续 陆王脸上挂着淡笑 示意他继续看下去 周老师用力点了点头 然后照着曲谱继续地哼唱下去 越哼脸上的神色越是兴奋 甚至是另一只手 都紧紧地攥起了拳头 贺云在旁边看得不知所以 但是他能看出来 周老师自从复出后 就一直郁郁寡欢 特别是参加那档综艺节目 结果被一个流量女团淘汰以后 整个人像是 精气神都消失了 再也不负从前情歌王子的风采 但是这一刻 贺云仿佛又看到了 十几年前在舞台上自信地挥舞着手臂 引导歌迷全场大合唱的情歌王子 这首歌很好吗 贺云问道 他只觉得旋律确实很好听 但是更多的就不懂了 岂止是好 陆老师不是在开玩笑 这首歌 他真的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不管是词还是曲 都和我以前的风格完美匹配 周老师有些激动地说道 然后深深朝陆王弯下了腰 别别别周老师 您可是我看着长大 呸呸呸 我可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 折杀我了 陆王一时嘴瓢差点说反了 引得贺云无嘴发笑 陆老师 我从付出以来就完全迷失了方向 甚至想过是不是彻底退出 乐坛算了 但是您现在又给了希望 不亚于让我重获新生啊 周老师诚恳万分地说道 眼圈都开始泛红了 陆王也是心中感慨 这才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人 而不是那种打着音乐旗号 确行践踏音乐之势的流量可比的 贺云见周老师如此激动 即使不懂 也知道这首歌肯定十分优秀了 但随即他皱眉道 可是巅峰赛需要一张专辑 整整十首歌呢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陆王自信道 咱们现在先练这首歌就行 毕竟巅峰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或许是被陆王的自信感染 贺云也赞同地用力点了点头 然后周老师立刻进入录音棚 开始练习这首歌 另外 贺云也通知公司的制作人过来 这首歌不但词曲都已经写好了 甚至连编曲都完成了 但是编曲的工作量可不小 贺云也不可能再让陆王来做这种事 成最终的成品 几个小时后 一群人从练习厅里面走出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评选 以李宇为首的作曲家 最终为公司选出一个参赛者 他就是目前公司 人气保留最高的一线歌手洪凯 洪凯和周传刚都是同期出道的歌手 当年的成就比不上周传刚 但是周传刚后来因病隐退后 他慢慢成为了皇朝的台柱子 在公司清新资源的培养下 即使近几年流量兴起的市场 他的人气也还保留在一线位置 至于落选的其他几个歌手 倒也没有太过失落 因为他们知道 即使参加了巅峰赛 也不一定就能成为超一线 那简直太难了 最多也不过是参赛过程中 获得一些人气而已 他们多接些通告 或者综艺节目效果 也差不了太多 而且参加巅峰赛 还有一定的风险 他们都是老牌歌手了 万一没唱几场 被哪个公司的新生代流量给淘汰了 那可就真的是晚节不保了 这时 公司的几位制作人 从录音棚里 有说有笑的走了出来 正好在走廊里两边碰上了 杜老师 你们这是刚刚录完音 李宇率先打起了招呼 是啊 李老师 制作人杜老师笑着回应道 咦 我记得 公司最近没有歌手出新歌吧 李宇疑惑地问道 杜老师文言也同样疑惑无比 他转身 指了指录音棚方向说道 刚才我们录的 就是巅峰赛的参赛歌曲啊 周老师 不是你们评选出来的参赛者吗 华洛英 气氛骤然有些冷清 刚才发生在练习厅的事 制作人们并不清楚 还以为周传刚录的歌 正是作曲家们给创作的 我看那小子就是在闹着玩 刚说 要给周传刚打造专辑 立刻就开始录歌 歌是这么好创作的吗 我说杜老师 你们也真是的 你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作曲家 你们也跟着他胡来 我看你们刚才出来的时候都在笑 应该是笑那小子写的歌 完全不堪入耳吧 几位作曲家 纷纷发表起意见 这让在场参与了 编曲制作的几个制作人 一脸猛逼 不过从他们的语气言谈中 制作人们也大概能猜出 是这几位和陆公子 出现了一些分歧 而周老师 也不是这几位评选出来的 是陆公子单独选中的 特别是当听到他们说 陆公子新写的歌不堪入耳时 他们脸上都露出了 哭笑不得的表情 杜老师你们那也别在意 那个陆公子就是个不懂事的新人 李宇这时 像是在替陆网找台阶下一样 下次他找你们陆哥呀 根本不用 等等啊李老师 杜老师突然抬手 制止李宇继续说下去 他轻轻咳了一声说道 我想你们可能是弄错了 几个作曲家 露出不解的表情 他们弄错了 这时杜老师再次 朝录音棚那边看去 回头实验中 还流露着深深的赞赏之意 那位年轻的陆公子啊 可真是不简单 刚才他那首歌 我不敢保证有多优秀 但是让周老师 成功晋级巅峰赛第一轮 是绝对没问题的 听到杜老师的话后 走廊上突然变得落真可闻 特别是李宇 更是满脸的不相信 第35章 这是什么东西 杜老师能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李宇最终还是忍不住问道 陆老师大财啊 他创作的新歌 简直是完美匹佩周老师的风格 无论是词还是曲 甚至是编曲他都做好了 说起来惭愧 好我们过来 也只是完成最后一部分的工作 这首歌可以说 全是陆老师一个人的功劳 杜老师对陆王的赞赏之意 完全没有任何掩饰 说完后 他就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开了 留下李宇一干人 尴尬的站在原地 对于制作团队的话 他们是没有理由怀疑的 因为他们对音乐的好坏鉴赏能力 完全不弱于作曲家 他们只觉得脸上有些火辣 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们还集体嘲讽陆王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他就搞出了一首 让制作人都赞不绝口的新歌 这是在赤果果的打他们脸啊 这时一个钻石集突然出声道 大火可别被那小子骗了 谁能短短三个小时 根据歌手的风格 创作出一首完美的歌 他肯定是早就和周传刚接触过 歌也是早就写好的 这话一出 其他人仿佛找到了台阶 纷纷开始附和起来 有道理 才三个小时 怎么可能词曲 甚至编曲都搞好了 怪不得他一来就指定 要周传刚参赛 原来他们俩 早就暗地里勾结在一起了 也不知道他提前多久 才写好了这么一首歌 现在拿出来 就是故意羞辱我们 别担心 巅峰赛可是需要整整十首歌的 我看他后面九首怎么办 一直在旁边默默看着的林总 只是在心中暗自叹息 关于作曲圈子的子李排名 或者说打压新人 他不好参与其中 但是他很清楚 陆王的的确确是 昨天才和周老师第一次见面 然后今天他就写出了 完美匹配周老师风格的新歌 完全不是黎语等人说的早有准备 这让他心里对陆王的重视程度 又上升了一层楼 录音棚里 刚唱完新歌的周老师 依然情绪无法平定下来 而听完有编曲伴奏完整版的新歌后 贺云也终于意识到 这首歌真的算得上非常优秀的情歌 但是陆王从史之中 都是风轻云淡的样子 因为只有他知道 这首歌在那位地球的情歌教父作品中来说 只能算比较普通的一首 他那些王诈级别的作品 当然要留到最后了 告别两人后 陆王离开皇朝回到家 一进门就听到顾思宁在阳台上练歌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想付出 但是现在得先把他的合同问题解决了 两千万违约金陆王暂时拿不出来 等到新秀赛的三首歌分成结算时 应该就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也急不来 新秀赛第三轮明天就开始了 你怎么打算呢 顾思宁见陆王回来后问道 没打算 第三轮就让夏树和一星 靠自己去争第一了 我现在有别的事要忙 陆王坐到沙发上说道 顾思宁好奇地坐到他身边问道 忙什么啊 给皇朝那边的歌手写歌吗 陆王和皇朝签约的事 他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想到才刚签就开始创作了 嗯 我准备给皇朝参加巅峰赛的歌手写歌 哎 提起皇朝就来气 周老师那么有实力的歌手 中周老师被淘汰的场景 你猜猜我是给皇朝的哪位歌手写歌 这还用猜吗 皇朝肯定会选现在 人气最高的歌手参赛吧 不是吴老师 就是洪老师 他说的这两个人 确实是目前 皇朝人气最高的两位一线歌手了 你只猜对了一半 陆王神秘地笑道 顾思宁疑惑地歪着头 有些不明白 参赛者还有一半这个说法 不过很快 陆王就为他解惑了 这次皇朝周老师和洪老师会同时参赛 听到陆王的答案 顾思宁一正 随即疑惑到 两人同时参赛 那不是要在两个月制作两张专辑啊 嗯 陆王轻轻点了点头 我单独为周老师创作一张专辑 顾思宁文言小嘴微微张起 用怀疑的目光看向陆王 他什么也没说 但是好像又都说了 怎么了 不相信我的实力啊 陆王戏谑道 突然伸手刮了下他的鼻子 顾思宁英明一声 拍开陆王的手称怪道 你是不是玩得太大了 一个人在两个月创作一张专辑出来 陆王朝他轻轻勾了勾手指 顾思宁好奇地凑近了一些 只听他小声道 只告诉你一个人 专辑需要的十首歌 我已经全部写好了 顾思宁文言却是推了 陆王肩膀一下娇称道 你连我都骗 不信 要不要我们打个赌 好 你说赌什么 我想想啊 要是我赢了 我就会主卧帅 你 顾思宁嘟起嘴 脸上浮起一抹红韵 但是想到 一个人这么短时间 是不可能创作出一张专辑的 于是娇声道 好 我跟你赌了 嘿嘿 陆王怪笑一声 突然跑到房间 拿了一叠A四指出来 直接扔在顾思宁身前的茶几上 接着就踩着拖鞋 哒哒哒跑回房间 开始收拾东西 你干嘛去啊 搬家 我还没说呢 你看完那些曲谱就输了 顾思宁轻轻哼一声 开始看起桌子上的曲谱 他拿起第一张 然后轻轻哼唱起来 才哼了几句 毛子里亮了起来 看完第一张后 他又接着看第二张 眼神越来越惊讶 然后是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当他看完所有曲谱后 整个人坐在沙发上 陷入了沉思之中 而陆王已经把自己的家当 都搬到了主卧里 回到了客厅 他伸手在顾思宁眼前晃了晃 想啥呢 我在想 你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怎么能写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来 顾思宁抬头看向陆王 眼神里充满了崇拜的光芒 嗨嗨 也不看看 我是谁的老公 陆王傲娇道 顾思宁一下就脸红了 低头戏声道 什么老公呀 我们还没结婚呢 陆王正想说话 却见他从沙发站起来 回了房间 疑惑之际 又见他拿着一本书回来了 边走边翻 翻着翻着 突然一张纸片 从书里飘落下来 哎嘿 这是什么东西啊 顾思宁指着地上那张纸 好奇地问道 我看看 陆王走过去 捡起那张纸 看起来 长住人口登记卡 姓名顾思宁 第36章 巅峰赛 开启 陆王看到这几字 瞬间就明白了 这不是户口本吗 想到他装模作样 故意调出来的样子 陆王心中欣喜的同时 也忍不住想笑 自己竟然还有被催婚的一天 想到这里 陆王决定逗逗好 他拿起那张纸 故意装作不认识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不见吗 长住人口登记卡呀 看见了 这登记卡 是干嘛用的 这是户口本呀 哦 原来是户口本啊 这东西不能乱丢 你看说好 顾思宁拿着书愣在原地 两道好看的眉毛 顿时拧在了一起 你不知道户口本有什么作用吗 他再次问道 知道啊 办身份证要用的吗 还有呢 买房子也能用 还有吗 啊 想不起来了 把 顾思宁直接拿书在陆王头上拍了一下 两只拳头握得紧紧气呼呼回了房间 陆王见状没有追上去 他当然知道顾思宁心里的想法 但是他认为不能这么草率 至少要有个正式的求婚仪式吧 而且现在李满月还剩下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现在他也不好出门 这样的话 还是先把比赛的事情忙完 再抽时间精心准备一下最好 心里有了计划的陆王回到了房间 结果发现门被反锁了 嘟嘟 他敲门说道 怎么锁门了呀 我要睡觉了 你揍开啊 回自己房间睡 刚才打赌我赢了呀 说好我赢了 就回主卧睡的 我不听 我就耍赖怎么了 那你开门 让我把被子拿回来啊 结果里面迟迟没有传出声音 陆王苦笑着靠在墙边 他只是想认真准备求婚 给他来个惊喜 没想到 这下他好像真的生气了 这可咋办 在墙上靠了一会儿 房门突然轻轻响了一下 门从里面拉开一条缝隙 然后一颗脑袋 狗狗碎碎 从门缝里探了出来 左边看一下 没人 然后又看向右边 顿时和陆王两眼相望 气氛稍微有些尴尬 顾思宁缓缓缓地缩回了房间 但是也没有再次把门关上 陆王趁机推门而入 结果发现 刚才自己抱过来的被子不见了 我被子呢 不知道 奇怪 明明刚刚抱过来的 就放在床上 怎么会不见呢 那我没被子 晚上怎么睡啊 我怎么知道 最近晚上有点冷呢 没被子会感冒的 感冒了要是传给宝宝就不好了 所以我不能感冒 为了不感冒 我只能睡在有被子的地方 但是我的被子不见了 所以我还是睡这里吧 本来顾思宁躺在床中间的 听到这里默不吭声的 往边上一滚 这样床的另一边就空出来了 那啥 我先换个睡衣 陆王说着 打开了衣柜门 一床被子从里面翻了出来 正是陆王莫名丢失的那床 他假装没看见 直接把被子推了回去 拿出睡衣穿上后 绕到另一边上到床上 关灯 哦 陆王伸手够向床头开关 啪 房间暗了下来 只剩下两人 渐渐急促起来的呼吸声 跟你说 不许跨过床的中分线 好的 继续沉默 陆王今天忙了一天 属世有些困了 顾思宁又不和他说话 没一会儿就直接睡着了 直到半个小时后 顾思宁悄悄翻过身材发现 顿时一脸纠结地 朝着陆王吐出一个字 猪 但是没过多久 老妈又抱着恶哭的宝宝进来了 折腾一阵后 总算才能重新入睡 陆王也趁乱一不小心 滚过了中分线 还好顾思宁也没发现 第二天一早 陆王醒过来时 只觉得怀里软乎乎的 睁眼一看 顾思宁像小猫一样 缩在他怀里 正睡得憨甜 手臂也被他压在头下 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 但是他没发现 顾思宁的嘴角 早已偷偷地翘了起来 一个星期后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新秀赛第三轮 正在火热的进行中 同时也是巅峰赛 开启的第一天 另外 也是宝宝正式满月的日子 而在家 憋了一个月的顾思宁 终于也走出了家门 这个星期里 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同睡一张床 已经成为习惯 但是也仅限于睡在一起 因为顾思宁才刚出月子 想做点其他的 至少也得等他恢复两个月再说 另外 清明影业筹备已久的 第一部电影 终于上映了 网上本来对于 这部电影的讨论并不多 直到某位乐语人 在浪博上发了篇推文 那些年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竟然是陆公子写的 难道只有 我发现了吗 这条博文 很快就被推上了 热搜第13名 顿时引来了多方关注 陆公子是谁 很出名吗 楼上的 给你科普一下 新秀赛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榜首 都是唱的他的歌 只看电影 很少关注乐坛 不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 我看电影的时候 直接听哭了 哭的不是你一个人 这首歌直接唱到我心里去了 好想我的初恋啊 感谢博主 我还在遗憾 陆公子没有参加第三轮新秀赛 没想到 他是写电影主题曲了 那些年 竟然也是下数唱的呀 我这就买电影票去 加一 陆公子写的主题曲 就冲歌 也值得买张电影票 随着这条推文上热搜 电影的热度 也连带上升不少 特别是很多陆公子的粉丝 也表示 会买票去看电影 同时连带着下数 也是人气大涨一波 本来他在新秀赛第二轮 只唱了陆王一首歌 而一星则是唱了两首 两人在第三轮的比拼 正处于胶着状态 就在这时电影上映 来自陆王的主题曲 又给他带来一波热度 最后在人气结算时 险胜一星拿到了新秀赛冠军 而此时的陆王 并没有关注这些 他此刻正在巅峰赛的现场后台 由于节目的流程需要 主办方每年 也会请当借作品的创作者 来到现场 此时 节目组正在采访 来自宇耀的参赛团队 请问陈老师 你们宇耀对于今年新秀赛 有信心吗 当然有信心 不然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那对宇耀的头号对手黄朝 你有什么看法吗 看法没有 佩服倒是千真万确 哦 陈老师能细说一下吗 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听说黄朝那边 今年选了两个人来参赛 采访过程 也是和节目一样全程直播的 记者和宇耀团队的对话 顿时直接引爆了弹幕 第37章 赛前采访 观众们无比好奇 为什么黄朝今年会派两人参加巅峰赛 一般来说 娱乐公司在参赛期间 亲近资源 创作一张专辑都够呛 还不能保证质量 那制作两张是什么操作 黄朝也算是老牌公司了 怎么会想出这种荤招 不会吧 他们不会以为人多就能赢吧 如果是真的 我只能说 黄朝这波操作 是脑子是脑子抽风了 没错 今年宇耀参赛的 可是超人气新生带流量歌手 更恐怖的是 人家有流量的同时 还有一定唱功 我现在特别好奇 黄朝是哪两位参赛者 相比参赛者 我更好奇的是 幕后的制作团队 毕竟他们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采访组是能看到实时弹幕的 经验丰富的他们 当然知道 观众最想看的点在哪里 不出意外 黄朝派了两名参赛者的事 很快就会登上热搜 但是还需要他们 再加一把火 于是 采访组直接来到了 黄朝团队的休息室 无数观众跟随着镜头 来到了休息室 看到了来自黄朝的参赛团队 四位钻石集 一位宗师集作曲家 再加上老牌一线歌手洪凯 一共六人 此时正围在桌子上讨论着什么 见到采访组进来 他们立刻起身面对镜头 都是娱乐圈老人了 谁不知道 在这种大赛中 多露脸一分钟 或许就能多一分的热度 对接下来的比赛 是有好处的 原来今年是李老师带队 记者打招呼道 是我 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 李宇呵呵笑道 他已经连续三年代表黄朝 参加巅峰赛了 可惜的是 每次都差点火候 有作品的原因 也有参赛歌手本身的原因 李老师 我们听说 今年黄朝派了两位参赛者 怎么只看见洪凯老师 另一位呢 记者打过招呼后 直奔主题 这才是观众想看的东西 李宇似乎是早有心理准备 他不急不缓开口道 却有此事 得到李宇的亲口确认后 弹幕上更加热闹了 记者趁机追问道 李老师能详细说一下吗 正在看直播的观众们 也很关心 先谢谢直播前的观众 和洪老师的歌迷朋友们 其实这件事 跟我关系不大 李宇面对镜头丝毫不慌 开口就先把自己的锅卸掉再说 最近我们公司 新加入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 很有冲劲的那种 毕竟是年轻人 想出人投递是正常的 但是他有些急功近利了一些 非要多选出一个参赛者 可能是我资格不够 我是劝也劝不住 听到李宇的一番言论 弹幕这下直接炸锅了 WOC是哪个新人作曲家 竟然连李老师的话都不听 没记错的话 李老师是宗师级做曲家吧 这种级别 竟然压不住一个新人 我很想知道是哪个新人 竟然狂妄到如此地步 记者看了一眼弹幕 果然如他所料 热度起来了 而且 而反中也收到了导播的提示 关于皇朝两人参赛的话题 已经充了热搜 需要再加一把火 他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 继续问道 李宇不是压力倍增 要创作整整两张专辑 不不不 李宇听了白首笑道 那个年轻作曲家虽然激进 但还是懂得尊老爱幼的 他没想给老头子 我增加压力 此时弹幕上全是 记者心中同样如此 难道还另有隐情 正要发问 就听李宇继续解释道 他为了不拖累我们这些老家伙们 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华洛英 无数观众包括记者 都竖起了耳朵 到底是什么决定 他说 他要为他选的参赛者 单独创作一整张专辑 直播间的弹幕赫然空评 似乎观众们听完这句话 都忘记了打字 连记者也是拿着话筒一脸疑惑 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惊讶问道 李老师不好意思 我好像没听清刚才您说的话 我说 那个新人作曲家 决定自己单独创作一张专辑 李宇嘉大了音量 吐辞清晰的又重复了一次 哗 弹幕直接爆炸了 甚至让直播间都出现了卡顿 我听见了什么 一个人创作一张专辑 关键的还是一个新人作曲家 是他疯了 还是我疯了 只有两个月时间啊 如果说是两年 我还觉得有可能 到底是谁这么狂啊 连这种话都敢说出来 快快快 十秒钟内我要知道 到底是哪个作曲家 看了一眼弹幕后 记者急忙问道 那李老师 您说的那位作曲家在现场吗 隔壁 李宇用手指向左边吐出两个字 话一落音 记者立刻带着摄影师走出休息室 然后敲响了隔壁休息室的门 休息室内 正在看直播的陆王 听到敲门声 无奈对周老师说道 我就说我不想来 你非要拉我过来 不好意思啊陆老师 我是真的有些紧张 感觉你在的话 我底气会足一些 周老师歉意说道 他也没想到 李宇会在直播镜头前 把陆王推上了风口浪尖 采访组组已经来敲门了 可以预料到 陆王接下来会承受多大的风暴 陆王本来就不想出现在前台 所以来时候 就准备好了一个口罩 在听到敲门声后 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 要开门吗 周老师问道 开吧 我是无所谓 如果不开到时候你上台了 肯定会被弹幕爆破 说不定下一条热搜 就是过气歌手耍大牌 听到陆王 到现在还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周老师顿时心里无比愧疚 心中暗下决心 一定会唱好他的歌 深吸一口气 他走到门口 轻轻拧下了把手 直播画面中 观众们万分期待地 看着缓缓打开的门 终于 一张销售的脸庞 出现在了镜头中 这谁啊 是那个新人作曲家吗 看年纪 也算不上太年轻啊 不会吧 你们连周传刚都不认识吗 哦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 他还参加音乐节目 还被淘汰了 周老师十几年前 可是被称为情歌王子呢 只是现在 人气大不如前了 等等 难道周老师就是第二位参赛者 不是吧 周老师为什么要选择参赛啊 搞不好直接晚节不保了呀 看到开门的是周传刚 记者也是通过弹幕 才认出来 这位隐退已久的歌手 心中顿时大为欣喜 热度这不就来了吗 第三十八掌 我长得丑 你好 请进 两人当着镜头打过招呼 周老师把门拉开 请他们进屋 当摄影师走进去后 立刻用镜头在屋内锁了一圈 最后定格在沙发上 一个戴着口罩的人身上 这个应该就是李老师说的 那个年轻作曲家了吧 他为什么戴着口罩 是不敢露脸吗 肯定是啊 他心里清楚 只是想利用巅峰赛蹭一波热度 然后他的歌销量就能涨上去 分析的有道理 反正只要他的歌销量上去了 他又不用站在前台被喷 这么一说 感觉周老师是被他拿来当挡箭牌用了呀 快去采访那个人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记者进来后 也第一眼就看到 坐在沙发上的陆昂 但是出于职业素养 他并不能直接就跑过去采访 周老师 请问这位是 记者问道 这位是替我创作专辑的作曲家老师 周老师没有说出陆公子这个名字 他不想陆昂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 周老师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直播间的观众 也都很想认识一下巅峰赛的新面孔呢 记者直接拿观众说是 虽然确实是这样 现在满屏弹幕 就是让他去采访那个戴口罩的 可是周老师就有些犹豫了 一旦采访陆昂 那陆公子就要被推到公众面前了 刚才他也在看直播 不用想都知道 陆昂接下来会被喷成什么样 正当他准备拒绝时 陆昂却主动走到了镜头面前 而且还大大方方的朝镜头打起了招呼 直播间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周老师的专辑创作者 陆公子 说完 一双路在口罩外 如星辰般的眼睛 笑弯了起来 而正在看直播的观众们 都是音乐爱好者 虽然新秀赛的关注度 没有巅峰赛这么高 但是也有一部分观众 是知道陆公子的 现在听到他们 一直在喷的新人作曲家 竟然就是陆公子 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倒是记者最先反应了过来 心中狂喜无比 他本来以为 皇朝派两人参赛 就已经是这届巅峰赛 开幕的最大热点了 没想到惊喜在这里 陆公子啊 这可是最近乐坛 被提起次数最多的名字 他万万没想到 黎语口中 那个激进的新人作曲家 竟然会是陆公子 你好 请问你是写 同桌的你的那位陆公子吗 记者问道 他这句话问的也很有技巧 因为直播间里 并不是每个观众 都知道陆公子的 所以他直接带上了 同桌的你 这首歌现在的传唱度 可不一般 已经隐有了 KTV必点曲目的迹象 果然 直播间不认识陆公子的观众 看到这里终于明白了 原来是那个陆公子啊 那些年 也是他写的吧 作为第一批 关注陆公子浪博的人 我来告诉你 还有 木马城市 和 萧筹 这几首歌最近都很火啊 只是以前没关注过作曲是谁 原来是陆公子 这个真的是陆公子吗 为什么戴口罩啊 我想看脸 集美们 有没有线陆公子的眼睛 好好看呀 还有 他个子也好高呀 看起来至少有180了吧 观众里面 有不少都是陆公子的粉丝 特别是女粉 但是有粉的地方 自然就有黑 陆王也不例外 怎么感觉楼歪了呀 我们不是来喷这个新人 作曲家的吗 大家别被脑残粉带偏了 就算是陆公子又怎么样 竟然敢说出 单独创作一张专辑这种话 我看他就是在新秀赛 取得一点成绩 就开始飘了 没错 就算是宗师级大佬 也不敢吹这种牛吧 与此同时 巅峰赛主办方 也适时的在浪博上 发起了一个话题 景浩新人作曲家陆公子豪言 担任出专辑 挑战巅峰赛 景浩 没几分钟时间 这个话题就被顶上了热搜 甚至是陆王的浪博评论区也沦陷了 大量的用户涌了进来 这里面大部分都不是陆公子粉丝 而是被热搜吸而来 只是陆王现在可没时间 去关注他的浪博 这也算是他第一次正式的接受采访 听到记者的提问后 他风趣道 如果做曲圈没有第二个陆公子的话 我想你说的应该就是我了 记者稍稍一愣 从这位陆公子的言谈来看 好像并不是像鲤鱼口中那狂妄的心人 那么请问 陆老师说 要单独为周老师创作一张专辑的事 也是真的吗 嗯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打算 听到陆公子亲口承认 连记者也难免八卦之火燃烧了起来 哇 不愧是陆公子 我们巅峰赛举办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有作曲家单独承包一张专辑呢 听到记者略带夸张的语气 陆王只是微笑以对 记者再次看了看弹幕然后问道 陆老师 很多观众表示响意赌您的真容 不知道能否满足他们这个愿望呢 这个请恕我无法满足 人长得丑 怕吓到大家 陆王笑呵呵的说道 记者心里微微有些失望 不过今天的采访 已经是达到超出预期的热度了 所以 他也没再继续追着陆王问别的 随便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后 就结束了采访 可是直播间的弹幕却没有消停 哈哈 刚才那些脑残女粉呢 陆公子都亲口承认长得丑了 你放屁 人家只是谦虚而已 你看他眼睛多好看 我想起一个表情包 戴口罩神仙颜值 拿下口罩 结果香肠嘴 不真实 要是真长得好看 为什么不敢露面 哦对了 忘了 他只是来蹭热度的 露了面 怕是以后走在路上都要被骂 陆公子需要蹭热度 他一个新秀赛 就写了三首爆款 还写了一首电影主题曲 也很火 弹幕里吵得不可开交 但总体来说 陆王的粉丝处于弱势一方 他们为陆王发出的弹幕 几乎瞬间就被覆盖了下去 直到巅峰赛正式开始时 关于陆公子的讨论 才开始转移到了参赛歌手身上 第39章 公开处行 灯光绚丽的舞台上 各色焰火冲天起 宣告本届巅峰赛正式开始 因为赛前采访带来的热度 这次直播的人气 也是直线上升 很多平时没怎么关注音乐比赛的观众 看到热搜后 也纷纷涌进了直播间 只是为了看一看那个吹牛的作曲家 到底能写出什么样的好歌 现在请各位参赛者上台 先进行抽签仪式 主持人站在台上朗声喊道 在现场巨大的欢呼声中 各家公司的参赛歌手一一登台 啊 我家浩哥哥今天好帅啊 一定要加油啊 洪凯老师的气场 还是不减当年啊 对付这些流量歌手 还不是手到擎来 楼上的怎么说话呢 虽然前辈很厉害 但是我家哥哥除了有人气 也是有实力的好吧 你们所谓的实力 就是靠粉丝硬刷人气 冲上一线吗 怎么一股酸味啊 我们刷榜 不就是各个实力最大的证明吗 你们有本事也刷啊 这次参赛的一共16名歌手 有9个都是近几年 被强行捧上一线的流量歌手 但是有一说一 那些公司也没有自大到派 纯流量来参赛 他们派来的都是精心挑选的 长相 唱功 人气都兼具一部分的歌手 若是单论唱功 这些流量可以说 被老牌歌手甩十条街都不止 但是他们还有其他部分的加持 比如最重要的就是大量的粉丝 这种粉丝一般只看脸 长得帅就是正义 他们才不管你唱得怎么样 只要是自己家偶像唱的 就肯花钱买单 弹幕争吵中 一共16名参赛者 全部来到台上 巅峰赛是没有淘汰规则的 第一轮是按抽签来分成 A B C 第四个组 然后每个小组内 再抽签两两对决 而且巅峰赛有一点和新秀赛不同 那就是新歌没有了下载限制 也就是说 粉丝可以不限量的下载 来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 这也是让无数老牌歌手头大的一点 流量歌手的粉丝 几乎都是年轻人 他们为了偶然可以冲动的 拿一个月生活费来重复购买 而他们的歌迷 都是比较成熟理智的 简单来说 就是比较认作品 首先要歌好听他们 才会买单 现在请各位参赛者 开始抽签吧 主持人宣布到 分组抽签进行得很快 周传刚被分到了A组 然而 这时的弹幕 却突然增多了 有意思 A组最先开唱 其实是很吃亏的 第一轮就要拿出两首歌来 你不如直接点名周传刚吧 就是想说 陆公子一个人 根本来不及写歌对吧 这不明白着吗 后面几组要从明天才开唱 时间上就比较充裕 确实是这样 A组可是今天就要开唱的 搞不好陆公子 今天就要闹笑话了 你们想多了 陆公子既然敢来参赛 就肯定已经准备好了新歌 如果是随便瞎解的新歌 我也可以做到 很快四组抽签完毕 周传刚所在的A组四人名额 也最终确定 除了他之外 其他三个竟然全都是流量歌手 站在台上的周传刚脸都白了 这也太倒霉了吧 弹幕里那三个流量歌手粉丝 更是直接把屏幕都刷满了 啊 我家韩韩也太倒霉了吧 A组有两个人气超高的偶像 那你换个角度想啊 说不定韩韩第一轮对手 抽到周传刚吗 是哦是哦 周老师才刚付出 基本没什么人气的 哼 肯定是我家俊俊 第一轮抽到周传刚 别那么有底气 我们家浩哥哥 可是有经理称号的 A组一共四人 三个流量偶像的粉丝 已经在弹幕里撕了起来 但是无一例外 他们都希望自己偶像 抽到周传刚 因为在他们看来 周传刚无疑是A组中 最弱的一个 甚至连周传刚自己 也是这么认为的 和他同组的这三个流量 歌手人气都不低 长得好看又会跳舞 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粉丝支持 而他隐退这么多年 虽说当年的粉丝 也不比他们少 但是现在 这些粉丝都长大了 开始为生活奔波了 谁还有闲心思来支持他呢 但是 想到陆王为他准备的 两首歌的质量 他心里又生起了一点信心 好 分组完毕 现在先请B C D组的参赛者退场 今天是A组选手的对决时间 在主持人的宣布下 其他三组参赛者 开始退场 四位老师 现在请在你们的制作团队中 选一位代表上台 来帮你们抽取今天的对手 主持人问道 本来以前是没有这个环节的 都是参赛者自己抽就完事 但是刚刚主持人凡里 收到了导播的提示 说是要临时增加这个环节 四位歌手 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而周传刚 则是无奈的苦笑起来 直播间的观众也沸腾了起来 以前没有这个环节 让制作团队抽签 是什么新规定 节目组太懂我们了 这是要把陆公子放在火上烤 当众处星 期待陆公子上台抽签 敢放狠话就要敢于承担 A组里不管周传刚 抽到谁都够呛 这下有意思了 那三个流量 毫不犹豫的通知了 自家制作团队上台 就差路昂了 周老师 赶快请您的制作人上台吧 主持人催促道 那个 能不能就让我自己抽啊 周老师小声问道 他明白节目组的心思 无非就是让陆公子 出来露拨脸 制造一些话题 如果今天比赛说了 那就更有看点了 然而 主持人却说 这是节目组的规则 没有人可以例外 周传刚无奈地转身 准备去后台喊陆昂 结果刚转身就看到 戴着口罩的陆昂 风轻云淡地走到了前台 现场观众 自然也是明白节目组的用心 顿时发出震天的轰鸣声 陆昂淡然地走到箱子前 周老师的制作人陆公子 抽到了一号 那么接下来其他三位中 抽到一号的 将和周老师对决 主持人高声宣布道 然后其他三个制作人代表 也各自上前抽了号码球 无数双眼睛都紧紧盯着 特别是三家的粉丝 都已经将弹幕刷满了 这些弹幕无一例外 只有两个字 一号 他们都希望自家偶像 能抽到周传刚做对手 第四十章 好熟悉的声音 抽签的三个制作人代表 在万众瞩目中 拿出了一颗号码球 其中一个代表看了一眼后 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高高的把球举了起来 恭喜来自七成娱乐的代表 抽到一号签 你们的对手就是周老师 主持人高声喊道 但是喊完后 他脸色微微有些尴尬 作为一个主持人 他竟然说出了恭喜两个字 这两个字 直接暴露了他的内心 也是不看好周传刚和陆公子的 但是话已出口 也来不及补救了 可是弹幕这边就热闹起来了 笑死我了 主持人一不小心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官方也不看好陆公子 太好了 是我家韩寒抽到了一号了 经验宝宝送公来了 在这里代表我家 韩寒先谢谢陆公子和周老师 主持人也是经验丰富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也没有乱了分寸 直接宣布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场对决 将由来自七成的李一涵 对阵皇朝的周传刚 一个是新生代的超人气偶像歌手 一个是曾经风靡 大江南北的情歌王子 直播的热度 在这一刻直接飙升 当李一涵上场 摆出一个帅气的post后 现场的粉丝高举着荧光棒和灯牌 大声尖叫起来 韩寒好帅 AWSL 我这个角度看韩寒的侧颜 简直是神仙级别 欢呼声中 前奏响起是一阵快节奏的乐器声 这种风格一听就知道 又是唱跳行的热歌 果然 李一涵随着前奏开始跳起了舞 跳了整整一分钟后 终于开始唱了第一句歌词 还是没有旋律的说唱rap 后台 正在休息室等待的一众老牌歌手 时不时点评着 年轻就是好啊 像我就跳不动了 人家不仅年轻 还长得那么帅 你看现场那些小姑娘 嗓子都喊哑掉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舞蹈确实殆尽啊 看到我都跟着打劫拍了 面对着镜头 当然有些话 他们是不能真说的 至于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没人知道 但是从他们的点评中 可以看出一二 那就是 所有人的点评 从未提到过歌曲本身 都是从李一涵的长相 舞蹈下手 至于音乐嘛 他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点评 也不敢点评 否则他们的浪博 将会立即遭到对方粉丝爆破 十分钟后 李一涵终于演出结束 整个表演下来 舞蹈占了绝大部分时间 期间时不时夹杂着一段rap 无论这首歌是好是坏 反正现场大部分年轻观众 都很喜欢 当结束时 一束灯光打在了李一涵身上 他再次摆出一个pause 然后朝台下一个飞吻 又是引得无数尖叫的女生 他吻我了 他吻我了 能看到韩寒完美谢幕 真的太幸福了 韩寒衣服都湿透了 他现在一定很累吧 韩寒辛苦了 要好好休息啊 李一涵在女粉丝们的尖叫声中下台 舞台灯光暗了下去 当灯光再次亮起时 周传刚已经站在了台上的立脉前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只是两手握住麦克风 随着前奏轻轻点头 本来周传刚是有一丝紧张的 但是当他站到聚光灯下的这一刻 他突然就变得平静下来了 这是多年舞台经验带来的稳健台风 场下只传来灵星的加油声 他也不在意 整个人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音乐里 这时台上的大屏幕也给出了歌曲的信息 青花 作词 陆公子 作曲 陆公子 编曲 陆公子 演唱 周传刚 一眼看去 全是陆公子 此时弹幕里陆公子的粉丝 终于找到说话的机会了 一如既往的全程包办 不愧是我陆公子 听前奏 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熟悉就对了 这首歌的风格 完全就是十几年前周老师那些经典情歌的风格啊 原来如此 这时前奏结束 场上终于响起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嗓音 他的声音低沉中 又带着一丝沧桑 三月走过 柳絮散落 恋人们 匆匆 我的爱情 闻风不动 翻阅昨日仍有温度 蒙尘的心事 恍恍惚惚惚 已经格式 这首歌很安静 旋律优美的前提下 又很简单好记 就和之前的 同旧的你 一样 用通俗点的话来说 就是抓耳 只听一遍 就能在脑子里 记住这个旋律 纵观过去乐坛 凡是能会唱 至今的流行音乐 无疑不具有这个特点 于是 让李一涵粉丝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出现了 当周传纲 唱到第二次副歌时 现场竟然响起了 轻轻的合唱声 随后声音渐渐升高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合唱当中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 信守着承诺 离别总在诗意中度过 记忆由高反复涂抹 无法愈合的伤口 甚至是连李一涵的粉丝 集中区域 也传来了合唱的声音 与此同时 某个普通的家庭里 一个高中女生刚放学回家 她顾不上先吃饭 直接打开了电视机 调到巅峰赛直播的频道 可是刚掉过去 就看到李一涵唱完下台了 她失望地叹息道 再快点就好了 不然就能听到哥哥唱歌了 说完后 她打开巅峰音乐平台 这是和新秀赛一样的音乐平台 专门用来统计参赛歌曲 人气的音乐平台 可是她看了下 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现在李一涵刚唱的新歌 还没有上线 要等到和她对决的歌手唱完后 两首歌才会同时上线 进行人气对决 她要打开手机支付软件 看着28块钱的余额皱眉道 才够给哥哥刷14点人气 想了想 她朝厨房正在做饭的老爸喊道 爸 老师要买学习资料 要100块钱 好嘞 先吃饭 我晚上就转给你 谢谢老爸 谢谢 她欣喜地起身 去厨房把菜端上了桌 而电视机她也没有关掉 一家人开始吃饭 没一会儿 电视里传来周传刚的歌声 正在加菜的老爸突然动作一顿 歪头看向电视那边说道 这声音听着好熟悉